乡亲的风吹向了马祥林,还吹进了皇宫 作为大明的皇帝,朱有俭到现在也只有朱慈朗这一个儿子 这对于掌管后宫的周皇后来说简直没法忍 这不,虽然朱有俭这几日一直躲在书房认真学习 周皇后依旧是安排好几位妃子轮番端着吃食进去,熟络感情 搞得这几日,朱有俭看见后宫的妃子就头皮发麻 好在随着时间推移,等到过年的气息刚刚简淡了些 朱有俭也终于变得更加忙碌了起来 也算是有借口阻止那些妃子进入书房瞎晃悠了 二月中旬,随着朝堂运转渐渐进入正轨 这日正午时分,刚刚下朝的朱有俭便赶紧来到了偏店 此时,王承恩已经拿着一些刚刚编好的羊毛制品等在了这里 皇爷,东西都在这了 都是刚刚制作好的羊毛衣物 还有羊毛毯,羊毛背,羊毛乳等 奴婢已经让人试过,保温效果极其不错 看着急冲冲跑进来的朱有俭 拿着物件的王承恩赶忙将这些东西一一摊开说道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 京城外的羊毛厂终于搭建完成 这些便是刚弄好的产品 好好,辛苦待办了 这看着真不错啊 卖给草原人多少是有些可惜了 朱有俭文言刚忙蹲地上检查起来 只是稍微看了两眼便忍不住感慨道 这些羊毛制品制作极为精美 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尤其是那些羊毛毯和羊毛乳上面 更是染了大量的图案 看着就造价不菲 是啊,皇爷 这些东西留给大明百姓用多好 卖给那些草原人真是浪费 王承恩一听立马点头赞同 他也这么觉得 就眼前这些羊毛制品搞起来可一点都不容易 草原人那种满用点次品就成了 呼 太祖,你觉得如何? 需要降低规格吗? 瞧着大半也赞同自己的看法 朱有俭这才看向了一旁的太祖 区区草原人有什么资格和大明百姓用一样的活 咱觉得不咋地 这羊毛制品可是大明未来收割钱财的利器 不光不能降低品项 相反更是要加大制作精度 别的不说,普通的百姓家可用不起这么华丽的羊毛制品 他们能买得起的多是羊毛衫羊毛裤 这些可以多分几个规格 但卖给草原人的东西一定要越华丽越好 甚至是推出蒙古限定版 卖给他们连大明都没有的款式 那些人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 又喜欢装大款 只要营销得当 卖得再贵都有人买单 坐在一侧默默瞧着的李晨忍不住笑了两声 为何要降低规格 既然是对外出口的奢侈品 那肯定是怎么贵怎么来 要让客户花了钱还觉得花得值 特定 这会不会太给他们面子了 毕竟这东西在大明内都属于稀罕物 听着太祖这么说 朱油碱脑门上顿时浮现出一个问候 不是吧 这么给草原人面子的 会不会不太好啊 钱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李晨见朱油碱还是有些纠结 白眼一番干脆地问道 朱油碱愣了两秒 下意识地开口回答 钱 那不就结了 只要能赚钱就行 其他的不用管 别忘了 这蒙古人买得越多 就陷得越深 死得越快 原材料和成品之间的价差 可不是开玩笑的 知道钱 重要不就成了 李晨耸耸肩 懒得再多解释 他就是要让那些蒙古贵族陷入最生梦死的生活习惯 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废掉这些草原野狼的脊梁骨 好吧 大半你记下 按照太祖说的速速进行生产 这些羊毛制品要以最快速度运往护士 朱油碱捏着下巴寻思了好一会 最终才点点头朝着王承恩吩咐道 他虽然还是觉得这蒙古人不配用这么好的东西 但既然太祖都这么说了 那他自然不敢拒绝 罢了 不就是一点面子而已 只要能干死蒙古 这点脸不要也罢 是皇爷 奴婢知道了 王承恩点点头答应道 连皇爷都不敢说啥 他自然没胆子质疑太祖的决定 还是老老实实听令干活吧 羊毛制品的事 说到这基本也就差不多了 李晨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 等这些产品在蒙古内地掀起一番追捧 只要能成功吸引到那些蒙古人 那要不了多久 这些所谓的草原勇士 就会变成大明最公顺的看门狗 好了 羊毛制品的事慢慢来就行 这是个长期买卖 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正好你过来了 咱现在就说与你听 李晨摆摆手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件事 以大明的体谅 玩经济战那绝对是碾压蒙古的存在 就算最后那些草原人察觉到什么也没用 这个计策相当于是羊毛 是基于双方物资上的差距所形成的优势 所以 李晨一点都不担心这个计划会凉 比起这个 李晨反而更关心另一件事 嗯 太祖你说 我都听着的 听见太祖还有事要说 朱尤俭有些疑惑 但还是赶忙坐在了板凳上 李晨见状轻涂了口气 这才指向了地图 眼下 咱们大明算是和黄太极 以及倭寇 结下了死仇 所以这未来的战争定然不会少 好在墨家入世 为大明带来了最为先进的火冲技术 这些技术 能够让咱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占据极大的优势 所以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快速将神火冲列装部队 咱的要求很简单 四项军团必须在今年内完成一半的换装 金银和朱家军 务必要做到一人一支 唯有如此 才能在军团对战上 彻底发挥热武器的威力 还有 既然墨家已经入世 那你就找个机会 去问问墨如玉 看能否问出 那烧水驱车之法 若是真有速度来告诉咱 要是真能把火车搞出来 那这黄太极以后 就休想再进入长城一步 比起羊毛制品 刚刚入朝的墨家 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那蒸汽机的技术 李晨是真有些好奇 这墨家到底研究到了什么程度 蒸汽机呀 那东西的用处 实在是太大了 烧水驱车 再一次听见这四个字 朱尤简脸上 倒是没了往日的迷茫 随着他的文凭 进入小学三年级 已经能够接触到一些 最为基础的物理常识 很多在以前看来 很是玄幻的东西 现在已经没了那种神秘的色彩 是太祖 这件事 我定然会去问 朱尤简轻点了下头 快速答应道 嗯 态度好点 对于有实力的人 一定要保持尊重 等今年局势再稳定些后 咱们就可以打破 市农工商之间的壁垒了 社会要发展 各行各业之间的人 都得流动起来 哪能一碗饭吃几辈子 李晨点点头 这才又叹了口气 别看现在大明 已经走上了正轨 实际这内部的问题 依旧没能彻底搞定 尤其是南边 以南京为首的江南地区 势力错综复杂 朱尤简现在只能说是控制了北边 南边的政令推行依旧不变 好在锦衣卫已经开始重新渗透 正在秘密调查那些混账的底细 等回头收拾完 黄太极便可以一鼓作气 将南边的势力给清理掉 这两年下来 李晨也算是感受到了治国的困难 他这还是有系统帮忙 加上自身懂些历史 若是一般的普通人穿越过来 怕是真挽不回这崩塌的局面 太祖 有你在 大明绝不会亡 只要是你觉得需要去做的 说一声 哪怕是杀一万人 杀十万人 杀一百万人 我朱尤简绝不会皱半分眉头 见太祖心事很重 朱尤简思索片刻后 也只能如此说道 他确实没有太祖这等智力 他能做的 就是当一个听话的君王 跟着太祖这两年 他学到了很多 也早看清了 自己登基时 手中的大明是个什么局面 灭国并非太祖瞎扯 而是这大明 真快到了尽头 现在好不容易 在太祖的一番操作下 大明有了新的出路 他作为明面上的皇帝 绝不会有任何的犹豫和仁慈 就和太祖一样 该杀就杀 哪怕人头滚滚 只要对大明有利 那他便不会退缩半步 大明 绝不能亡于他手 行了 你还真打算杀一百万 之前杀那么多人 不过是 为了立威 是权宜之计 真正的帝王威严 是让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而非刀剑相逼 等你什么时候不用杀人 就能掌控朝政军权 能把控整个国家的舆论 能够被百姓誓死保护 那你才算是有所成了 纵观历史这么多年 真正做到这一点的 也就一个李二凤 对于朱友简说的 李晨只是笑了笑 真正的帝王 可不是杀人杀出来的 平衡二字 哪有那么简单 区区李二凤 不及我太祖一根毛 虽然我不太行 但我有太祖 只要太祖在 大明迟早能超过 那所谓的开元盛世 哼 李二凤 朱友简承认 他的确是很牛逼的帝王 但那又如何 他有太祖吗 朕有太祖 就那就万事不惧 什么李二凤李三凤的 都做古的人 不就是拿来超越的 这马屁 当真是拍的李晨 有些无语 而且 这话 还听着很耳熟 不由的 李晨就想起了 以前在蓝星看的 三国演义 貌似流产 也对诸葛亮说过这话 滚蛋 好的不学 敬他娘的摆烂事吧 李二凤的全谋手段 你但凡能学会一半 那就算往后没咱你 也能将大明 从泥潭里拉扯出来 李晨美好气地 吐槽了两句 旁边的朱友简 听见这话 丝毫不以为耻 反倒是咧嘴笑了笑 他自己什么能力 他自己心里有数 反正这辈子 就死抱太祖的大腿就对了 李二凤在牛逼那也是别家的 不可能从画像里 蹦出来教他 罢了 没心情聊了 滚蛋忙你的去吧 朱友简的憨笑 让李晨更加烦躁了些 当真是很想脱了鞋 给他脑门狠来两下 最终 李晨也只能无奈摆摆手 让朱友简滚蛋 看着救他娘的火大 得嘞 那我就先去忙了 太祖有事随时吩咐 对了 三月一日 便是郑选的祭殿之日 到时候 给太祖宁瞧瞧各地的后代们 滚蛋就滚蛋 朱友简耸了耸肩 朝着太祖又说了两句后 直接开溜 他清楚 以太祖的脾性 估计对这祭殿没啥兴趣 所以这事 他是悄悄安排的 作为后代子孙 他能做的事就这么多 所以便打算任性一次 反正只要我跑得快太阻 就拒绝不了 王晨 什么祭祀 混账小子 给咱滚回来 转眼又是几日过去 大街上的年位 总算是减少了些 各行各业 也渐渐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而随着时间逼近三月 金盈和朱家军的将士 也陆续从各地返回到了京城 朱友龙便是在今日入的城门 这位军爷 可是有什么需要 我这店内好酒好肉都有 价格实会帮您满意 随便走进一家客栈 柜台上的掌柜 瞧着朱友龙身披软甲 当即迎接了上来 一边招呼 一边询问着 大明对甲州的限制 可是相当严格的 敢这么穿着乱晃 定然是军队的人无疑 就是不知道 是哪一支军队的 随便来点菜 再来一小壶酒就行 对了 把大明日报 给我也来一份 朱友龙随意坐了个靠窗的位置 笑着说道 他这起码几日风餐露宿的 还真饿了 就是不知道 老爹瞧见他留的书信后 会不会气炸掉 但没办法 待在家里 老爹天天催婚 实在是有些受不了 只能偷跑出来 图个清静 再者 这一日没把自家身份恢复 他朱友龙实在没心情 顾及儿女情长 结婚这事 还是缓缓再说吧 好嘞 军爷你稍等 饭菜一会就来 那掌柜的也很识趣 招呼完后 便退到一旁 让小二赶紧准备 自己则是拿着刚出的报纸递了过来 不多时 两婚一宿外加一壶酒 便上到了朱友龙的桌前 就这新闻 朱友龙一边吃一边看 倒是显得轻松 快速把这月城内发生的事情 扫了一遍 朱友龙忍不住轻责了一声 这黄太极 当真是贼心不死 竟然还敢刺杀公布大员 当真该杀 而且他这人头当真是让人眼馋得厉害 百万悬赏 外加世袭国公之位 他娘的 就他皇太极那百来金肉 上称按熊掌的价卖 也卖不出这价位吧 陛下当真是豪横 而就在朱友龙看得津津有味时 门外 一扑从打扮的下人 溜达进了客栈 左右张望后 看见朱友龙脸色顿时一喜 赶忙靠了过来 当然 我可等了你几日了 曹将军那边 已经将你写的信递给了陛下 陛下给了口语 让你准备参加三月一日的祭祀大典 这是牌子 还请收好 哦 听着这人说的 朱友龙脸色有些紧张 小心接过了那人手中的牌子 他提前回京城 除了躲乡亲这事以外 还有便是要将汉王盔甲上的事情 提前上报一下 他自己是没有门路找到朱友简 这不就委托曹辩骄 帮忙去和陛下说说 原本还以为要等些十日 没成想他这刚进京就得到了通知 只是听完后 他这心里顿时有些七上八下的 这祭祀大典他早就听说了 和百姓官员无关 乃是皇家内部的祭祀 说白了 就是将各地的王爷们 都聚集过来给红武爷上个香 顺带拉拢下大家之间的感情 但这是怎么算 都和他没啥关系啊 就汉王搞的那一堆事 他哪有脸去参加族内大祭 就算有 他一个私生子 也没资格代表汉王 我 陛下真同意让我去 纠结了半天 朱油龙深吸了口气 看向那下人 反正我家老爷是这么说的 另外 老爷还说 让你好好准备 说大人 你到底是汉王之后 汉王又是成祖爷的嫡系后代 此番前去 千万别弱了自家祖上的身份 那下人点点头 又凑近些压低了声音 认真听完 朱油龙这心里顿时更加忐忑了 怎么个不弱法 他若是太张扬 万一被陛下不惜怎么办 自家祖上干的那些事 对于皇帝来说 可是大忌讳 行 我知道了 麻烦小哥等候几日 这点钱你拿去买点茶喝 半晌 头疼的朱油龙 长叹了口气 从怀中掏出一张半两票子 塞到了这人手中 那下人瞧着手里的纸臂 嘴都快笑歪了 不愧是朱家军的兵 出手就是豪横 当即行了一礼 屁颠屁颠地离开了客栈 该带到的话 他都已经带到了 至于朱油龙纠结的事 那就不是他一个下人能分担的 告辞 朱油龙也没留他的意思 继续端着酒壶喝了起来 等到喝完这才下了决定 既然曹变焦特意提醒 让他别落了祖上汉王的身份 那这定然是道理的 就按他说的来吧 自家将军总不会害他 二月转眼就过去了 随着三月春风吹过京城 寒冷的温度终于有了明显的回升 等到三月一日这天更是阳光明媚 天气大好 皇宫内外早早地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皇家祭祀可是大事 容不得半点马虎 内庭为此已经忙了大半个月 王承恩更是到处盯着 就怕出现问题 而此时的大殿内 目前大明朝三十一位亲王 已经全部到齐 再加上各地小宗的人 凑一块光人数就有两百多号 除此之外 这里面还有不少王爷 是带着自家世子前来参加祭祀 不过这些世子都被安排在了别殿 以免大殿中太过拥挤 猪油龙到的时候已经不早 看着殿内的各路王爷 硬是有些不敢进去 他今日没别的准备 只不过是将汉王留下的那套假皱 穿了出来 和里面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的亲王相比 他这一身打扮多少是有些另类 这位爷还请赶紧进去 陛下马上就要来了 在外面可不礼貌 领路的小太监瞧着猪油龙迟迟不敢进去 赶紧开口催道 他并不认识猪油龙 但他认识牌子 能带着牌子来的不是亲王 也是皇家某一旁之的组长 虽然很好奇 猪油龙为何会穿着盔甲前来 但他可不敢多问 呼 猪油龙闻言 拳头顿时捏紧了些 一连吸了好几口气 这才抬脚走进了大殿 随着身子走动 身上那套黄眼的盔甲 顿时有了声响 大殿内 很多正在攀谈的王爷们 听见动静后 不约而同地转过了头 有些奇怪地看着猪油龙 那眼神显然很是疑惑 这谁家的 怎么穿着盔甲来了 我去 这盔甲有些不对劲啊 那裙摆上是龙 难道是陛下 不对啊 我看过陛下画像 不长这样 四周不断传来的议论 让猪油龙更是紧张 额头上都冒出了滴滴汗水 就在猪油龙尴尬时 旁边走来了一名 身穿华丽衣物的亲王 这亲王走到他面前 上下打量一番后 眉头微挑 有些不善地开了口 好家伙 你是哪家的王爷 我乃秦王之后 都不敢穿着规格的假皱 你这是要造反不成 朱存书作为目前大名身份 最高的王爷 本是这殿内除堂王外最显眼的 但随着猪油龙往这一处 算是把风头全抢了过去 如果是这也就罢了 他朱存书最多会觉得 这人想出头想疯了 打算在陛下面前留个脸 但随着他稍微多看了几眼 立马发现 这猪油龙身上的假皱不太对劲 等到走近后 这感觉更加强烈了 他作为秦王后代 祖上乃是太祖次子朱爽 大明洪武年九大赛王之一 就他这身份 家里传下来的假皱 都没这规格 这套假皱 怎么看都像是帝王所穿 虽然对标皇帝的规格 似乎又差了点 但不管怎么说 这假皱肯定是超出了 亲王所能穿的范畴 光是用色就超标了 朱油龙见过秦王殿下 秦王 朱油龙一听 赶忙拱手行礼 这可是秦王 身份比他家祖上都要高 他可不敢有任何得罪 朱油龙 四 本王想起来了 大明日报上说 朱家军出了个汉王后代 战功赫赫 说的就是你吧 则则 这就不奇怪了 朱油龙 名字有些耳熟 朱存书戏想了一会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汉王后代 难怪这假皱 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不过 这人貌似是私生子吧 连大祖谱都没上 他也有资格参加祭祀 汉王 哪个汉王 朱高旭 大明还有第二个汉王 他怎么来了 私生子也配 陛下疯了不成 噓 别乱说话 小心陛下找你麻烦 一听是汉王的后代 周边正偷听着的王爷们 全都愣住了 随即便是更大的议论响起 祖上造反不说 眼前这人更是私生子 堂堂大明朱家的祭祀 这一脉凭什么参加 听着四周不断的议论 朱油龙神色僵硬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是站在原地轻低着头 汉王的身份和他的身份都很尴尬 不被同族认可 这很正常 好在 今天是陛下召开的祭祀 他能来就说明 是陛下同意的 这些亲戚们 哪怕再有意见 也不敢出言 让他滚蛋 看来大家对朱油龙的身份 还是很排斥啊 此时 大殿后方 正偷偷观察的朱油俭 也正默默瞧着 他已经来了友谊会了 为的就是在暗地观察下 这些大名的亲王 正常 不过这都是陈芝麻烂谷的事情了 朱油龙不管怎么说 也是老朱家的人 打断骨头 还连着筋 旁边 李承看着这一幕 也忍不住摇了摇头 都老一辈的事情 扯到小一辈身上 多少有点不合适 朱油龙的军功可不低 乃是将材 在李承看来 可要比这些只会动嘴的亲王 要好用得多 听着太祖这么说 朱油俭也懂了 冷亨一声后 抱着太祖的画像 从后面走了出来 朱油龙是朕请来的 各位若是有意见 可以来找朕说 为难一个晚辈 难道不觉得丢人吗 朱油俭的声音有些淡然 一边说着 一边坐到了龙椅上 随即将画像交给王承恩 并挂于旁边 突然冒出来的朱油俭 让下方 许多人都愣了半秒 随即脸色未变 不敢再说话 这朱油俭 竟然没有从正门进来 而是从殿后来的 说不准 已经在后面听了许久 他们确实是 看朱油龙很不顺眼 但陛下都这么说了 他们也不敢反驳什么 毕竟朱油俭虽然辈分小 但却是皇帝是大组长 真得罪了 人家随便找个借口 就能把他们给收拾掉 都不说话了 刚刚不是挺能说的 还看不起朱油龙 你们有什么资格 看不起人家 大半 把朱油龙的军功 说来给大伙听听吧 瞧着大殿内都没人之声 朱油剪白了眼 很是鄙夷 一旁的王承恩 赶忙上前两步 从兜里掏出了一份折子 朱油龙 男 26岁 加入朱家军后 勤学苦练态度端正 曾荣获朱家军内部比武冠军 在福州一带作战时 极为英勇 多次身先士卒 冲锋于第一线 共斩杀敌人267人 获得三次陷阵之功 一次夺旗之功 一次斩江之功 经兵部核查 正式晋升为团长 并列入旅长候选 等到王承恩将朱油龙的功绩讲出 下面的皇亲国妻们 脸色都有些抽抽了起来 他们手中很多族人 都在朱家军任职 自然明白着团长的位置有多高 按照陛下制定的改革 五千人为一个团 其地位比以前的签户都要高 而且还被列入了旅长考核 要知道朱家军总共五万人 旅长的位置也只有五个 这妥妥的将军啊 陛下这爱护之意 实在是太明显了 各位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朱油龙的出生 但那都是老一辈的事情 汉王造反 他自己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全家都没了 就留下这么一根毒苗 而且 这毒苗还是张皇后亲自保下来的 你们有意见 一会可以去庙里和成祖爷 还有张皇后说说 或者给红五爷告状都行 若是红五爷成祖爷他们觉得 朕做得不对 那正甘愿晚上睡觉的时候 被叫去跪着 但要是不准备告状 那以后就别再拿着 朱油龙的身份说事 朱油龙 你站过来 眼瞧着下面 还是没人开口 朱油简笑了笑 这才继续说道 就这军功 你们这些所谓的亲王嫡系 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啊 哦 本来还有些发呆的朱油龙 听见朱油简叫他赶忙走了出来 丹西跪下行了一礼 朱油龙 朕之前就说过 只要你能干出名堂 朕绝不会慢待于你 今日朕便决定 将你的龙字 改为木字旁龙 从今日起 你们汉王一脉 重回大族谱 至于汉王的爵位封地 想要就继续努力吧 朕也不怕告诉你 这朱家军 最后是肯定由我们老朱家人自己把控 曹文赵书直 只是正派来临时顶纲的 往后肯定会调走去其他地方领军 所以 懂吧 朱油简看了朱油龙几眼 这才开口将他的名字改了过来 然后才又说了下朱家军的事情 暗示的意味很是明显 话音刚落 朱油龙顿时抬起了头 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朱油简 脸上全是震惊和不敢相信 他 他这就回大族谱了 而且 名字上还被加了木字旁 卧槽 这好事来得也太突然了吧 谢陛下 末将必不如使命 朱油龙捏紧了拳 随即朝着朱油简抱拳谢恩 能回到大族谱 他已经很满意了 至于朱油简化的比 他只能说尽力 虽然他战功是很不错 但不管是武功还是谋略 比起曹文赵书直 差得还是有点远 不过 人都是会进化的 他相信 只要自己努力 总归是有 拿回汉王封号的这一天 好 这是不光是你 其他的叔叔们也都一样 朱家军未来的统领 只能姓朱 而等都是红武爷的后代 若是想证明自己不比谁差 那就用实力来说话 否则 以后就闭着嘴 少说多看 这柄可不光是画给朱油龙的 更是画给所有朱家王爷的 有竞争才有压力 朱家军可是未来朱家皇帝的底牌 绝不能让庸弱之人掌控 死 这话说完 一时间整个大殿内 都是倒吸冷气的声音 好家伙 陛下这是要将兵权 还给他们这些亲王 原本他们还以为 这朱家军的统领必是外星人 这样才好方便皇帝掌控军队 但现在看来 貌似和他们想的不太一样啊 朱家军整整五万人的规格 福利待遇更是全国第一 若是真的能统领这么一支军队 那不光是光宗耀祖 更能负责后代 陛下可是认真的 真的要从我等之中 选择朱家军的统领 四周 被这件事震得有些呲牙的亲王们 再也忍不住了 一名老者 上前拱拱守候 干脆地问道 眼神中更是闪烁着炽热的金光 他们这些亲王说白了 和朱没什么区别 很多有志向之人 虽然已经被抹平了棱角 但若是能为族中后代拿下这富贵 那怎么算都是好事 他们已经当了一辈子的朱 实在不想 看着族中那些有才的后代 因为皇亲国戚的身份被埋没 这也是为什么 朱家军一开放 很快就满了的原因 老朱家的血统可不差 红武爷成祖爷 那可都是马背上的皇帝 从小读着他们世纪长大的后背 又岂能不受影响 朕知道 你们在想什么 但朕相信 朱家军是大明朝的朱家军 尔等很难做出那狗屁倒造的事情 毕竟做事之前都要先想想 下去后 你们有脸去见祖宗佛 朱尤简耸了耸肩 神情不变地摆了下手 他之前也担心 若是将朱家军交由自家人掌握 会不会威胁到皇权 但太祖就这事和他分析了下 朱家军和别的军队不同 首先全都是皇亲国戚 这些人分属于大明各大王爷和小宗 他们自己以及家人的利益 都是和大明绑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是最纯正的保皇派 被收买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 就算真的统领一军 别忘了朱家军有五万人 除去军长 还有五个旅长十个团长 五十个营长 这些人全都来自于不同旁支 且很多都是各族内的输出做起来的 就算军长要反 那些不同旁支的旅长会同意 旅长同意了团长会同意 团长同意了 营长能全同意 哪怕真的所有将领都同意了 士兵们能同意吗 若是真的整个朱家军都要造反先了皇帝位 那是不是外姓掌控军队都无所谓了 定然是皇帝出了大问题 而且这还有个好处 保证了老朱家永远有一支能用的军队 相当于说 这支军队是大明所有王爷和皇帝共同持有 就算皇帝哪天没了 这些王爷们也能靠着这支军队拿取大明江山 别的李臣不敢说 但老朱家的脾气一脉相传 可不缺硬骨头 哪怕大明所有的军队都投了 这朱家军也绝对是最后一个没的 陛下放心 我等岂会做出那禽兽之事 对对 谁要是敢乱来 本王第一个不放过他 回去得好好练一下族中子弟了 可不能弱了我王府的名号 朱油简肯定的答复 让下方众王爷都激动了起来 好好 终于有了光宗耀祖的机会了 这等好事岂能放过 不由的 一些王爷再度将目光看向了朱油龙 眼下爬得最快的 好像就是这私生子吧 哼 若是真让朱油龙统领全军 那可当真是让他们这些嫡系正统 脸上无光啊 不就是汉王后代 算起来 大家都是红武爷的后代 谁还没点打仗的天赋 娘的 薄浪 坐在上方的朱油简 看着众人脸色的变化 不由得心中暗息 这就对了 给老子卷起来 太祖 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 正好这些亲王都在 要不你来说两句 说两句 李晨瞥了眼这些王爷 半想猜点点头 行 咱来补充两句 说着 李晨便接管了朱油简的嘴 嗨嗨 都安静下 还有件事 咱要和你们说一说 相信你们 都应该听说了 咱准备将唐王外风 让他们这一脉 去窝国当个小王 这件事 是咱寻思很久后 才决定下来的 原因也很简单 咱不想让大明 再出现外族侵扰这种事 况且咱也知道 你们很多人 对于祖上制定的规矩 很是不满 觉得是把你们当猪养了 一辈子都很难离开封地 既如此 咱决定也给你们个机会 有愿意去海外当小王的 现在就可以准备了 等到皇太极灭掉之时 咱就会准许你们 筹措军队物资出海扩张 大明的军队会配合你们 能打下多少 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当然若是有不愿意出海的 你们的爵位 咱依旧会保留 不过后续肯定会有些 小方向的调整 简单一句话 作为大明的王爷 绝不能躺在百姓身上大吃大喝 都得给咱动起来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大明诸家不养闲人 希望各位能好生琢磨 当然这是不急 你们可以慢慢想 想好了 随时写信告诉咱 李晨要说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之前给唐王画的那个饼 眼下李晨觉得 是时候给这些王爷摊牌了 一旦皇太极覆灭 后续他要做的 就是对大明内部 进行彻底的改革 尤其是土地上的改革 这些王爷手中的土地可不少 很容易就牵扯出纠纷 但若是告知 他们可以出海建国 那抵抗力度 定然会少上许多 就算有不愿意出去的 给了时间让他们自己琢磨相信 也都能明白 只要愿意配合 李晨自然也不会 把事情做绝 出海 当小王 听着这事 本来还有些激动的王爷们 全都面露怪色 神情不易 唐王的事 他们早就已经打听过 要说不动心 那肯定是瞎扯 毕竟海外的小王怎么看 都比在封地内 当猪要来的舒坦 只是 若要走这一条路 那就族内 就必须有能行军打仗的人 否则投了钱 进去没打赢 那可就丢人了 陛下虽然说了 会让大明军队协助 但世界那么大 不可能面面俱到 最终 还是要靠自己 操 这么算的话 那参加猪家军 就更有必要了呀 就算拿不到职位 也能培养一批 能争善战的后代出来 妈的 想通了这些 许多王爷们 看向朱友简的眼神 都带着忌惮 这位陛下 当真是远比 他们听说的还要吓人 计划环环相扣 丝毫不落破绽 你就算知道 他是要逼自己等人干活 你还只能谢谢他 给了这个机会 他才二十不到 到底乃来的 这等全谋之术 谁交的 祭祖之日 心怀敬意 祈愿先人庇佑 岁月静好 家运昌盛 福泽绵长 祭天 祭地 祭祖 皇宫大庙内 随着王承恩 一声声吆喝 站在太庙外面的 上百号人 齐刷刷跪在了地上 拱手磕头 太庙内 香烛缓缓燃烧 汇聚成淡淡的 烟雾弥漫四周 配合着明皇瓦片 倒是有几分 庄严诉讼的感觉 李晨此时 已经被朱油简 给重新挂回了太庙 瞧着下面乌鸦鸦的 一片人头 这感觉有些奇怪 话说 他貌似也有段时间 没有回太庙了 头顶上原本的大洞 早就已经修好 等到三拜后 朱油简这才又将 暗台上供奉的瓜果 分给了众人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朱油龙一家 加入了大祖谱之中 一直默默看着的朱油龙 看着朱油简 将他家的祖谱 放入了大庙 终于是忍不住哭出了声 在古代 被移除祖谱 可是很严重的事情 相当于无根草 浮水瓶 现在 他们终于是回家了 好了各位 祭祀到这 差不多就结束了 按照规矩 你们作为王爷 得赶紧返回封地 不过朕今日开心 倒是可以放开些 你们可以在京城 逗留一个月 一来去看看 你们各自先祖的陵墓 二来也可好好瞧下 大明京城的变化 都认真考虑下 以后的路 到底要如何走 待到祭祀差不多 朱尤俭这才看向众人说着 一群王爷们互相看了看 也不敢多说什么 纷纷朝着朱尤俭行礼后 离开了皇宫 太祖 你觉得这些王爷 能够懂事吗 若是不听话 就只能对他们下手了 但他们都是 我的叔叔 说实话 我真不想动他们 朱尤俭默默看着众人 离开的方向 眉宇间 闪过一丝凝重 他清楚 太祖必然是有 针对这些王爷的计划 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若这些王爷 听话那还好 就怕这些人 仗着身份搞事 你是皇帝 是整个大明的掌舵者 所行之事 必须要以百姓为先 若这些王爷 挡了百姓的道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李承听见这话 不以为然地耸耸肩 亲戚又如何 天下这么大 没了他们 难道就不赚了 好吧 希望这些叔叔们 能够懂点事 要不然 唉 听着太祖 那略显冷淡的声音 朱友简 长叹一口气 没有再多废话 只能是期望 这些人能聪明点了 随着时间 进入三月 新的一年 也正式扬帆起航 塞外 伴随着河流解冻 德川小鸟 再一次踏入了 皇太极的帐篷内 见过大清皇帝 朝着皇太极 点了点头 德川小鸟 打了个招呼 小鸟军辛苦了 请坐吧 皇太极瞥了这祸一眼 这才招了招手 让人送来凳子 德川小鸟也没客气 坐下后 看了看四周 贵国这次看起来损失不小啊 连帐篷都有些漏风了 若是有需要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虽然沃国不擅长生产帐篷 但一些必要的布料 还是能够提供的 价格上也不用担心 毕竟我们是盟友 嗯 黄太极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黑了 说得好像你家损失不小一样 哥我这装什么币 不用了 一点小损失而已 我大清国底蕴雄厚 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还是说正事吧 这次找小鸟军来 是想聊聊后续联盟的事 相信你们也看见了 那名蛮子对我等 可是仇视得很 若是让其发展起来 大家都要完蛋 所以 后续如何行动 我们两家必须要统一意见 黄太极可不会在这窝国面前露了欠 拒绝德川小鸟的建议后 干脆地将话题拉了过来 德川小鸟倒也没坚持 点点头 端着茶杯小喝了一口 和贵国的联盟 我们德川家族也相当重神 家族已经下令 让全国进入战备状态 会集结所有力量 和明朝皇帝死磕到底 他们在窝国所犯下的事 必须要付出代价 当然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加一块 怕是也难以登陆大明境内 所以 家主这边提出了一个想法 打算先视若麻痹名蛮子 然后再找机会对其下手 第一个目标 便是要将这毛文龙的东将军 彻底灭掉 朝鲜的地理位置太过特殊 若是不将其拿下 则进退困难 窝国这次损失的确是不小 几乎半个国土都化作了焦土 还烧死 烧伤了近五十万百姓 德川家光已经下令 这筹必须要报 不过考虑到实力差距应来 肯定是不行 只能是玩鹰的找机会 哦 愿闻奇想 默默听完德川小鸟说的话 黄太极顿时来了兴趣 他何尝不知清楚 现在名蛮子的实力越发强大 若是不抓紧决战 越往后拖 就越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 我的哥哥德川大鸟已经入名 他会代表我们德川家族向明朝道歉 这里面包含一份厚礼 为的就是让明朝结下互不侵犯的契约 当然了 这只是权益之计 为的是拖出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让家族完成全国动员 只要我们动员完成 兵力很快就能恢复 在这期间 我们家主希望贵国能够牵制明朝的注意力 待到我们完成准备后 找准机会一举灭掉毛文龙 计划并不复杂 德川小鸟说完 黄太极为皱眉 陷入了沉思 先示弱再偷袭 虽然他的确很想灭了明蛮子 但有一点他必须要承认 那边是那个刚上任的朱尤锦 可一点都不傻 如此简单的谋略 他岂能上当 你们这把明蛮子想的 也太简单了吧 那位小皇帝可不是憨货 岂会让你们准备好了再打 想到这 黄太极不由地开口说道 哪只德川小鸟听完 顿时笑了笑 摆着手伸出了五根手指 这可是一笔 价值五千万白银的赔罪礼 以明朝的缺钱程度 这笔钱他们没有拒绝理由 当然我们也不傻 五千两不可能一口气全给 分个十年慢慢还不就行了 反正我们的目的 就是拉扯出几个月时间 最多付出五百万应该就能成 这名蛮子手中并无舰队 短时间还无法威胁到窝国的安全 不答应就是纯亏 答应了还能拿点钱 何乐而不为 五千万只是幌子 先不说窝国内有没有这么多钱 就算有也不可能全给明朝 这不过是个幼儿罢了 为的便是拖延时间 五百万 你们倒是有钱 就不怕明蛮子受了钱反悔 听着德川小鸟 说出五千万两白银时 黄太极的心脏陡然一紧 哪怕听完德川小鸟的解释后 依旧无法平静 他娘的 这窝国还挺有钱的 竟然舍得花钱去投幼儿 哪怕只付一期的钱 那也是实打实的五百万两啊 明朝作为天朝上国 一些必要的面子还是得要的 只要明蛮子收了钱 那我个就会让整个大明斗知晓此事 到那时候迫于维护大国脸面 明朝是不会反悔的 反悔 除非那皇帝脸都不要了 周边那么多国家可都看着的 出而反而可不是什么好形象 呵 行吧 但就算你们的计策能成 毛文龙可也不是那么好打的 东将军的战斗力极为强悍 想要一口吃下 怕是得崩了牙 再者 你就不怕主力全出后 这明朝又乘机去偷家吗 想得倒是挺好 皇太极摸了摸下巴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哪怕窝国兵力全出 也不过那么点人 只要拖住 周围其他的四项军团必然来源 甚至有可能再次奔着 你有老家就过去了 毛文龙再强军队也不过五万人 而且连番大战后 连满员都无法不到 最多只有四万左右的兵力 你皇太极起十万兵马 我们起四十万 总计五十万人马 还吃不掉他 五十万打四万 优势在我 只要找准机会 必能在两日内弄死这毛文龙 德川小鸟也承认 这毛文龙是有两把刷子 但若是我起四十万军队 他又该如何应对 就算是有三头六臂 我等沃国勇士 也能给他谢了 剑德川小鸟很是自信 皇太极嘴角微抽 四十万 你这是把全国轻壮都拉出来了 不过沃国人多 若是真全国动员四十万军队 他相信是能凑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 这四十万能有多少战斗力 那可就说不太好了 刘邦几十万人 不也打不过项羽三万人 人数这东西 有个屁用 不过他也实在不好打击 德川小鸟的自信 两家的同盟关系 还是要照顾下的 再者 若是沃国争起四十万人马 强攻毛文龙 那毛文龙手中的兵力 必然紧张 说不定 还真能为自家 拉扯出一定的机会 反正最近 也没太好的办法 倒是可以一事 细细思索了一会 黄太极 这才倾吐了口气 点点头表示赞同 那肯定 沃国四十万大军 绝对能把毛文龙打的 连他马都不认识 行 这计划正赞同 就按你们说的来 冥蛮子那边 正会继续给到压力 黄太极笑着答应了下来的 反正是无本买卖 他不介意试试 就是可惜了 白送给冥蛮子一堆钱 若是这钱 能进他口袋就好了 那我就替我家家主 谢谢大清皇帝陛下了 放心 我家阴阳师夜观天象 发现地心暗淡 说明这明朝已经失势 我等将其取而代之 乃是顺天意 瞧着黄太极答应得挺快 德川小鸟这才站起来行了一礼 神情严肃地说道 这次毛文龙进入窝国 可算是将德川家光给吓得不轻 到处烧杀抢掠 可谓是恶意满满 显然明朝对窝国 并没有任何留守的打算 是真准备灭国灭种 如此情况 哪怕德川家光不想和明朝为敌 眼下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好在上天眷顾 由于毛文龙到处放火 大量窝国百姓躲入了深山 一些人在山里发现了大型的银矿 这也是为啥 德川家光敢拿五千万来下尔的原因 家里有钱 这无疑是让德川家光底气大了许多 有钱有人 未必就不能和明朝好好较量一番 论打仗 他们窝国 那也是分分合合上千年 不比汉族差多少 倒是黄太极听着所谓天翼二子 脸上的神情更加无奈了 若真是天翼 那这明朝应该被自家压着打才对 罢了 就当是个好兆头吧 聊胜于无 就在德川小鸟和黄太极见面讨论后续作战时 京城内 窝国使臣德川大鸟也与三月八日正式抵达 有礼部安排一番后 在今日被带入了大殿之中 窝国使臣德川大鸟见过大明皇帝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德川大鸟的态度不可谓不恭敬 从进来后就一直低着头 带到站稳便直接跪地行礼 上方正坐着的朱油简 看着这人如此识相 不由地择了一声 他本想为难下这人 但这都跪着磕头了 总不能再搞事吧 作为大明皇帝 他也得要面 无奈 只能是点点头 与其淡漠地开了口 起来吧 今日所来何事 可是要宣战 朱油简的声音不算大 说完右侧的武将们 齐刷刷看向了德川大鸟 眼神里的不屑 清晰可见 尤其是毛文龙 就差把鼻孔抬天上去了 这窩国 竟然还敢拍使臣过来 今日但凡说错一句话 你压就不用回去了 回大明陛下 我并非为宣战来 而是代表德川家族 来向大明道歉 前几日发生的战斗 皆因我家族内 有人受了那皇太极的蛊惑 这才绕开家主会议 私自调兵 这才给大明和窩国 带来了这么多麻烦 我们家主对此表示深切地道歉 并准备了一份厚礼 作为补偿 还请大明能够看在两家世代交好的恩情上 宽恕窩国这次所犯之错 我们愿献白银五千万两 与大明重结友好盟约 嗯 嗯 啥 多少 朱尤俭承认 他当真是有些惊注了 他想过很多种情况 唯独没想到 这窩国竟然怂了 五千万啊 这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吧 不光是朱尤俭 四周官员们也被这数额给挣得不轻 尤其是郭允后 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五千万啊 若是真给这钱定然是进户部 那可是能补一大口 大明皇帝陛下 你觉得如何 我们窩国是真带着成衣过来的 希望能够和贵国摒弃前嫌 重新缔结起约 听着四周议论的声音 德川大鸟的脸色不由地张扬了起来 略微站直了些 看向朱尤俭笑着问道 他就不信 这大明皇帝能够拒绝五千万的诱惑 上方 朱尤俭默默听着 并无多少表情 不过心里却已经开始呼叫起了太祖 太祖你看 这是个什么情况 这窩国为何会突然送钱 难道真耸了不成 一直默默听着的李承 没有急着开口 只是看着下方的德川大鸟 思索了起来 五千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窩国真能掏得出来 不急 咱来问问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有些摸不准的李承 寻思了好一会 这才摇了摇头 当即接管了朱尤俭的嘴 朝着德川大鸟开口道 赔偿 早干什么去了 窩口袭扰大明多年 今日被揍了 才想起来求饶 怕是有点晚了吧 五千万虽然不少 但大明也并非叫花子 给钱就能打发 李承的话四条坎 又四认真 刚说完就让下面的德川大鸟 脸色微变 打发叫花子 谁家叫花子 能要到五千万的 做人不要太贪心了好吧 不过他毕竟有求而来 虽然心里暗骂 但也只能继续恭敬地说道 尊敬的大明皇帝陛下 窝国并非什么物资富饶之地 五千万已经是我们能拿出的极限 至于窝寇 那都是上一任幕府搞出来的事情 和我们德川家并没有任何关系 这次大战也是因为族内有人听信皇太极的鬼话 这才贸然调动军队 眼下我们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还请大明皇帝陛下 能够给窝国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等往后 必将奉大明皇帝陛下的旨意 绝不再动刀兵 上一任 李承今天算是瞧见了 什么叫完美甩锅 直接把事情往上一任幕府 和某个不知名的临时工身上一丢 干净利落地将德川家族给摘了出来 顺带还塑造了一个受害者的形象 若不是李承知道这些小矮子是个什么秉性 怕是还真相信了 上一任连仓幕府是吧 呵 甩锅倒是利索 你当正是三岁小孩吗 这么好呼耀 连仓幕府先不说 就拿这次 你们可是 调动了整个窝国的舰船 以及八成的军队 来攒着大明搞事情 一个不知道姓名的人 能随意调动如此多的军队 看来你们那地够乱的呀 要不这样 你把搞事的那人叫出来 让咱把他嘎了 那大明或许可以接受你们的道歉 沉默了片刻 李承冷哼一声 丝毫没有留情面 而德川大鸟听着这话脸 也有些绷不住了 交出搞事的人 那不就是把德川家光交出去 靠 当真是一点糊涂都不愿意装饰吧 非要把事情说这么清楚 大明皇帝陛下 犯下错误的人已经被我们内部处罚过了 怕是没办法再交给大明皇帝陛下您 不过请皇帝陛下放心 那人已经受到了严惩 严惩 见这人还在扯犊子 李承不由地吐了口气 怕是德川家光 现在正搂着妹子喝着酒吧 真把老子当小孩了 这位窝国使者 汉家有句老话叫做眼见为实 若是你随便这么一讲 我家陛下就信了的话 那未免也想得太好了些 还是说你们窝国压根就不成心 此次前来不过是想花钱拖延事件 左侧 一直默默看着的张淮忍不住了 站出来大声说道 他自然是看出了 陛下不愿意轻易放过这窝国使者的想法 当即撸起袖子 直接帮忙补刀 他这话一说 德川大鸟的额头 就已经开始冒汗了起来 就像是小心思被拆穿了一般 连着吸了好几口气 才强作镇定地挥了挥袖子 这叫什么话 我们窝国已经愿意拿出五千万两 作为这次误会的赔偿 如此树鹅 竟然怀疑我窝国没有诚意 张口胡说也要有个限度 德川大鸟的声音很大 眼神中的神情就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他娘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整整五千万的树鹅 这大明皇帝不应该笑着脸和我聊天吗 为何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如此诡异 那可是五千万 真就不怕惹恼了我直接甩袖子走人了 德川大鸟眼下是真有点想不明白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扯 哼 罢了 既然窝国使者是来代表窝国求饶的 那咱这大明作为契宗主国 自然是要以礼待人 行吧 既然你说这是单独一个人搞出来的 那咱倒是可以闭着眼信 你们一次 就当你们已经处理好了 至于那五千万两白银 不知而等准备如何支付 张怀的补刀显然是让德川大鸟很是紧张 李晨默默看了一会 这才笑了笑继续开口道 他也不指望着德川加光 会把自己绑好了送过来 前面这么说 也不过是敲打着使者一番 让他清楚这是不好糊弄 眼下已经敲打得差不多了 李晨倒是觉得可以继续谈谈赔礼的事 顺带再摸下这窝国的底 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谢大明皇帝陛下 请相信我们 窝国这次是真带着诚意来的 至于赔付方式 由于我们窝国物质匮乏 想要一口气拿出五千万 实在有些困难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分十年偿还 另外 既然是误会 我们也希望大明陛下 能够释放被抓的德川袖中 他并不知晓这事 是无辜的 还请大明皇帝陛下成全 李晨的态度转变之快 让德川大鸟有些触不及防 不过见李晨重新聊到了钱 他脸上也不由地露出一丝喜色 还以为这大明皇帝多有脾性 搞半天不还是眼馋这五千万两 好好好 只要你眼馋 那这事就好办许多了 当即 德川大鸟也是将款项的支付 以及条件讲了出来 多久 十年 这尼玛还分期的 正偷听的朱油简 听见这话 差点没把白眼翻天上去 他承认 若是直接拿到五千万两 那确实很有吸引力 但若是 分期这一年才五百万 就这数他多少是有点看不上了 真以为我这皇帝 是穷要犯的不成 太祖 这听着怎么这么喧呼 分十年 他咋不直接分个一百年 等我没了后 再烧下来 朱油简在心里快速吐槽着 而李晨听见这话 也是有些好笑地摸了摸下巴 这小癌子怕是压根就没打算付后面的钱 他娘的 跑这来给咱画饼了 也不看看咱是谁 这饼李晨同样没兴趣吃 他都是给别人画饼的 岂能让这窝果给忽悠了 就是 太祖多厉害的人 他们这点小心思 哪能忽悠住太祖您 不过太祖 你觉得这窝果到底想干啥 就算只给第一期的五百万 那也不是小数目 给钱总得有个理由吧 朱油简听见太祖说的 当即就是个彩虹屁拍了过去 只是他还是有些疑惑 想不通这窝果到底要干啥 咱倒是快看明白了 不就是想拖时间 至于拖时间 做什么 那就不清楚了 不过无所谓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想干啥都没用 从刚刚的试探来看 他们对这是非常看重 既然是赶着烫来送钱 那咱们就可以见招拆招了 老子又不是这人肚里的虫 哪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李晨怂怂间 白了眼随口说道 他懒得去猜 窝果拖时间后要干啥 反正就那么两三种选择 无论那种 他都不怕 眼下他只需要知道 这窝果是赶着来送钱就够了 随口和朱油简聊了两句 李晨背着手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走到了大殿中 十年 看来刚刚张爱卿说的不错 你们窝果当真没什么诚意 区区一年五百万 就想买大明的面子 你怕是真想太多了 这样吧 咱也不为难你 窝果评级这一点 咱是清楚的 但大明的威严不容侵犯 一年五百万太少 一年三千万 你看如何 多出来的 就当是分期的利息了 什么 德川大鸟听着这话 差点没跳起来 一年三千万 十年那可就是三个亿 你管这叫不为难 他娘的 整个窝果加起来 怕是都没这么多银子 这 这太多了 我们根本没这么多钱 还请大明皇帝殿下 能够怜悯窝果百姓 想都不带想的 德川大鸟直接拒绝 就这价格他 要是敢答应 德川家光飞 把他沉海里喂鱼 窝果百姓 为何要攒来怜悯 他们又不归咱管 再说了 这钱咱可没有乱要 这次你们搞事的地方 可是福州一带 那一片本就妇柔 结果你们这一闹 福州地区的百姓 稍加的稍加 悔田的悔田 连带着四周交通堵塞 贸易不通 光是这一笔损失 就高达六万万两白银 咱可是已经给你打了个对折 你可别不是好人心 走下来的李晨 见德川大鸟 反应有些激动 先是笑呵呵地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才与众心肠地解释道 只是这解释说完 德川大鸟的脸色更难看了 六万万两 亏你呀说得出口 那福州是地里长金子了 还是长银子了 说下话 不尿床是吧 一千万 最多一千万两 飞着脸 德川大鸟憋了半天才 缓缓伸出一根手指 三千万是肯定不可能的 但瞧着眼前 这人笑呵呵地狗脸 德川大鸟 知道他今日若是不加价 怕是难以谈妥 最终也只能硬着头皮 把钱网上提了提 一千万 不行 太少了 最低也要两千五百万 否则咱无法给福州百姓一个交代 果然涨价了 李成看着这小矮子 心里冷笑更深 到现在 基本可以确定了 这窝国如此着急 和大明地劫互不侵犯契约 显然是怕大明此时动员军队 再度跨海揍他 所以这才打算 用钱来拖住大明 然后好腾出时间调整 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李成才会将价格抬高 别和老子提什么 分期十年 在李成看来 这就是一锤子买卖 想要拖延时间 行啊 咱给你这个机会 反正大明也需要时间来发展 越拖下去 自家优势更大 太多了 真的没有 一千五百万 若是还不行 我就只能回去禀告家主 让他再做裁决 德川大鸟死死盯着李成 思索再三后 咬着牙 再加了五百万 他不是傻子 李成如此随意地改嫁 显然是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 后面的饼 这小皇帝压根就不打算吃 行 算你有脑子 被识破了想法 德川大鸟倒也没多紧张 他来的时候 就已经想过这个情况 按照他的估计 就算被看出来 大明眼下肯定是不想两面作战的 所以大概率还是能谈成 无非就是 这钱要多给些出去罢了 若是之前 窝国还真舍不得给这么多钱 但现在 家里的银矿 多少是给了他些底气 总之 一千五百万 能行就行 不行拉倒 瞧着德川大鸟 语气极为坚决 李成眉头微挑轻 则了一声 行 谁叫咱心肠软 看不得这岛上的大明百姓受苦 一千五百万就一千五百万 必自聚吧 行吧 反正不亏钱 谈多少赚多少 李成倒也没再坚持 两千五百万的价格 摇摇头 故作仁慈地说道 德川大鸟听着这话 拳头顿时就捏紧了 忍不住在心里咆哮道 那他娘的是窝国百姓 狗皇帝 说话能不能考虑下我的感受 真把窝国当成你家的了 妈的 等这几个月拖过去 非得让你知道装逼的后果 心里骂得厉害 但表面上德川大鸟 却只能恭敬地拱拱手 不敢反对 这大明皇帝 明知道他是在拖时间 却一点不在乎 显然是看不起窝国 好好 看不起我等最好 很快你就会知道 什么教下课上了 好 那就多谢大明皇帝陛下 祝我们两家能够摒弃前嫌 永享太平 谢 李晨背着手 微眯了下眼 有些好笑的摆摆手 先别急着谢 这只是你们赔偿大明的钱 那德川秀中 作为你们德川家族的老族长 身份高贵 若是要赎他回去 得加钱 也不多要 一百万两白银 外加窝国美女五千 正好咱这叫方思缺人 同意的话 就连带着银子 一并运来吧 咱只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 若是一个月后 咱看不见银子和美女 那这老货 咱也不会留着浪费口粮 直接切片 丢接上喂狗 可懂 死 德川大鸟 只感觉胸中的火气 蹭蹭地往上走 这话说的 当真是脸都不要了 一百万先不说 五千名窝国美女 冲入教方司 你把窝国当成什么了 大明皇帝陛下 这要求 怕是有点过分了吧 我们岂能送自己百姓 过来为戒 你这是在侮辱我们吗 窝国虽小 但也是有脾气的 若真这么行事 下面百姓会如何看待 德川家族 怕不是分分钟就有人造反 瞧你这话说的 咱怎么会侮辱窝国 咱只是单纯地看不起罢了 你若是不服气 大可以拒绝 正好京城内流浪狗不少 想来那老货细皮嫩肉的 肯定很受欢迎 李晨瞧着火气 有点大的德川大鸟 脸上没有丝毫变化 手一摊干脆地说道 旁边 一直憋着没说话的文官们 听着这如同流氓一般的语气 也是纷纷低头不忍直视 哪怕是逢阴此时 也只感觉嘴角抽抽 这位陛下 当真是不拘小节啊 你这是在危险 贵国作为天朝上国 岂能如此做事 就不怕被周围的附属国耻笑 德川大鸟 什么时候受过这等羞辱 捏着拳 眼神都快冒火了 自从德川家族掌控窝国后 还从没有人敢这么侮辱他们 简直就是把窝国的脸 给丢地上疯狂践踏 谁耻笑 谁敢耻笑 正好朝鲜君王在咱这做客 要不咱把他请来问问看法 若是他觉得不妥 咱立马取消这个要求并道歉 李晨撇了撇嘴 似笑非笑地说着 你窝国在周围堂口眼里 是个什么玩意 你心里没点逼数 信不信我这么做后 全是拍手叫好的 你 你 这等要求 我不可能同意 窝国也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 李晨霸气策露的话 让德川大鸟极为语色 这皇帝都他娘的不要脸了 他实在是没啥办法 憋了半天 也只能强硬着表示拒绝 无所谓 反正咱只是通知你 你们若是愿意 送钱的时候 一并把东西送来就行 若是不同意 一个月后 菜市口切片喂狗 至于户部侵犯契约 等你们送来前后 就可以签署 现在 你可以滚蛋回去报信了 李晨懒得再废话 直接下了最后通牒 说完也不管德川大鸟想再说什么 挥挥手让侍卫将其赶出 他怕再说下去 会忍不住动手掏刀子 等到德川大鸟被赶走 李晨看着周围安静的文武百官 这才朝着毛文龙招了招手 今天这事就先这样了 马爱卿 你到偏殿来一下 还有张怀也过来 其他人就该干嘛干嘛去 说完李晨就溜了 先一步赶到偏殿等着 不多时 随着王承恩将两人带入偏殿 李晨让两人坐下后 这才开口 都说说吧 你们对于窝国此举 有什么看法 看法 张怀和毛文龙对视了一眼 随即张怀上前一步拱了拱手 陛下 陈和你的看法一样 这不过是窝国的缓兵之计 这次窝国损失不小 他们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花钱求和肯定是为了更大的图谋 张怀说完 旁边还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毛文龙 眼睛一亮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李晨点点头 随即走到地图旁指了指 窝国想干啥 其实都不重要 反正想要和谈 就得掏钱 最坏的情况 无非就是 这群小矮子在几个月后 单方面撕毁合约 所以 毛文龙你的担子 就有点重了 虽然现在朝鲜已经归入我大明之首 但你依旧需要面临 黄太极和窝国的双重压力 窝国虽小 但人口不低 其战争潜力 绝非黄太极能比的 咱估计 他们国内保守 还能动员30到50万人 你手中的东将军虽然善战 但总人数不过5万 且连番征战下检员也不算少 若是被加击压力定然很大 所以 咱决定抽掉全部的七家军 助你防守朝鲜 另外 墨加贡献的神火冲 也会在第一时间 列装到你的部队 你要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 要以最快速度 在朝鲜构建起 能够防御两线敌军的攻势 李承并不会因为不喜欢这些小矮子 就看清他们 这个地方的人 远比黄太极更加疯狂 一旦决定开战 那必然是全国动员 考虑到 他们已经在福州地区吃了大亏 短时间应该不敢在沿海而下 最大的可能 便是联合黄太极 吃掉朝鲜这个地方 所以 毛文龙现在的压力很大 稍不注意 就有全军覆灭的风险 陛下放心 这些小矮子 要是赶来末将保准 让他们躺在地上 朝鲜北侧有鸭绿江天险 四周又有大量的山地作为掩护 给末将几个月时间 定然将其打造得和铁桶一般 毛文龙默默听完 脸色并无多大变化 作为统领一军的将军 哪怕局势确实很严峻 他也不可能漏欠 更不用说 这是虽然的确很危险 但同样也是 他晋升的契机 打好了 国公之卫八成跑不掉 嗯 对于你咱是放心的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除了直接支援 你的七家军 郑之龙和许兴素 也会带领水军 在周围训练警戒 包括上方的辽东军 金银等 都会继续对皇太极施压 所以 你只需要守住朝鲜这一地 便是大功一箭 李晨相信 毛文龙肯定能看出 这朝鲜在未来几年 必会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 哪怕他不说出来 自己也得给他足够的信心 整个大明未来几年 都会以东将军为基础 展开所有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 只要毛文龙能守住朝鲜 那窝国和皇太极 便是秋后的蚂蚱 蹦打不了几天 嘿 有陛下这话 我就放心了 我是个大老粗 文周周的话 我不太懂 但就一句 只要东将军内 还有一个能喘气的 不管是皇太极 还是窝国这些小矮子 都别想占领朝鲜 毛文龙轻吐了口气 看着自家陛下 单膝跪了下去 抱着权狠是严肃 有整个大明在背后支撑着 他毛文龙 还真不信这小矮子能翻天 毛文龙的事 说到这就差不多了 李晨这才将目光看向张淮 张爱卿 你真不愿意去朝鲜待着 本来按照咱想的事 准备给你封一个朝鲜之府 让你去负责朝鲜的整体事务 包括朝鲜本地守备军的组建 但你执意不想去咱也不想勉强 所以 你真确定去大同 张淮本 就是在朝鲜待了许多年 对那边非常的熟悉 大明内 应该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了 李晨是真想 把他丢过去干活 陛下 朝鲜有毛将军助手 定然无忧 再者 我纵横一派 还是喜欢活跃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 黄太极和窝国和我大明乃是死敌 并无多少活动的空间 倒是这蒙古有一定的几率 可以将其收下 这不 为了更好地为陛下服务臣 才决定去大同 当然了 若是陛下 有需求臣也可以去朝鲜 我这人老实 都听陛下安排 张淮笑了笑 拱着手很是客气地解释道 他倒是无所谓 只要能入朝 以他的本事发光 是必然的 去哪都行 嗯 那还是去大同吧 正好那边也需要有人负责护士的调控 话说 你应该能看出 这羊毛贸易是干啥的吧 李承文言 摸着下巴想了一会 最终还是摆摆手 决定让张淮去他想去的地方 顺带 他也有些好奇 这张淮能否看清这羊毛交易的内幕 以前不太懂 不过现在 倒是能摸到现门路了 这应该是绝户计 用钱来控制住蒙古 并让他们失去作战的能力 不得不说 陛下对人心的把控确实非常强 羊毛吗 他来到大明后 详细调查过这段时间 大明的所有政策 尤其是大同方向的事 他更是关心 经过长时间的打听分析 他几乎可以确定 这是一个绝户的计划 是基于整个大明国力所施展的手段 到底是纵横一派的 别的不说 眼光确实不错 这的确是绝户计 为的就是彻底解决 蒙古对中原的威胁 既然你知道 那就好好干 总之一句话 从现在开始大明 可以将除火器以外的所有东西 交易给蒙古诸部 不管是铁器还是食盐 又或者茶等其他物件 全都敞开了供应 一定要让蒙古诸部的头领 都喜欢上咱大明的奢侈品 另外 要多多换取战马 补充军队 哪怕价格高点 都无所谓 反正这蒙古赚的钱 最终都要通过护士回来 李晨见其果然能看出 这个计划的目的 不由的面露笑意 除去那些儒家废物 大明的底蕴 还是够深的 天下人才何其多 若非儒家之前一直把控朝政 大明又岂能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是陛下 臣知道了 这蒙古已经是案板上的鱼肉 迟早的事 只要蒙古一死 那皇太极可就失去了一大助力 早晚也得死 继续加码吗 张怀吐了两口气 立马懂了 这真是要借用大明的体量 活活玩死蒙古的节奏 估计蒙古到死 都不清楚 自己是怎么没的 毕竟以他们的理解 大明放开贸易 那是对他们的加强 却不知 越是交易 死得就越快 又闲聊了一会 李晨便让两人速速准备 尤其是毛文龙这边 必须要尽快返回朝鲜 窝国玩这么一出 指不定憋着什么 包括七大光他们 也得速速前往朝鲜住房 等到两人离开 重新收回嘴皮子的朱油简 赶紧端着茶喝了几大口 太祖 没什么问题吧 窝国这是狼子野心 绝不能轻视 要不干脆先把他灭了 朱油简学了这么久 也算是有了点识人的能力 知道这人越是隐忍 就越有可能图谋大的 本着将危险扼杀于摇篮 他总感觉 直接灭了窝国更好 暂时不用 窝国虽然战争潜力 比黄太极更大 但岛国的地理环境 既是安全的保障 也是对他们的限制 而且 他们家可没太多资源 尤其是铁 真搞出几十万人 估计连布甲都没办法筹齐 只要神火冲能够快速列装 来再多 那都是送人头 稳着来吧 大明最难受的时间已经过了 区区几个小堂口 蹦打不了几年 李晨笑着安慰了下猪油简 让他不用着急 主动出击这事 李晨也考虑过 但这窝国的地理位置 确实有点麻烦 而且现在大明军队不易乱动 反正早死完死的区别 没必要这么着急 几日后 毛文龙正式告别了家里人 带着大玉儿和海澜珠 返回朝鲜 本来他是不打算带上大玉儿 但想了想 还是带上了 一来继续吸引皇太极的注意力 二来也是担心 沈丫头身体不好 这大玉儿脾气也有点大 搞不好会出问题 还是让他自己 先带身边管着吧 不光是他 已经在京城休整一年的 各军将领们 也纷纷启程 外敌未灭 他们在家睡得也不舒坦 还是在军里待着 更加放心 而随着时间 来到了三月中旬 这天 宋印新府门 上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陛下 你怎么来了 接到通知 慌忙跑出来的宋印新 看着从门口进来的 朱有俭 神情有些奇怪 他还真没想到 陛下会有一日登门拜访 说不心慌 那肯定是假的 爱卿不用多理 今日朕就是来看看 顺带找莫如玉聊聊 说来不怕笑话 朕是来问那烧水驱车之法 朱有俭见宋印新很是紧张 笑着白白手 直接开门见山的 道明了来意 王承恩所负责的公路铺设正在火热推进 铁路的修建也同样迅速 尤其是到了今年 公布的铁产量又翻了一番 按照计划 今年将完成连接大同和辽东两个方向的铁路 虽然烧水驱车还不知是否可行 但至少用马拉式肯定可以的 在铁轨上滑行速度和效率都能提升不少 莫如玉啊 他在 我这就让人去叫他 原来陛下是来找莫如玉的 宋印新这才松了口气 赶忙点点头 看来陛下是相当重视这烧水驱车之法 就是有些奇怪了 这法子不知陛下到底是从哪听说的 墨家研究出那等东西后可没有外传 难道是锦衣卫 试了试了 估计也只有那锦衣卫 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掌握天下秘密 带着朱游捡进到了客厅 很快 莫如玉就被叫了出来 莫如玉见过陛下 对于陛下的突然到来 莫如玉也有些诧异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行了一礼 他现在已经是大明的臣 规矩还是要准守的 嗯 莫姑娘待着可还习惯 你的伯爵府正在修建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住进去了 若是有什么需求 可随时和朕说 朕尽量满足 瞧着眼前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妹子 朱游捡笑着点了点头 他对于莫如玉还是挺有好感的 莫家虽然在思想上和的皇权 有着不小的矛盾 但他们所追寻的理想 哪怕是他这个帝王 都有些新生向往 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一个美好且人人户爱的世界 除了不太现实 基本没啥缺点 谢陛下 我其实只需要 有个搞研究的地方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并不怎么在乎 对于朱游捡的大气 莫如玉则是干脆地摇了摇头 他又不是贪图享受之人 加入朝堂也不过是为了给莫家找个出路 再者 他现在已经有爵位在身 哪能贪得无厌 这就见外了 不过朕还是很开心 看到莫家能做出改变 世间两大险学已经废了一家 朕不希望两家都废了 好了 说正事吧 朕也不卖关子 今日前来就是想问问 把烧水驱车之法 相信你也知道 公布正在大力研究这东西 但效果并不算好 听闻你们莫家内有这等技术 故此前来疑问 不知莫姑娘方便否 朱游捡乔卓莫如玉 还是有些拘束 也不好表现得太过主动 想了想 干脆将自己的来意 直接讲了出来 他清楚 莫如玉现在肯定还没有完全相信朝堂 这个没办法 只能是慢慢来 烧水驱车 听着这四个字 莫如玉顿时眉头微皱 他已经入职工部 又借宿在宋颖新家 自然清楚 公布的几大项目 光是去年公布消费在这上面的经费 就高达四百万 进度的话 只能说一般 估计还需要好几年 甚至十年 才能勉强搞定 毕竟莫家可是研究了近三百年 才将这东西勉强实用 陛下 你可知这烧水驱车之法 会带来什么吗 莫如玉沉默着寻思了很久 好半天 才重重吐了口气 转头问道 带来什么 听见这个问题 朱尤俭顿时愣了愣 这不就是个运货的工具 交通便利 各州府之间能够紧密连接 并最大程度减少转运粮草的损耗 想了一会 朱尤俭缓缓缓开口 把他能想到的讲了出来 这事都是之前他和太祖聊天时 所听见的 确实 这技术能够让交通便利不假 但还有一层陛下没有看见 上上上一任巨子 在完善这烧水驱车之法时候 就做出过预警 称这法子 必然会引起天下格物之道的变革 甚至是改变战争的走向 若是使用不当 会造成天下生灵涂炭 死伤无数 所以 莫家在完善出第一代可用的烧水驱车之法后 便将这技术封存 以防止落到有心之人手里 莫如玉听完 暗暗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补充道 若只是 让交通变得便利 莫家早就将其拿出 造福百姓 可是 这技术远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若是结合火器 能发挥出何等战斗力 他根本不敢细想 这 听着莫如玉说的 朱尤俭有些不太明白 这些太祖都没有和他说过 但看莫如玉的样子 又不像是开玩笑 不由得心里一紧 早知道今日就不偷偷跑出来 还是应该把太祖带上 现在好了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好在朱尤俭也聪明了些 知道再聊下去 要露线赶忙转移了话题 莫姑娘说的 那都是以后的事 再者 这天天打仗死的人 也没见少 正好奇的 还是这烧水驱车之法 到底要如何运行 实不相瞒 正是从我哥口中知道的这件事 我哥喜欢玩木头 所以魏忠贤搜集天下奇书送给了他 而在其中某一残本上 有过这技术的相关介绍 但其内容丢失大半 我哥尝试着修复 也没有太多头绪 朱尤俭小撒个谎 把事往死去的朱尤孝身上 一丢算是完美必还了 反正人都死了 没人知道他说的真假 旁边的莫如玉 听完挑了挑眉 很是诧异地看了朱尤俭几眼 那陛下的眼光确实独到 只凭借残本 就发现这技术的价值 还投了这么多钱到这个无底洞中 至于这烧水驱车 其实没陛下想得那么神秘 跟我来吧 说着 莫如玉就招手示意朱尤俭跟上 宋印星很识趣 没有跟着去 朱尤俭见状 也只能带着王承恩和两个侍卫 跟在了莫如玉后面 七拐八拐后 前面已经能瞧见府内的扇房 瞧着房顶的吹烟 似乎正在煮着东西 进来吧 陛下想知道的都在这了 莫如玉推开门 笑着招了招手 这下轮到朱尤俭 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他是来看烧水驱车的法子 可不是来吃饭的 还是说 这宋印星的府上 有暗藏的密室 但也不应该啊 自从宋印星上次出事后 府上的锦衣卫 已经翻了好几倍 若是有密室 早就被锦衣卫发现了 有些摸不清门路 朱尤俭定了定神 不动声色地跟着进了厨房 左右看了看 确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陛下 所谓的烧水驱车原理 非常简单 你看这灶台上 现在正烧着的水壶 说说看 陛下你瞧见了什么 莫如玉也没卖关子 等到朱尤俭进来 随即抬手 指了下灶台上 正烧着的水壶 顺着莫如玉指折的方向 朱尤俭看了过去 只见灶台上 一个铁制的水壶 正被烧着 上面的壶盖子 还在不断蹦跌 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睡 烧开了 其他的震煤就没瞧见了 朱尤俭盯着 看了好一会 摇摇头说道 这不过是普通的水壶 普通的灶台 和那技术能有关联 嗯 那就对了 所谓的烧水驱车之法 就和眼前这烧水 没什么区别 下面是煤炭 通过燃烧罐里的水 产生水雾 当水雾达到一定程度后 就能将盖子给顶起来 烧开就对了 莫如玉只向那盖子解释道 只是这话 让朱尤俭听得直接歪头 什么意思 盖子被顶起来 和那技术 有什么必要的关联吗 眼看着朱尤俭 还是有些迷茫 莫如玉左右 看了看一溜烟跑了出去 不多时 又带着几个零件跑了回来 其实再说简单点 想要驱动车自己跑就 必须要有力的存在 像我们现在的马车 便是靠牲畜提供的力 莫加上上上任巨子 在烧水的时候 看着这不断跳动的盖子 突然有了个新的想法 既然这水雾 能够将盖子给顶起来 那要是体积够大 会不会能够带动 整个车子往前走 就如同河上的水车一般 只要有流动的水 便可以不断转动 莫如玉一边换了个简单的说法 一边将手中的物件 给套在了水壶上 他手中的零件并不复杂 就像是两块铁 中间有可活动的轴承 在莫如玉的一番操作下 随着盖子的跳动 下方的轴承 开始艰难地往上顶了起来 在连接处形成完整的转动 陛下请看 若是将这轴承 连接到轮子上 那只要这水壶的动力够大便 可以驱动轮子转动 这便是烧水驱车之法 有了这零件 看起来就直观多了 朱尤简总算是明白 莫如玉口中的意思 原来这所谓的烧水驱车之法 真就是烧开水呀 利用水壶的作为动力 这莫家巨子的脑子 还真是有些天马行空 原来如此 没想到这烧水 竟然还有这等用途 不过这一听 就需要大量时间来完善 你们莫家已经搞定了 听着确实不复杂 但细想的话依旧很困难 需要很多时间来完善 莫如玉耸耸间 点了下头没有否认 我们莫家历经几代巨子的研究 也才勉强完成 且体积远比陛下所想的 要小伤很多 只能承载一到两人 若是要让这物件 在铁轨上跑起来 还能拖运大量的物资 肯定还需要扩展和研究 铁 钱 人 时间 全都需要 莫如玉摆着手指头 一样样算着 这东西 哪怕是莫家研究起来 速度都很是缓慢 除了需要从头摸索以外 更多的还是金钱的匮乏 太贪娘的费钱了 嗯 朕清楚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 莫家愿意将此技术 交给朝堂吗 当然 朕也不会白拿你们的 只要能把这东西给完善好 朕可封你为世袭侯爵 需要时间和钱倒是没什么 太祖早就已经说过 现在的关键在于 莫家到底愿不愿意将东西拿出来 我 这是 我需要回去问问父亲 烧水驱车之法 我也只是知道原理 具体要怎么做并不清楚 至于父亲愿不愿意给我就真不知道了 莫如玉听见这话 心里也有些乱 在莫家 这烧水驱车之法 被那最初那位巨子下了死命令 除非继承巨子之位 否则绝不能接触到核心设计图 而他那老爹又是典型的保守派 八成是不愿意和皇家合作 这样 那行 朕立马派人送你回去 不管你爹愿不愿意 朕都算欠你一个人情 当然了 若是你爹不给 朕希望你能够参与到这物件的研制中 不就是慢几年 朕有钱有人有时间 等得起 要去问当代巨子吗 朱友简捏着下巴 寻思了一会 最终吐了口气 表示没问题 他还就不信了 这巨子的女儿都已经入了朝堂 他还能真在家里钓鱼 好 那我尽量去劝 至于人情就算了 我只希望 这事若是不成陛下 不要怪罪于墨村 他们 其实都是好人 墨如玉听见这话 苦笑着摆摆手 人情什么的 他可不敢要 只求他入朝这事 别成为祸事就行 你真当朕是那暴君不成 就算没你们墨家 朕还有徐光启 有宋应兴 有公输家 更有公布上百名能人议事 以及能功巧将 现在的大明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一百万不够 那就一千万 一千万不够 那就五千万 只要钱到位 朕就不信他们搞不出来这东西 墨家同意与否 都影响不了结局 朕不会行那巧夺之事 也不会威逼你们 拿出这技术 有一位老者给朕说过一句话 朕一直记着 那就是 真正的皇帝 就是要让人心甘情愿地追随 若是你们不喜欢朕 那就代表 我等不是一路人 既然不是一路人 朕绝不抢求 大家一起走 朱有俭 已经不是毛头小子了 自然能听出 莫如玉的担心 说实话 他现在还真有点生气 他朱有俭 乃是皇帝 岂会这么小心眼 墨家若是真不愿意 附佐他 那他绝不抢求 他也是要面子的好吧 既如此 陛下一言九鼎 可别十言 我会立刻回去 和老爹商量 若是不成 我自会入公部 参与到这项目中来 十年内 定然能有所成 似乎是看出了 朱有俭有些不开心 莫如玉涂了土舌头 有些尴尬地笑道 作为聪明人 他清楚这话 定然会让陛下不喜 但没办法 家里那些老顽固 他是真没把握说动 万一惹急了陛下 那对于墨村来说 绝不是什么好事 还是先把事情说清楚 免得到时候 两头不是人 大半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速速派人送墨姑娘回去 若是墨家巨子不愿意 绝不能动粗 朱有俭摇摇摇头 也懒得在说什么 转头便让王承恩来负责此事 是 黄爷 奴婢这就去办 王承恩拉着张老脸 神情很是不愿 在他看来 这墨家就是在唇装逼 也就是自家皇爷 心肠太软 但凡换成红武爷 早就把墨家全村抓来了 当真是有些不知好歹 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上 随着天气解冻 草原上的珠布 也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 大量的羊群被放了出来 自由地在草地上啃食着 守着羊群的牧民 看着越发壮大的羊群 嘴角也都适合不拢的笑意 这可都是钱啊 而此时的科尔庆布吐械图汉奥巴 我查了半天 好像是这货 若是没对 就当他还没死吧 则是看着手中的两封信 眉头紧皱 这两封信都是海兰朱写来的 第一封有点久了 是去年写过来的 上面主要是说自己过得很好 同时为毛文龙牵线 希望能够得到科尔庆布的支持 但当时黄太极势头不差 奥巴选择了观望 而新的一封是前两天才送来 这次内容多了有关大悦的事 并再次希望他这个当父亲的 能够早日做出决断 哎 巴达里 你说这是要怎么搞 海兰朱和大悦都已经被名皇帝 送给了毛文龙 现在毛文龙要求我们科尔庆布 传递有关黄太极的情报 虽然不是强制要求 但这威胁的味道可明显得很 奥巴思索了许久 最终看向了下方作者的大儿子 听着奥巴说的 巴达里脸色同样不太好看 黄太极到底在搞什么 科尔庆联姻的可都是嫡出 结果现在倒好全给了毛文龙 傅汉 这事还真不太好琢磨 本来以为这大明已经是日落西山 结果谁成想竟然腰了起来 黄太极连吃了几次大亏 虽然兵力还在 但显然是处于劣势 沈阳没了两次 赫图阿拉没了一次 鬼知道下次是不是就要死地上 怎么看 我能怎么看 他娘的 这是当真是两头为难 唉 大明立起来后 定然是要灭了黄太极的 我等作为最早追随黄太极的部族 很有可能会成为大明的眼中钉 若是黄太极真败了 那我们可挡不住大明的冰锋 瞧着自家儿子两句话 放不出个屁来 奥巴白眼一番有些无语 但他也知道 这是确实不太好处理 现在 科尔庆已经被毛文龙通知要求投诚 若是不搭理 那可就绑死在了黄太极的战车上 要以往 这自然没啥 但就现在这局势 还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汉家有句老话叫做 不能把全部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 我总觉得 黄太极这车不太稳 要翻 所以 我还真打算和明朝那边恢复恢复 奥巴摸着胡茶 半想才压低了声音说道 他已经观察许久 作为清朝的盟友他很清楚 黄太极现在的情况 说实话 真有种药丸的迹象 呃 富汉 你确定 要是让黄太极知道我们私通大明 怕是要出大事 黄太极能不能打赢明朝我不知道 但打我们肯定轻轻松松 这是 我觉得要从长记忆 巴打里听着自家老爹说的 嘴角有些抽搐 黄太极可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 典型的笑面虎一个 尤其是在这敏感时期 若是让他知道 自家和明朝暗通往来 八成要被杀鸡儆猴 说得好像明朝就不能随便灭我等一样 夹缝生存 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在赌 赌输了就得死 奥巴却是丝毫不在意自家儿子说的 墙头草虽然有些让人不齿 但却是弱者生存下去的必备要领 若是黄太极真的不行了 那自家总不能跟着陪葬吧 可尔沁可不是什么小部落 那么多人都指望着他这个汉王保护 这 罢了 富汉你决定吧 巴达里捏了捏拳半想 才摇着头 没有多说什么 他脑子本来就不太好使 听富汉的就行 只要你觉得没问题 那我就支持 行 那这样 从现在起 由你来负责大同方向的贸易 想办法和卢相声取得联系 毛文龙距离有点太远 我们若是和他联系 容易暴露 对了 以后每个月给黄太极的钱再加 一成 奥巴点点头 寻思了一会 这才咬牙下的决定 搞 总得给自家留一条后路吧 眼下他两个女儿都在毛文龙那里 也算是和大明有了些关系 若不用起来 岂不可惜 卢相声吗 好 我知道了 巴达里听完 拍了拍胸 表示没问题 借助贸易和卢相声联系 肯定要比去找毛文龙更加安全 就是富汉这最后一句 让他心情更糟糕了些 又多给黄太极一程 他娘的 这黄太极 当真是趴在他们身上吸血 科尔卿暗中的变化 并没有引起黄太极的注意 他现在的重心 全在和窝国的联盟 以及火炮攻防的搭建上 随着窝国那边 将打造火炮的匠人 全部送来 黄太极立刻让范文成 启动火炮的研制 他已经有些等不及了 最近和明朝作战的连番势力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明朝装备了大量的火炮 野战还好 若是坚守阵地 当真是难打得要死 所以 搞出满清自己的火炮 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范爱卿 之前买来的那些火炮 什么情况也都知道 射程上比起明瞒子手中的 差了不少 所以 你这首选要提升的 便是火炮的射程 只有在射程上超过了明瞒子 我们才能在战斗中 掌握绝对的主动 大仗内 黄太极一脸严肃地 朝着范文成说着 自家的财政并不理想 搞这个火器攻防 已经是在掏家底了 若不是被明瞒子 逼到这份上 他还真有点舍不得 主子 有件事 你可能还不知道 根据巫国传来的最新消息 那些红毛鬼 已经切断了火器船只的贸易 我们很难再获得海外的火炮技术 只能是靠我们自己研究了 超过明朝火炮的射程 范文成邓卓眼神情很是为难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明朝的火器发展了这么久 才有着战力 我们家这一穷二白的 要啥啥没有 想要直接超过明瞒子 你觉得可能吗 心里吐槽得厉害 但嘴上范文成 只能是尽可能地解释着 为何 那些红鬼不是价格合适 都能把自家老母卖了 有钱不赚的 黄太极一听 红毛鬼那边切断了贸易 神情很是震惊 他还真不知道这件事 不由地坐直了些 紧皱着眉头 本来按照他想的 这海外可是他获取技术的重要渠道 结果眼下你告诉我 渠道没了 主子 这不用想 肯定是明瞒子搞的事 据说明瞒子花钱 把红鬼在东南亚地区的舰船 全部买下 其溢价幅度超过了五成 唯一的要求 便是要切断和窝国 以及我们之间的贸易 这么大的利润 我们想要和红鬼交易 怕是有些难了 为啥 还能为啥 这他娘的 用屁股想都知道是明瞒子在搞事情 范文成轻吐了口气 耐着性子解释着 等到话说完 就瞧见黄太极的脸色由红变黑 抓起旁边的水杯 就想要往地上摔 但举了半天 黄太极最终还是忍住了 这可是永乐年间的杯子 太贵 又是明瞒子 有钱了不起啊 他娘的 就那明瞒子的败家速度 迟早得没钱 一点都不知道节约 黄太极承认自己 是真的酸了 自从那明瞒子 换了皇帝后 这种感觉 他已经有了好几次 就感觉那明瞒子的钱 仿佛用不完一般 又是修路 又是造军备 又是阔军 现在还有钱 去把红鬼给包了 就他娘的离谱 试试 主子说得对 就那小皇帝的花钱速度 估计撑不住多久 那眼下之事 你看要如何处理 毕竟短时间内 想要单靠我们 完成新式火炮的研制 说实话 真有点难 这不光是钱的事 更是人的事 就算是倭国工匠 比起明瞒子的 也差了许多 范文成怂怂间 对于皇太极的愤怒 并无多大出动 他很清楚 那明朝皇帝的钱 是从哪来的 汉家这么多年的积累 其民间白银的持有量 压根不是皇太极 这个穷逼能够想象的 那是真的富啊 继续研究 既然别人靠不住 那就拜托犯爱亲你了 只要能搞出好的火炮 我们就能入主中原 到时候 这国公和丞相之位 定然是你的 怎么办 皇太极黑着脸 想了好久 只能是将目光 看向了范文成 作为满清文凭 最高的几人之一 必须上压力 啊 奴才并不太精通 格物之道 不敢保证 能一定做出 超过大明的火器 要不还是让孔眼直来吧 他不是老说 儒家包罗万象 这正好是证明 他家价值的机会 操 范文成差点没骂出声来 老子尽心尽力干活 你还要压力我是吧 不行 这件事 他绝不能答应 他可是清楚 这皇太极有多才名 要是花了钱 没搞出效果来 怕是能把他 砍了当夜狐 范爱卿 这里就我们两人 朕也就不卖关子了 那孔眼直 并无大才 要真让他负责这事 估计得竹篮 打水一场空 你是范仲淹的后人 又保读各种书籍 算是大清国内 最全面的人才 只有你才能 顶起这担子 让我大清国 走上巅峰 所以这件事 必须你来负责 朕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一年内 朕必须要看见效果 孔眼直 算了吧 那就是个小垃圾 渔民是个好手 但这格物之道 怕是杀了 他都没法搞定 留给大清国的时间 可不多了 若是无法在今年 重新掌握主动 想要入住中原这时 估计就只能是个梦 我 你 陛下 这真的太 范文成 瞧着黄太极 已经开始耍赖 只感觉脑门一阵疼 这么压力 老子有意思 还一年 你当那是白菜啊 种地里就能长出来 范文成 当真是想要骂娘 只是看着黄太极 那副 你敢继续 逼逼就动刀的表情 忍了半天 最终只能是 摇着头拱手的 奴才 领旨 等到从帐篷内出来 范文成看着头顶的太阳 只觉得灰暗无比 他总感觉自己的生命 进入了倒计时 一年时间 这想想都没什么可能 你 去把小鸟军请来 就说 我有要事商谈 请他务必来一趟 站在帐篷外 晃悠了友谊会 范文成这才吐了口气 招来站岗的小兵吩咐道 就这是光靠他 肯定是不行的 必须要再找个人 来分担下风险 窝国之前 长期和红鬼有贸易往来 论火炮的打造 肯定是要比满清更强 只要能让他们负责技术 哪怕最后没搞出来 那也是窝国的问题 另外 冥蛮子那边 肯定是要封锁技术 范文成思来想去 这唯一的突破口 还是在那些红鬼身上 没记错的话 冥蛮子的佛朗机炮 就是从红鬼手中的炮衍生过来的 这些红鬼手中 未必没有更加先进的火炮技术 至于封锁 哼 冥蛮子的海军 现在就是个摆设 还能挡住 红鬼走私不成 无非就是价格上的问题 而想要和红鬼谈 这窝国自然是最适合的 想到这 范文成又咬牙去了趟库房 从里面提了五千两白银 这些小矮子谈得厉害 要让他们动起来必要的好处 肯定是不能少 五千两虽然有点多 但相信黄太极肯定能够理解 不多时 范文成的帐篷内 小鸟军如约而至 小鸟军大驾光临 我这是蓬壁生辉啊 来来来 坐 听闻窝国那边也有查到 我这有珍藏的好茶 请小鸟军一品 坐在主位上的范文成 见人已经到了 赶忙站起来 招呼了一声 说着 又朝旁边招了招手 让他的小妾端着茶凑了过去 又夕 早就听闻明朝的好茶奶 世间一绝 范先生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请 小鸟军面露笑意 心情很是不错 这几日可是相当的快活 作为窝国驻清的特派使者 所受到的待遇 几乎只在皇太极之下 虽然满清是有些贫瘠 但上层的生活 还是非常不错的 看着眼前这送茶的美貌小妾 小鸟军已经有些忍不住搓起了手 几杯茶下肚 范文成这才放下茶杯继续说道 小鸟军 今日请你来 主要是有事相求 还请小鸟军 一定要帮帮我 范文成没有多磨叽 而是开门见山的 直接请求帮忙 正喝着茶的德川小鸟 看了范文成一眼 咧嘴笑了笑 果然有事 范先生这话可就过了 我们两家乃是盟友 互相帮衬 那是应该的 但我只是一使者 太难的事 我也做不了主 不如先把事情说出来听听 若是我能帮上 那定然不会推辞 不会推辞 范文成暗暗翻了个白眼 老子信你个鬼 可 其实不算多难 主要还是 这火炮的事情 现在红鬼那边封锁了交易 我们想要大规模制作火炮 就只能靠自己 名蛮子那边的火炮 在射程上有了一定突破 若是想要和其交战 那我们的射程 也绝不能差了 所以 我希望窝国能把技术共享出来 我们两家一起研究新式火炮 轻吐了口气 范文成快速将他的想法讲了出来 德川小鸟默默听完 神情并无多大变化 火炮啊 原来是这个事 说起来 现在德川加光 也在头疼这个问题 红鬼那边不做人 直接切断了贸易 这对窝国的影响 不可谓不大 虽然窝国手中 有一定的技术储备 但多少是有些过时了 眼下范文成希望两家共研 从原则上来说 这是肯定是可以的 但问题在于 满清这头 有个勾巴技术 说是共研 但主力不还是他们窝国 这不是纯大功 范先生 名人不说暗话 窝国在火器上的技术 其实也就那样 就算我们两家联手 想要赶上明朝 估计也很困难 再者 火炮这东西 只能用于守城 也占更多还是要看刀剑 有这柱炮的铁 还不如多搞些假咒出来 德川小鸟寻思一会 摇了摇头 先不说两家联手 能不能搞出来 但是这里面 需要耗费的物资 就不是小数目 再说了 就算研究出来 这火炮的杀伤力 也就那样 还能把几十万人 都搞没了不成 眼瞧着德川小鸟 不太愿意 范文成身手 指了指他座位的后面 钱财的事情 我们大清会想办法解决 贵国只需要提供 技术和人才就行 到时候成凭两家共享 绝不会让你们白忙活 对了 说起来我和小鸟军 这还是第一次私下见面 我特地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还请小鸟军孝呢 哦 听见这话 德川小鸟顿时转过身 瞧着身后的箱子 嘴角的笑意 立马又大了些 瞧你说的 当真是客气了 嘴上虽然说着客气话 但德川小鸟的手 却是一点不慢 将箱子稍微打开 顿时就被里面白花花的银子 给晃得有些花眼 借着烛光 他可以清楚看见 里面那满满当当的白银 保守估计有好几千两 这 都是给我的 哪怕是德川小鸟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这一堆的银子 给震惊到了 好家伙 这是要用银子砸死我的节奏 小鸟军为国出使 历尽辛苦 为了两国有意鞠躬尽瘁 这点小钱 乃是我大清皇帝陛下的 一点的心意 当然 这合作之势 也希望小鸟军 能够多多帮衬 若是能成令有重险 看着眼禅是吧 那就对了 若是还想要就老老实实 答应我的条件 你们倒是舍得 那火炮真有这么好 值得你们这么倾家荡产的去搞 德川小鸟拿出一块银钉子 放嘴边咬了咬后 这才摇头说道 他在这边待了有段时间 很清楚 黄太极是个什么情况 钱肯定是有的 但绝对不多 这么大手笔的搞火炮 就不怕破产 这就不是 你需要操心的了 你现在就告诉我 这钱 你要还是不要就行 都是爷们 敞亮点 哪那么多废话 你就说要不要就完事了 要不是黄太极 这个压力怪 压力老子 你当我愿意搞 说得好听是搞火炮 实际上 那是在搞老子的脑袋 要 送上门的东西 若是不要 岂不含了贵国皇帝的心 不过我这有个请求 也希望贵国能答应 有钱不要王八蛋 德川小鸟 眉头微挑 干脆地答应了 反正是你们家的事 破产了 也和我没关系 不过 作为交换 他也需要再多拿点好处 说来听听 范文成沉了下眼 好一会才点点头 示意德川小鸟直说 心里却人 已经不住骂了起来 这狗日的小癌子 不会是闲钱不够吧 他娘的 这么贪心 就不怕撑死 是其实也简单 你也知道我们窝国缺少铁 尤其是好的兵器装备 所以 我希望贵国能够为我们提供武器 当然了 东西 我们也不会白拿 会以高出成本一成的价格购买 火炮可以两家配合着搞 这没问题 但他也得为窝国拿点东西回去 黄太极这边虽然也穷 但至少还有几个露天铁矿 再加上之前从明朝截略来的技术 打造甲咒兵器 还是没问题的 就这 范文成愣了下 心里顿时卧槽一声 还有这好事 就这 只要贵国答应 火炮合作的事情 我来推动 绝对会以最快速度达成 德川小鸟笑着点了点头 眼下德川家光正在整备军队 武器缺口太大 要是能从满清这里大批量的低价购买 那可又是大功一件 好 那就这么定了 见德川小鸟不像是在开玩笑 范文成想都不带想地 手一挥答应了下来 好好好 这下不光能解决火炮的问题 甚至还能卖武器赚一笔 他要是拒绝 那就是脑子有问题了 行 那就等我消息吧 明日 我就启程返回窝国 一定会尽快促成此事 那就告辞了 啊对了 你这茶不错 我拿走去送给家主尝尝 德川小鸟笑容满面 见事情谈得差不多 推着旁边的箱子 就准备闪人 顺带还把范文成的好茶给拿走 这么多钱 足够他在家里 再养七八个小妾 果然 选择初始 是他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油水是真他娘的多 钱送了 茶也没了 等到送走德川小鸟 范文成坐在椅子上 轻吐了口气 只能先这样了 本来他还想聊聊 和红鬼的贸易问题 但想了想 还是决定先放一下 大清国的财政可不太富裕 想要和红鬼谈那 又得一大笔钱 还是先慢慢来吧 窝国这不是要买武器 正好赚点钱 然后再考虑红鬼的事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月 四月初 随着天气渐渐转热 京城皇宫内 朱有俭正抱着朱次郎 批改着奏折 今年开年后 朱有俭便明显感觉到 压力在不断减轻 甚至连续好几日 都出现了无事可做的情况 朝堂内部已经彻底卷了起来 加上锦衣卫的不断壮大 他的政令 已经能较为顺畅地传递出去 大明这破马车 总算是越来越稳了 太祖 卢向生来报 说科尔庆家族的汉王派他的儿子 偷偷和他见了几面 说是愿意和大明重建关系 并愿意为我们透露 皇太极的动向 这是我琢磨了下 会不会是皇太极设的陷阱 批改着手中奏折 朱有俭此时 也是心情不错的 和太祖聊着天 是少了 他的压力也小了 这睡觉自然是越睡越香 吃饭也能多干一大碗 肉眼可见的 他都胖了些起来 有可能 但可能性不大 毛文龙不是来了消息说 他让海澜珠写信给家里 让他们早做考虑 有可能是真准备为自己留条后路 坐在椅子上的王晨 翘着二郎腿 摇了摇头 当然了 虽然可能性不太高 但也不是没可能 反正留个心眼就是 那我让卢相声加强联系了 若是能掌握皇太极的具体动向 对我们也有好处 这样啊 朱有俭抹了八脸 表示明白 就先吊着呗 若真有用 再给奖赏也不迟 嗯 你让卢相声看着办就行 对了 马上就是六月 陕西一地的粮食 都准备好了吗 今年可别再饿死人 王晨无所谓的耸耸间 话题一转 挪到了陕西那边 这才四月 陕西的干旱 便已经显露了出来 连续两个月 一滴雨不下 当真是离谱的厉害 放心 田尔庚亲自盯着这件事的 包括魏忠贤 也都在暗中查访 粮草什么上个月中 就已经准备妥当 若是这个月还不下雨 就会立刻开仓救济 陕西啊 朱友简听见太祖问这地 也是眉头微沉 今年陕西的情况 的确不容乐观 是真不下雨啊 除了震灾的粮草 还得监查那些小官 你已经免除了陕西一地的赋税 需得防止那些官员 假借朝堂名义 向百姓收取钱财 只要发现有人敢如此行事 直接杀 对于锦衣卫和东厂 王晨还算是比较放心 虽然锦衣卫有些腐朽 但这两年下来也算是恢复了不少 重点是 田尔庚这货 现在压力很大 为了自己的脑袋 定然会认真办事 这我知道 陕西一地明面上 我已经派遣了法家的人过去 若是有人找死 那定斩不饶 朱友简听见太祖说的 赶忙开口表示自己 已做了准备 法家的人早已过去 那些官员最好别乱来 否则就等死吧 那就行 对了 墨家那边情况如何 这都两个月了 咋还没消息 翻了个身 王晨打了个哈欠 这才继续问道 上次朱友简回来 和他说了 和墨如玉聊天的结果后 王晨对墨家的兴趣 就更大了 烧水驱车听起来简单 实际上可一点不容易 墨家能够做到 在这一两人跑 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 蒸汽动力的基本技术 这可当真是 领先世界两百多年 还没消息 听说墨如玉和那位巨子 大吵了一架 唉 实在不行 就只能让公布自己来搞了 墨家呀 朱友简柔柔脑袋 神情很是无奈 那边貌似谈得并不顺畅 嗯 倒也正常 这是急不得 让他们内部自己琢磨吧 对了 通往大同方向的铁轨 是不是马上就要铺好了 一旦铺好 记得通知公布 将马车丢上去试试 对于墨家的固执 王晨虽然也有些无语 但表示理解 意识形态的转变 是需要时间的 慢慢来就行 反正没有火车 也有马拉的车 无非就是慢点 是 我知道了 太祖都不着急 那他朱友简 就更不着急了 他才二十岁不到 有的是时间的 正准备再聊点 其他趣事 突然 朱友简抽了抽鼻子 闻到一股尿骚味 低头一看 只见他的龙袍上 不知何时 已经湿了一大截 顿时 朱友简的脸就黑了 败家玩意 他这可是新定做的龙袍 四月 陕西大同 看着头顶的炎炎烈日 站在城墙上的张淮 忍不住择了一声 大明的天气 啥时候变成这样了 才四月就这么高的温度 关键是还不下雨 他记得 小时候这雨挺多的 来 吃面了 你说你 别人都是想办法往京城跑 你倒好直接往外跑 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来干啥 就在张淮看着天发呆的时候 后面 卢相声端着两碗油 泼面上了城墙 一边招呼 一边笑着说道 张淮闻着胃 赶忙转头 见是油泼面顿时眼神一亮 朝堂那地待着 没啥意思 想要建功立业 还是要到外面来 再说了 现在朝堂上 实在是太过混乱 如法莫三家 肯定要打得头破血流 我在那待着 容易被误伤 还是出来安全些 M 这油泼面 当真是香 正宗 张淮摆摆手 端着面碗蹲地上 抄起筷子就猛地 往嘴里刨 一边吃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 别人都想入京 和他有啥关系 真正的强者 那都是走别人看不见的路 那必须正宗 地道的陕西油泼面 随便吃 不够厨房还有 这地虽然穷 但陛下伙食开得好 吃饱肚子 还是没问题的 听着张淮说的这些 卢相声有些佩服 能够坚持本心 不被世俗迷惑 眼光长远 此子未来必成大器 那就多谢卢将军了 对了 正好我这有件事 要和你商量 是针对这蒙古的 我希望能早点做出成绩 还请卢将军 能够多多帮衬下 张淮哈哈一笑 手中筷子烧停 响了下压低了声音 他来这有一个多月了 基本情况已经了解 是时候干活 给皇太吉来点狠活了 哦 你要我怎么配合 说来听听 只要是我这方便的 都行 吃着面的卢相声笑了笑 点头示意张淮继续说 他本就接到了陛下的命令 让他尽可能配合 但凡不是太过分的 他这都能行 放心 不是什么为难的要求 再过几日 便是护士的大集会 我希望卢将军 能够通知蒙古部族 让他们派管事的人 过来一趟 我这有些新的安排 要和他们聊聊 顺带 也请卢将军 把手中最精锐的士兵 调拨三百人给我 别的不用管 主要就是帮我撑撑场面 其他的 就不需要麻烦将军了 张淮想了会 随即把他的需求 讲了出来 等到说完 卢相声忍不住 摸了摸下巴 听着到的确没啥 你是打算给这些 草原诸步的人 一个下马威 说实话 这些蒙古人 骨子里可不怎么好说话 小心别把自己 架着下不来 卢相声稍微寻思了一下 就已经猜到 这张淮要干什么 不由地开口提醒道 这张淮虽然很有才华 但毕竟还年轻 能不能压住场子 那可真不好说 卢将军放心 我办事心里有数 再者一群蛮一霸了 要是连他们都压不住 那我还谈什么建功利业 张淮听完也没生气 白白手很是自信 他心里早已经有了 一整套计划 也并不觉得 自己会被一群 大字不识几个的 蒙古打字给拿捏了 又不是儒家那些废物 成 既然你觉得没问题 那就按你说的来 我会去通知蒙古诸部 让他们派有地位的人 过来见面 你要的兵 我也会在这几日挑选好 行吧 见张淮如此自信 卢相声也没再拦着 点点头答应道 他倒要看看这张淮 准备如何折腾 而就在张淮 准备在大同大干一场时 另一边 窝国方向 德川家光 在听完德川大鸟的汇报后 整个人差点煤气炸掉 好一个大名 简直是欺人太甚 要钱也就算了 竟然还要人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 作为德川家族的组长 德川家光什么时候说过这等气 巴嘎 这大名欺人太甚 真当我窝国 没有还手之力吗 德川家光狠狠一拳锤打在桌子上 黑着脸大声怒骂着 旁边 德川大鸟躲得远远的 低着脑袋 深怕被误伤 这是别说是极为要面的德川家光 换成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得上火 要钱也就算了 竟然还要人 窝国要是真给了 以后还怎么在周围混 呼 大鸟君 你觉得那明朝皇帝 当真会如此行事吗 我父亲他 德川家光发了好一阵火 终于是慢慢冷静了下来 坐在地上 深吸了好几口气 这才黑着脸问道 作为一国之君 他当然不愿意答应 明朝这近乎无礼的要求 但奈何 他跌在人家手上 总不能真看着自家老爹 被切片喂狗吧 家主 这是我真说不准 但从我的观察来看 那明朝皇帝心狠手辣 乃是十足的暴君 做出任何事情 那都是有可能的 臣打听过 这小皇帝 虽然年纪不大 但手上已经沾了无数条人命 切片喂 那啥这事 他并非做不出来 德川大鸟听完 再次缩了缩头 想了好一会 这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对朱友简的感官 可并不好 尤其是在大殿上的时候 他当真是 从那小皇帝身上 嗅到了浓厚的杀气 也不知这小皇帝 这么点年龄 哪来那么大杀心 唉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弟弟在窝国那边 搜集了很多 有关明朝的事情 尤其是这明朝皇帝 杀心极重 听说他刚上位 就把朝堂杀了个人头滚滚 儒家也正是因为 他的上位这才被逼 不得不投靠黄太极 之前黄太极的儿子 豪哥被抓后 就被了切片 若是我不答应这些条件 那我爹怕事 也得完蛋 德川家光捏着拳 有些烦躁 若非是他老爹被抓 但凡换一个人 他都绝不会答应这事 老家主肯定是要救的 但五千美女 怕事不好弄啊 那毕竟是教方司 正常人谁愿意进去 德川大鸟 听出了德川家光话里的意思 嘴角微抽想了想提醒道 他能理解德川家光的心情 但这是确实不太好搞 这样 你去传我命令 从阿伊努族中 挑选五千美女 送入大明 反正这些人 一个个的都有反骨 正好借机敲打一番 美女这事 确实不太好搞 但德川家光 琢磨了老半天 还真想出了个法子 所谓阿伊努族 那是远比大和族 更早出现在窝国的本地人 只不过 现在人数已经少了很多 大都居住在北方 他不太好让本族女人 去大明朝为己 但若是 换成这些异端 那就一点问题 没有了 阿伊努族吗 这倒是个办法 不过 他们家能凑出五千美女 德川大鸟 听完 眼神也同样一亮 他倒是差点忘了 自家窝国内 还有这么一只土着 的确可以拿来冲人头 只是阿伊努族 在大和族的连番打压下 人口减少了很多 五千女的确实能凑出来 但五千美女 若是不够 再从奴隶和罪人之后中挑选 给你一周时间 把人凑齐 凑完后 连带着金银 一并给明朝送过去 务必要把户部侵犯协议 给我签回来 德川家光咬了咬牙 随即又加了两句 他娘的 这件事他记下了 五千美女是吧 行 老子给你 等老子和黄太极 打得你汉家求饶时 非得让你送五十万回来 是 家主 我这就去办 瞧着德川家光 心情极为糟糕 德川大鸟不敢再废话 公公手干脆地溜了 再聊下去 他怕德川家光 把他打一顿出气 毕竟他是出使大明的使者 谈成这样 他难逃其咎 不由得他又想到了 正在满清那边 享福的德川小鸟 麻蛋的 同人不同命啊 德川家光的命令 很快就传达到了军队 不过几日 在一片哭爹喊娘中 从各地筹集来的五千美女 连带着大量金银启航 前往了明朝 在四月中旬的时候 德川大鸟再一次踏入了京城 大明皇帝陛下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 带来了美女和金银 还请大明皇帝陛下 能够遵守承诺 与我窝国勇结盟好 并释放被抓的老家主 这日早会上 德川大鸟半跪在地 态度很是恭敬 上方 朱尤俭看着这人 嘴角微微一瞥 果然和太祖想的一样 这窝国是真能人 就太祖提的那些过分要求 换做是他绝对是不能答应的 还以为你们不准备要了 若是再晚几日 你就只能去菜市口捡骨头了 田二刚 你可都检查过了 钱和人有少的没 朱尤俭端着茶杯 小喝了一口 这才开口问道 旁边站着的田二根文言赶忙出列 丹西跪地说道 回陛下 都检查过了 人和钱倒是够 就那些所谓的美女 长得多少差了些 怕是会拉低叫方思的档次 什么 拉低档次 德川大鸟拳头一紧 差点没骂出来 虽然阿姨努族在窝国属于异端 但他们身上可都流着西欧和蒙古的血 皮肤白布说 五官也很精致 在窝国内非常受官员的喜欢 怎么就他娘的丑了 丑点倒也正常 毕竟窝国那地要啥啥没有 能活人就不错了 稍微歪瓜裂枣一些 正可以理解 只要不是丑得离谱就行 听着田儿庚说的 朱友简笑了笑 不以为然地摆了下手 那岛国能有什么漂亮妹子 别说和大明底 连朝鲜怕事都比不了 毕竟朝鲜美女 从圣唐时期就非常有名了 大明皇帝陛下说的是 我们窝国物质贫乏 筹齐这五千美女实属不易 还请大明皇帝 能够看在我们一片诚心的份上 履行承诺 什么叫挨着骂 还要陪笑脸 看看德川大鸟就知道了 被这么羞辱 还只能咬着牙忍着 当真是快成了乌龟 而朱友简见着德川大鸟 丝毫没有发火 也是感到有些无趣 行 朕乃大明皇帝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既然你们已经按要求送来 那朕这次就大发慈悲放你们一马 但有件事 还需你转告那德川家光 朱友简没了戏弄的心情 轻吐了口气后 神情有些冷淡地说道 下方跪着的德川大鸟 见朱友简没有赖账的打算 瞬间大喜 还请大明皇帝迅士 好好好 只要你守承诺 那窝国就不亏 迟早能让你把吃下去的 全都吐出来 迅士算不上 应该算是警告吧 这次是怎么打起来的 你们比朕清楚 有道是可一不可二 若是再有下次 朕可就不会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你们德川家 要是管不好手下的人 那朕不介意帮你们管管 到那时候 可就不是五千美女 几千万两银子就能打发的 若是再敢侵犯我大明边疆 截略我大明百姓 正发誓 必将你窝国上下杀得鸡犬不留 朱友简的声音并不大 但语期中的冷漠 却是听得德川大鸟心惊胆战 他能感受得到 这位皇帝的决心 那是赤裸裸的 不带半分隐藏的恶意 他明明知道 窝国和大明必有一战 却还敢说出灭族这种话 这显然是危险 现在他总算明白 德川家光 为何要先花钱 稳住大明了 就这小皇帝 呲牙必报的性格 若不赶紧赔钱 怕是直接就打了过来 而且一旦皇太极被灭 估计窝国也定然逃不了好 双方之间 怕是只能活下来一个 不过乾坤未定 鹿死水手 尤未可知 你这大明朝 可远不是 红武永乐时期的大明朝了 还真以为能对抗 所有人不成 暗暗在心里骂了几句 德川大鸟 心里冷笑两声 朝着朱友简拱了拱手 请大明皇帝陛下放心 这次的事是个误会 肯定不会再犯 相信我们双方之间 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大家基本都算是名牌了 谁都知道 下一次见面 肯定就是决战 是啊 那定然会是一个好的未来 朕很期待 田尔庚 去把那老家伙提出来 还给这位窝国使者 至于契约 明日你可直接找礼部提交 朕自会盖章 现在你可以滚了 朕还有其他事要处理 朱友简语气有些嘲弄 但最终还是下令放人 德川大鸟也没再多磨叽 行了一礼后便退出了大殿 等到他走人 一名儒家官员随即站了出来 陛下 你可还是要攻打窝国 臣认为不妥 先不说攻打窝国耗费很大 光是舆论上的压力 就很难平息 还请陛下仁慈为先 以天下苍生为重 这儒家官员的话 顿时让朝堂内陷入了一片安静 冯英眉头微皱 刚想站出来说两句 旁边的黄警 已经先一步站了出来 陛下 对于窝国 完全没必要将其灭杀 他们人口众多 可以奴役后 当作劳力使用 若是全杀掉 那陛下不管做到何等程度 都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暴君 经过儒家内部多次讨论 黄警已经确定了 儒家未来要走的路 那就是以人为核心 约束朝堂和帝王 在发现朱尤简有灭国的念头时 黄警便知道 是该他们站出来的时候了 不管陛下听不听 儒家的态度必须要给到 所以他刚刚才示意 下面的人站出来 给牵个头 暴君 本来还准备站出来的冯英 此时也有点不敢说话了 黄警说的乃是实话 强如秦始皇 不也因为杀的人太多 被黑了上千年 若是陛下因为此事背了骂名 谁赞同的 那就得跟着挨骂 一时间 大殿内寂静的吊根 真都能听见 朱尤简等了半天 等不到法家的人出来救场 也是有些傻眼了 什么情况 来个人对他 怎么没一个说话的 太祖 他们咋都不说话 这法家不是应该对回去 等了半天等不到人 开口的朱尤简 只能是在心里呼叫太祖 这事瞧着有些诡异 一直没说话的李承 看了眼朝堂下方的百官 心中了然 你想当暴君 但他们可不想当从臣 灭国这事 你说他们做可以 但不能是他们劝你去灭 法家为何后面不受重视 不就是因为秦始皇灭六国 他们出了死令 结果秦始皇一凉 等儒家上位后 你看这法家都被黑成什么样了 冯英不说话 就是因为他担心 你凉了后法家 再次被黑成乱国的学说 所以这是得你来做主 李承笑着解释道 这一个个都是老狐狸 现实版的不沾锅 呃 那现在怎么说 法家不开口 如何把这儒家的嘴给堵住 朱尤简听完 脸色一黑 也无语了 不是说好的臣子为皇帝分忧的 咋真来试了一个个躲这么快 无所谓 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 都是辅助帝王的学派 真正到了这种下决定的时候 只能是看帝王本身 咱来吧 你学着点 不说就不说呗 多大点事 李承怂怂间 丝毫不在意 任何一个千古帝王 那都是自信且自我的 别人的看法 可以是辅助 但绝没法影响帝王的判断 说着 李承就迅速接管了朱尤简的嘴 怎么都不说话了 看来这所谓的陈卫军分忧 在我朝还是差了点 不过大家这点小算盘 打得霹里啪的咱懒的怪罪 毕竟各位都是各派的大佬 要为后世子孙考虑 但你们为何就不能换个方向想想 你们都知道 要为后世子孙考虑 咱难道就不行了 沃国多年侵扰我福州地区 若不是隔着海 估计早打了过来 本质上 他们和大明四周的达子 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我们大明的死敌 对于敌人 咱的想法一直很简单 要么收服后 用我们汉家的文化 将其灭杀 要不就 只能用物理的手段 将其灭杀 反正是不能继续这么留着 要不然再过个一二百年 之前大明的情形 怕是又得重现 礼成的话 让百官们有些干瞪眼 好家伙 为了后代子孙 你就要将一国给彻底灭种 这暴君的名号 你是真不怕呀 陛下 唯有人才能化解战争 所谓王道 便是要不怒自威 让人真心臣服 当年强如成吉思汗所创立的帝国 不也转瞬即逝 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黄警轻吐了口气 摇摇头继续反驳着 王道才是正确的道路 霸道这东西长久不了 且名声也不好听 错 把搞出问题的人都弄死 这问题自然也就没了 怎么就不能解决问题 再者 就算是王道的代表李二峰 难道他灭的国就少了 大唐林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武将们 若没有灭国之功 怕是都没脸上去吧 王道 李晨吃笑一声 很是无语 不管是唐朝还是汉朝 只要是千古一帝 谁还没灭过几个国 但他们并没有绝其中 黄警眉头紧皱 想了想继续说着 李世民可有将一国所有百姓全杀了的想法 瓦解周边政权 这一点臣是赞同陛下的 但滥杀这事 庶臣无法苟同 灭国和灭众那是两码子事 若只是想瓦解掉窝国的政权 那老子吃饱称的会来阻拦 李晨神情平静 看着黄警摇了摇头 随即眼神微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无法苟同 那就把嘴闭上 咱还就直说了 不管后世之人如何看咱 这瓦国必须死 在咱这 他们连给大明当奴隶的资格都没有 一个皇太极 一个瓦国 全得死 至于暴君什么的 咱不在乎 后世之人包括你们 都从未站在咱的高度 如何能理解咱眼中的世界 又如何能评判咱的功绩 咱的志向从来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 这天下只能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咱大明的声音 不服就打 灭其国 王其种 毁其文化和思想 把所有能够威胁到大明的危险 全部抹除 至于你说的成吉思寒 咱宁愿咱的大明 死在扩张的路途上 也不想咱的大明 成为别人眼中的一块肉 弱肉强食 以杀指杀 这便是咱的选择 是咱要走的路 愿意同行的咱欢迎 不愿意的 那就一边待着别捣乱 否则 死 如此森冷的话 让黄瑾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对上陛下那平静的眼神 最终是不敢再阻拦 只能拱拱手叹了口气 臣只是劝狗 若陛下不在乎臣 自然不会再劝 他的目的 本来就只是 给儒家刷的存在 可不会再和陛下对着干 既然这位爷 非要去拿那暴君的名头 那也只能随他了 看来崇祯这一招 注定是征伐的时代 这就对了 儒家的人 是中和朝廷的良药 但却不一定是治病的良药 有时候 我们都得学会心狠 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咱对窝国的恶感 是从哪来的 咱没法解释 也懒得去解释 但咱有一句话 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 咱就算是放过皇太极 也不会放过 这窝国的一条野狗 哪怕是背上 屠夫暴君的骂名 哪怕是打得 大明国库空虚 这窝国 必须给老子死 谁在反对 咱就连他一块灭了 李晨知道 下面这些人都在疑惑 他对窝国的态度 到底怎么回事 这他没法说 就算是朱有俭 都很难理解 他心中对窝国的厌恶 对于这个种族 他不会有任何心思手软 待到大明军队炼成之日 就是窝国灭国之时 李晨斩钉截铁的话 让朝堂再次陷入了沉默 黄景再次叹了口气 没有说什么 默默退了回去 其他人见黄景退了 那就更不敢再废话 纷纷低着头 如同鞍唇一般 朝会开到这程度 基本是没啥可聊下去的了 等到散朝回到偏殿 重新拿回嘴巴的朱有俭 见太祖脸色不太好看 赶忙开口安慰道 太祖 你放心 这窝国 我一定帮你灭了 保证他们那地 连个蚂蚁窝都得死绝 他虽然听太祖说过 这窝国在往后干的那些事 但毕竟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无所谓 只要是太祖想的 别说是窝国了 周边几十个堂口 有一个算一个 只要太祖下令 他能挨个灭过去 不就是暴君 谁在乎 呼 有些失态了 主要是一提到 这窝国 咱就恶心 对了 你真不在乎 咱的这个要求 可是会让窝国那边人头滚滚 冤魂遍地 李晨坐在椅子上 轻吐了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这才摆手问道 古代皇帝 大都在乎名声 黄景说的 其实也没啥问题 若真的灭了窝国 那这暴君的名头 可就彻底摘不掉了 太祖 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若不是你 大明怕是已经在灭亡的路上了 只要是对大明有利 别说是暴君 就算是被荡成昏君 我也无所谓 其实这段时间 我也一直在读历史 越读就越发现 太祖你说的对 王道根本没有霸道好用 就算是对周边的堂口再好 一旦汉家弱势 他们也必然会群起公知 可能未来会有人说 我们残忍 但只有我们才知道 这是为了保证 汉家百姓不受欺负 所能选的最好的办法 朱友简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严肃了起来 很是认真的看着太祖 他已经不是刚登基的小屁孩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早就明白许多 现实的残酷 总得有人来承受 既然躲不掉 那就只能让别人倒霉了 嗯 到底是长大了些 不枉咱教你这么多 这就是现实 大家都是为了生存 看着一脸认真的朱友简 李晨这才散去阴霾 笑着说道 虽然朱友简有时候 脑子还是不太好使 但骨子里的狠辣 依旧是传承到位了 当皇帝的 就不能心软 千古一帝和千古暴君的区别 其实并没有世俗说得那么大 当你强大到一定程度时 哪怕笑容满面 在别人看来 那也是恶霸的微笑 我还差得远 还得和太祖多学学 就今天太祖在店上的那些话 我当真是听得热血沸腾 太祖不愧是千古一帝 气场一开 那些文官全都哑了 朱友简文言 有些不习惯地摸了摸头 随即又笑呵呵地 拍了几句马屁 当然 他说的也是真心话 每次太祖接管他的嘴 那气场一开 简直没法比 威压感太重了 滚蛋 少拍马屁 没事做就多看看书 多读多学 今年内 你要是还达不到 小学六年级的文凭 小心咱抽你 这马屁拍的 李晨摇摇头 收起了笑脸 不谈窝国了 烦 侦探娘的影响心情 呃 是 太祖放心 今年我一定小学毕业 得 拍马屁还要被瞪 朱友简叹了口气 很是无奈 不就是读书 区区小学文凭 岂能拦得住我 我可是要当千古帝王的人 瞧好吧你 皇宫发生的事情 外界并不知晓 但朱友简对 窝国意见很大这件事 却是通过百官的嘴传了出去 还没来得及走的 德川大鸟 在听到殿上的内容后 心情顿时跌到了谷底 果然啊 那位陛下是看出了 窝国想拖延时间的想法 看来往后这窝国和大明之间 是必有一战了 就是不知 这最后露死谁手 看来得赶紧通知 自家弟弟一声 让他继续交好满清 想要和大明掰手腕 这个盟友必不可少 走吧 先回去再说 这大明朝 对我窝国恶意太大 必须要早早地开始准备 否则就是灭顶之灾 旁边 刚刚吃饱喝足的 德川秀中 见德川大鸟 一脸愁容 不由地拍了拍肚皮 摇头说道 他这算是活过来了 在诏域的时候 虽然没被审讯 但吃得那叫一个糟糕 差点没饿死在里面 好在自家儿子给力 花了些代价把它赎了出来 老家主 你说我们能赢吗 德川大鸟紧了紧包裹 扶着德川秀中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随即又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老家主毕竟是经过战乱的人 眼光毒辣 说不定能看出点什么 这是我暂时懒的考虑 毕竟两边开战已成定局 谁也没有退路可走 对于我们来说 也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赢 不惜代价 用尽手段都得赢 其他的 不用考虑 德川秀中 看了德川大鸟一眼 笑着摆了摆手 想太多 容易瞻前顾后 少想点好 这样才能全身心地 投入到接下来的战争中 德川大鸟并不傻 很明显能听出 德川秀中话里的迟疑和迷茫 看来老家主 也不看好窝国呀 哎 罢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轻叹了口气 收拾好东西 又劫清了殿钱 德川大鸟买下一辆马车 拉着德川秀中 踏上了回家的路 战争将至 他这个使者 也不敢在大明多待 以现在那位皇帝 所表现出来的杀意 再继续待下去 一旦两边打起来 他怕不是要被宰的忌旗 一个连暴君二字 都不在乎的皇帝 又岂会在乎 杀使者所带来的恶名 而就在德川大鸟 带着德川秀中 急速返回窝国时 大同方向 张淮也已经开始了 针对草原诸部的计划 卢相声亲自发的请帖 蒙古诸部自然不敢怠慢 纷纷派出家里有面的人 前来赴宴 这日 在大同城的将军府内 二十几张桌子 已经将客厅摆得满满当当 各蒙古诸部的代表 全都落座 一边喝酒 一边等着今天的主角 屏风后面 同样准备好的张淮 重新整理了下衣物 今天也将是他的新起点 朝堂上很多人都认为 他帮大明拿下朝鲜 是走了狗屎运 那好 我就再把蒙古 也一并收来 到时候他倒要看看 哪个儒家的混账 敢在嚼舌根 整理好衣服 张淮这才端着酒杯 从屋后走出 顿时 整个大厅内 立马安静了下来 一群人纷纷转头 看向了张淮 眼神中更是各种打量和疑惑 这就是大同护士的新管理 咋这么年轻 不会是走关系上来的吧 各位 自我介绍下 我姓张 张淮 乃是陛下册封的 大同护士新市长 以后便是由我来为大家服务了 今日请各位前来 除了传达陛下的意思 也是想借这个机会 和你们熟络熟络 若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大家能够多多担待 被一群人盯着 张淮没有半分怯场 大大方方地 做了得开场白 而四周的蒙古代表们 在听完后 互相看了眼 坐在最前面的科尔清部 吐谢 涂汉奥巴 见没人说话 这才端着酒杯开口道 我们可不敢有意见 外面那三百重甲 看着救下人 张市长不会是想来 一出鸿门宴吧 本来奥巴是不想来的 但考虑到自家儿子 脑袋不太灵光 琢磨半天 也只能亲自过来一趟 顺便渐渐卢相声 只是这刚进城 他就瞧见着大殿周围 站满了重甲士兵 若不是在心里一个劲打气 他差点掉头就走 这话说的 鸿门宴那还是 项羽请刘邦 两家是敌对关系 奥巴汉这么问 难道是将大明 视为敌人不成 这要是传到陛下耳朵里 可是会寒心的 鸿门宴 张淮笑了笑 转身坐在主位上后 这才开口反问道 这话一出 奥巴脸色顿时大变 赶忙白手 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我可从来没把大明 当成敌人 这话他可不敢承认 现在整个蒙古 都在和大明做生意 要是因为他这话 断了财路 怕是路上就得被人宰了 既然不是 以后说话 就请注意这点 若是被小人听去 可是会坏了大明 和各位的友谊 当然了 你毕竟是误会了 陛下的好意 这是得罚 要不然我家陛下的威严 可就没了 就罚你白银五千两 作为成见 可有意见 不是啊 张怀看着连忙白手的奥巴 心中暗笑 这就慌了 看来自家陛下 给这些蒙古人的压力 当真是有点大 既如此 那就别怪我趁火打劫了 你 罢了 是我说话不对 我愿罚白银一万 死 奥巴只感觉脑子一僵 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张怀 这尼玛是土匪吧 说错句话 就要白银五千 你咋不去抢 有心拒绝 但他又怕张怀 在朱友姐面前乱讲坏了交易 只能是心有不甘地 从兜里掏出了一张万两货币 老子给一万 多的五千 就当是封口费了 奥巴汉大窃 放心 陛下肯定不会误会的 不过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不收纸币 还请奥巴汉拿现银过来 瞧着奥巴汉一副老子有钱 就当给你买棺材的表情 张怀也不生气 笑呵呵地说道 随即也对这些人的身家 有个更直观的了解 看来羊毛交易 确实是让这些蒙古人 大赚特赚 若是以往 别说一万 一千两 都能要了他们半条老命 行 现银 明日我就让人送来 奥巴汉捏着拳 当真是想给张怀一拳 你他娘的 是不是有病 现银和纸币不都一样 非要搞事事吧 心里气得直骂娘 但奥巴汉最终 也只能挤出笑脸 答应了下来 那就多谢奥巴汉了 放心 这钱我绝对一分不少地 交给陛下 张怀才懒得管奥巴汉 心里想啥 只逼那是大明 用来收割财富的工具 现银才是王道 他这次来大同护士 陛下所吩咐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收拢现银 好了各位 边吃边聊 今日上的酒 可是皇家特供 一般人可喝不着 来 我先喝 罚钱算是第一个下马威 目的达到的张怀笑呵呵地 端着酒杯招呼道 说完便仰头将酒喝空 周围的代表们 见状只能是陪酒 纷纷一饮而尽 而这一喝 他们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这酒 好烈 呼 好霸道的酒 最前面的奥巴汉旨 感觉喉咙仿佛有火一般 艰难吞下后 火焰入腹 随即便是身子一抖 后背竟开始冒汗起来 如此烈酒 简直刷新了他的认知 这可是大明刚搞出来的特产 名为射天狼 乃是陛下御赐之名 目前只在京城流通 各位若是觉得不错 回头我弄点来卖给大家 张怀见大火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神情有些鄙夷 到底是一群土包子 没见过世面 不过这样也好 方便他忽悠 好好 如此佳酿必须珍藏 这要是在冬天来一小杯 整个人都热乎了 好酒啊 当真是好酒 张怀的话 立马让这些酒棍瞪大了眼 还没等奥巴汉开口 便有人站起来大声说着 眉宇间全是喜爱之色 对对 这酒简直神了 真男人就应该喝着 多少钱我都愿意出啊 实在是太够味了 而这话就像是打开了话茬 一群代表们顾不上礼仪 纷纷嚷嚷着 奥巴汉虽然也喜欢得很 但好歹保持了理智 见张怀嘴角含笑 不由地暗骂这些人傻逼 他娘的 这不是敢烫让人宰吗 虽然还不清楚这酒的价格 但想来肯定不会便宜 还有 这摄天狼的名字 暗示意味很足啊 作为草原上少有的文化人 他自然能明白这三个字的意思 把这名字的酒卖给草原诸布 那不就等同于告诉所有人 他大明皇帝要肃清天下之恶 明显就是冲着皇太极去的 他们若是喝了 这皇太极必然会心生芥蒂 麻蛋的 这明朝人小心思是真贪娘的多 各位喜欢就好 我大明好东西还有很多 只要大家能够和我大明保持友好 但凡不过分的 你们基本都能得到 张怀见这些蒙古人都喜欢的景 不由地笑着点点头 所谓纵横之术 那也是需要资本才能施展 之前在朝鲜 要啥啥没有 他就算有心也无力 但现在不同了 背靠大明 他当真是有种遇入大海的感觉 呃 这个自然 我们可是倾慕大明许久 只要大明不弃 我等自然愿意和大明保持贸易 这是我们的荣幸 奥巴听见这话 顿时抽了抽鼻子 对于张怀的 直接感到有些脑人疼 大哥 你这当真是一点都不拿 我们当外人 就这些话 要是让皇太极听了去 肯定得不舒服 不过他也不敢说什么 张怀主动示好 他要是不接着 那便是不懂规矩了 哦 荣幸吗 若真是这样 那各位为何还要和皇太极 同流合污 难道各位看不出 把皇太极大势已去 而等两面投机 就不怕最后 落个生死的下场 奥巴的话 让张怀嘴角微瞥 这话说的 当真是连路边的狗都骗不了 张怀转着手中酒杯 停顿了一会 这才半笑不笑地问道 呃 这话顿时让奥巴身子一僵 看着张怀那意义不明的神情 捏着全脑子 开始飞速转动 难道这位也是想让他们 今日就战鞭 那他怕是想太多了 皇太极虽然损失不小 但其军队战力依旧还在 若是敢在这个时候 战队大明 不用想 必然会被皇太极讨伐 实不相瞒 这还真不是 我们想和皇太极合作 而是形势所逼 不得不如此 现在的草原诸步 那是一团散沙 根本没法集结起来 和皇太极对抗 我们若是不和皇太极交好 估计分分钟就得死 所以实在是没办法 若是大明能够将 皇太极的战斗力削弱一半 那不用说 我们立刻就会 和皇太极切断联系 毕竟就这护士赚的钱 有很大一部分 都给了皇太极 说真的 其实我们也不甘心 奥巴圆润地 把球踢了回来 想要我们战队 可以啊 你们去灭了皇太极 那我们立刻认电 要不然 就别说这些屁话 皇太极狼子野心 贪得无厌 迟早是要完蛋 至于你们 罢了 若着没有选择的权利 我也不怪你们 但我劝你们 还是早做打算比较好 越早站队 对你们就越有好处 张怀当然知道 这些人不会轻易放弃 和皇太极的结盟 他也只是先把话放在这 给他们提个醒 墙头草的下场 一般都不会太好 是是是 张大人教训的是 我们一定早做打算 若是可以 我们当然愿意和大明 永结友好 奥巴有些敷衍地挥了挥手 没有太在意 现在边赛的局势就这样 大家互相牵制 谁也不敢妄动 除非有一个势力 能够打破这种僵持 否则 没人敢轻易站队 好了 这件事先到此打住 本官今日找你们来 也并非为了这事 而是为了接下来的双方贸易 各位都是蒙古诸部的代表 想必是有几分话语权的 既如此 本官便直说了 张怀瞥了奥巴一眼 摇着头将话题给岔开 聊得差不多了 是该说说正事 听见张怀说的这话 四周一群人立马坐直了身子 神情有些严肃 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 大明会因为他们两头战队 从而切断贸易 以锦衣卫的能力 那明朝皇帝定然是知道 皇太极在暗中操控蒙古诸部 从大明采购物资 真要切断 那也是有理有据 我等最近可都是安分守己 没有在边关闹事 大明皇帝陛下 总不会因为局势的原因 就关闭户事吧 若真如此 我们愿意再放出一部分利润 只求这户事能够正常开启 再来的路上 奥巴他们便已经聊过 要这明朝真有断了户事的想法 那他们愿意再交出一部分利润 光是这羊毛交易 就已经让蒙古诸部 赚得盆满钵满 更不用说 那些从大明内流出的 各种生活品和奢侈品 短短一年时间不到 他们这些草原有钱人的生活水平 就已经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有道是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习惯了奢侈品的众人 光是想想以前的生活 就感到汗毛倒数 那真的是 不愿意再变回去了 哼 大明朝又不缺你们这点钱 至于护士 放心 我家陛下暂时还没有关闭的想法 不光不打算关闭 甚至还准备加大和你们的贸易往来 当然了 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条件的 这不 我今日请各位过来 就是想和你们聊聊 见这些草原代表 全都有些紧张 张怀摆摆手笑着安慰道 咋可能关护士 关了还怎么瓦解草原 不过这些草原人越紧张 那这情形就对他越有利 知道怕就好 加大 敢问如何加大 你放心 只要是我们能答应的 一定配合 哦 不是要关闭护士 奥巴默默听完 脸上的担忧 这才散去了许多 只要护士能够继续开着那就行 至于要求 说来听听吧 但凡不过分 他们都可以接受 好 那本官就名人不说暗话 护士接下来会做出一些小小的调整 首先便是交易上的限制会解除 从今日开始 我家陛下会开放出火器以外的所有贸易 不光是柴米油盐 柴米布铁 连带着武器装备 我们都可以交易 保证是我们自家用的好货 假一赔三 另外 羊毛的收购价格也会上涨到100斤60文 这么说吧 只要是大名有的 基本都可以交易 张怀也没墨迹 嘴一张 将陛下的安排说了出来 而他这话刚一说完 就看见奥巴等人全都瞪大了眼 一副你他娘的 在逗老子的表情 奥巴发誓 就张怀说的这些 当真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若只是生活品放开那他还能理解 但这连兵器都能卖 多少是有点夸张了 张大人可别说笑了 能买到盐铁茶米我们就很知足了 可不敢贪心兵器 那东西不是我们能买的 奥巴倒吸了几口气 强压着心里的震动连连摇头 这压的不会是在试探吧 娘的 我可不能上当 奥巴汉不用紧张 本官说的都是真的 等到五月 这护士就会上架大名自用的兵器装备 甚至甲咒都会流出一批 虽然价格上有点小贵 但质量肯定是刚刚的 保管比你们身上那些祖传的烂铁 要好许多 张怀小喝了一口酒 并没有去多解释 反正等到五月东西上架后 他们自然就会知道真伪 没必要在这多费口舌 呃 真能卖 难道大明皇帝陛下就不担心 见张怀这么说 奥巴一时间也有些拿不准了 真卖啊 这 这也太离谱了 纵观汉家皇帝这么多 哪个不是把铁器往死里限制 更别说制式的武器假咒了 妥妥的竞品 担心皇太极拿去是吧 哼 这是我们家陛下自由考量 你就不用瞎琢磨了 要就买 保管没问题 张怀自然能看出奥巴想说什么 白白手毫不在乎地解释道 卖给皇太极就卖呗 大明不在乎 呼 好吧 就是不知我们需要付出什么 大明皇帝如此慷慨 必然有所求吧 奥巴盯着张怀看了挺久 见他不像是在开玩笑 最终不敢再废话 他是真想不通明朝皇帝到底要干什么 难道是嫌难度不够大 手动给自己加难度 若这兵器甲咒真能供应 皇太极那边必然会买报 罢了 想不通就不想 还是先问问 买这些东西要付出什么代价 他可不会觉得这大明皇帝给这么多东西 是在做慈善 和聪明人聊天就是痛快 我大明给了如此多的好东西 自然也需要从蒙古这边采购些必备品 第一便是这羊毛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加大羊毛的供应 这东西有多少 我大明收多少 第二便是马 尤其是战马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 一匹战马是20辆 不过考虑到战马饲养不易 我家陛下决定以白银50辆一匹的价格 无限制收购 同样是有多少 我们要多少 另外像是 母马这些野药 价格同样比市场价高三成 张怀笑了笑 思索片刻后 将陛下所要的东西讲了出来 下面的奥巴听完 眉头顿时意紧 果然 他就知道 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是冲着战马的来的 50辆的价格 这是要用钱砸死他们的节奏 战马这东西 我们手中也很紧缺 而且 黄太吉那边盯得很紧 怕是没法大规模交易 明朝这边 一听就知道胃口很大 奥巴想了半天 只能是公公手 先把这事给堵住 小规模交易倒是可以 毕竟他们 像汉族走私战马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若是大明想要一口气采购上万匹 那可就不太可能了 黄太吉非得跳脚不可 怎么 我大明都如此有诚意了 不光开放了生活品的所有交易 连带着兵器甲咒都能卖给你们 结果就这 战马是管制品 难道兵器甲咒 铁 盐 茶这些就不是管制品了 看来 你们这心 还是向着黄太吉啊 奥巴话音刚落 就听见砰的一声 只见坐在主位上的张淮 猛地将茶杯按在了暗台上 眉头紧皱 怒气不小 仿佛是真的被自己说的话给激怒了 这下 奥巴也有些慌神 咬着牙想了想 赶紧站起来 走到客厅中间 郑重的弯腰行李 他也知道自己说的那些话 有些过了 毕竟大明都如此有诚意 开放了这么多贸易 就要他一点战马 他还推三组四的 怎么看都有些说不过去 张大人 请相信我们 我们对大明 那是相当的尊敬 也绝无半点羞辱的意思 只是这战马 被黄太吉盯得很紧 若是大规模交易 恐有杀身之祸 要不作为赔偿 我们可以加大羊毛的交易 价格方面 还是一百斤五十文 或者四十五文也行 奥巴小心翼翼地说着 神情有些紧张 他真的很怕张怀来一句贸易取消 护士取消 对啊张大人 我们是真的没办法 羊毛的价格我们可以少要 四十文都行 但这战马真的不好搞 张大人 请你相信我们 战马的事 我们肯定会再想办法 不光是奥巴 周围的蒙古代表们 也齐齐开口 大家都不是傻子 知道现在不是贪图利润的时候 只有保住了护士 才能保证大家的生活 则 三句不离黄太极 你们可当真是大明的好朋友 罢了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 那本官也不是不通人情的人 战马一年三千匹 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至于羊毛 本官希望 今年能够收到去年三倍以上的货 价格也不用五十文 就六十 还是那句话 大明不缺这点钱 缺的是朋友 如何 若是还不行 那本大人就只能关闭护士了 我家陛下虽然人很好 但也不是傻子 张淮黑着脸 似乎极为生气 憋了好半天 这才摇着头 很是勉强地说着 但嘴角却是露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笑意 战马只不过是幌子 羊毛才是关键 他当然知道 这些人无法交易 大量的战马过来 故意这么说 就是为了让他们愧疚 从而更加用心地去养养 哼 相信这些人 包括黄太极在内 到死都想不到 大明费了这么大劲 只是为了让他们多痒痒 估计都还在以为 大明是想要蒙古的战马 好 大人放心 我们今年定然会将 羊毛的产量翻上来 一定不会耽误了 和大明的交易 至于战马 三千就三千 大不了我们去和黄太极商量 果然 奥巴在听见张淮说的后 压根没有多想 在他看来 这已经是张淮忍耐的极限了 再废话 这生意 怕是真得黄 瞧着奥巴没有再推脱 张淮的脸色 这才好了些 轻哼了声 摇着头 给自己又倒了一杯 各位 大明对儿等 已经算是相当的理代了 希望你们 不要让我家陛下 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 谈好的事情别变卦 要不然后果自负 奥巴一听 擦了擦冷汗 陪笑着拱手道 这个定然 谈妥的事 肯定不会变卦 还请张大人 能在大明皇帝陛下面前 多多美言 我等感激不尽 虽然一年三千匹战马 也不算少 但想来这皇太极 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杨茫贸易所带来的钱 他可是要抽成的 若一点好处不给 人家大明凭什么和你玩 更不用说后面的武器交易了 既如此 那就这样吧 来 喝酒 张淮清吐口气 也没在细聊 端着酒杯 一饮而尽 带到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送走这些草原代表后 卢相声从后厅走了出来 看了眼门口 有些疑惑地问道 陛下真准备交易兵器 给这些草原人 虽说现在大明火器发展不差 但也没必要 现在就给吧 万一火器拉了胯咋办 他在后面听了许久 其他都还好 唯独这武器交易 让他有些担忧 虽说他也是一个 火器的狂热支持者 但眼下这火器 想要取代冷兵器 依旧需要不少的时间 现在就卖 会不会着急了些 卢大人放心便是 火器的时代已经到了 再者 陛下的意思 也并非没有限制 先不说这兵器甲咒的用料 都是次等中的次等 光是价格就注定了 皇太极无法大规模采购 这不过是陛下 加大白银回收力度的手段罢了 而且 我刚刚有一点没有 和这些草原人说 那就是 这武器交易会 以白银结算 张淮听见卢相声说着 笑着摇摇头解释道 对于穷怕了的蒙古人来说 这些武器甲咒 对他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按照他们的逻辑 只要他们够强大名 就会越忌惮他们 从而不断开放贸易 卖给他们东西 所以这武器 哪怕价格很贵 他们也会买 但这些蒙古人不知道的是 陛下压根就不想用刀兵来收服他们 而是准备对他们那薄弱的经济动手 以一种你们都没见过的方式 将其从内部瓦解 看着吧 他们买得越多就死得越快 不管是卢相声还是其他人 估计都很难理解陛下的想法 他作为纵横派的传人 从小习惯从大局观去考虑问题 但即便如此 也花了不少时间才琢磨透 这是赤裸裸的阳谋 不管这些蒙古人能不能反应过来 都很难抵挡 卢相声皱着眉 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卖东西 还能把蒙古给折腾死 你在给我讲故事吗 若真能行 那还要他们这些打仗的将军干什么 岂不是用钱就能拿下全世界 我的确不太懂 我就知道 这武器一脉 最多三五年 这蒙古人怕不是能人人披甲吃刀 若是不死 对于我大明的威胁会直线上升 谁敢保证陛下那法子一定能行 史书上可有先例 循色了许久 卢相声老实地摊了摊手 他还是有些担忧 总感觉这法子不靠谱 然而张淮听完却是哈哈一笑 卢将军可曾听说过管仲 当年管仲为了帮齐国拿下横山国 曾用过遗迹 他让齐王派人去横山国高架收购兵器装备 而燕国、戴国看到齐国扩充军备 也纷纷效仿跟进购买军火 不光如此 秦、赵等强国听说齐国提高了军费预算 正在疯狂置办军备后 他们也一边提出抗议 一边拿钱跟进 一时间天下抢购 横山国成了香波波 甚至他们把兵器价格提高了20倍 依然供不应求 横山国的老百姓见钱这么容易赚到 于是纷纷放弃粮食生产 转投利益更高的手工业 去挣这块钱 毕竟三几天就能看到收益 谁还在愿意等春夏这么长的时间 再说粮食生产 还要烤天吃饭 管仲见第一步棋取得了成功 于是便开始了第二步 他让齐王开始高价 从各国收购粮食 当时赵国粮价每时15钱 齐国竟然以每时50钱收购 最终 齐王用了17个月时间收购兵器扩充军备 又用了5个月时间收购粮食 待到时机成熟 管仲便突然停止收购粮食和兵器 同时断绝掉与衡山国的往来 本来衡山国也不在乎 毕竟他们现在有钱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问题 兵器已经卖光 储备的粮食也都变成了金银猪育 那他们还能吃什么 据说到最后 这国库中堆积着的钱都生锈了 没多久 衡山国便因为粮食短缺 向齐国投降 张怀笑呵呵地将这小故事讲了出来 谁说历史书上没有的 先情时期便已经有人用过这等手法 管仲 我想想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嗯 没啥印象了 奇怪了 若是先情便有这等方法 为何后面无人使用 会不会是有什么漏洞在 卢相声默默听完 眉头顿时皱成了一团 他隐约记得 小时候好像还真听说过这故事 只是 若管仲那个时代就有过先例 那后面怎么没人效仿了 和法子无关 先情时期乃是百家争鸣 但是先情过后 随着儒家独大 这等法子自然是受到鄙夷的 毕竟在儒家眼里 万般皆下品 更不用说这种商骨之道了 连我都受到了影响 在小时候读到这个故事时 都下意识无视掉了管仲那远超常人的眼光 若非陛下提醒 我也想不到 这商骨之道同样可灭过 我们这位陛下当真是大财啊 为啥后面没人用 这你就要去问儒家了 张摇着头神情有些感慨 他也算是自傲的那种 除了他爹基本没服过谁 甚至在入朝之前 他都觉得能得自己辅佐 那是朱友俭的荣幸 但现实却狠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他的才华在朱友俭面前 似乎并没有他想得那么耀眼 卢相声沉默 儒家吗 确实 这商骨之道定然不会被儒家推崇 自然也就没人会去学习发扬 至于张淮感慨的这些话 他倒是显得很淡定 毕竟他的震惊 已经在朱友俭刚登基那一年 给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 这羊毛就好比那管仲购买武器粮食 但养羊本身就要铲肉啊 貌似饿不死他们吧 将这个小故事稍微消化了一下 卢相声这才吐了口气开口道 谁说我们要饿死这些蒙古人了 我和你说 这管仲之法 不过是告诉你 商骨之道有大用 至于具体怎么操作 那肯定是要因时而异 对付蒙古人 有对付蒙古人的法子 你若是想知道 那就去问陛下吧 我这可不能说 会掉脑袋的 张淮笑呵呵的 没有再解释 具体怎么做你不用管 若不是 看在你卢相声是天雄军的老大 他连这管仲之法都懒得讲 有些事还是少知道为好 行 那就随你们吧 反正区区蒙古人而已 就算你们这法子行不通 有我在 哪怕卖给他们火气 也一样不是本将军的对手 见张淮不说 卢相声也很识趣 点点头没再多问 罢了 陛下并不是那不知分寸的人 相信肯定是有几分把握 才敢如此行事 卫将者听命便是 几日后 赫图阿拉内 黄太极正坐在主位上 脸色极为古怪 那明朝小皇帝是疯了吧 为了拉拢蒙古人 连裤衩都掏了出来 这是下了血本啊 两位爱卿 这是你们怎么看 看来这名蛮子是飘了 竟然连武器都敢卖 当真是 没把我等放在眼里 黄太极没太想明白 只能是看向自家的 1.5个智囊询问道 范文成和孔眼直 此时也已经了解完事情的起末 对于猪油简的决定 同样很是震惊 他们也觉得这猪油简 多半是疯了 恭喜皇上 看来这崇祯小儿是飘了 竟然敢如此轻敌 他们不是要卖武器 那就买 正好我们新组建的军队 还缺东西 虽然这崇祯小儿卖的货 肯定有质量问题 但只要是铁 那就可以容了重新打造 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孔眼直第一个站了出来 笑容满面的朝皇太极贺喜 果然这崇祯小儿还是太年轻 打了几场胜仗 就飘得找不到呗 为了拉拢蒙古人 竟然不惜放开汉家 针对蒙古上千年的手段 连祖宗之法都敢乱改 这种人若是不亡国 那都有鬼了 这不用你说 朕当然知道要买 只要价格不是太贵 买来自用肯定不亏 范爱卿 你就没什么要说的 皇太极看了孔眼直一眼 抹了八脸表示赞同 这等好事若不接着 那和傻逼有啥区别 贵点他都能忍 反正迟早是能让那明朝皇帝 付出自大的代价 不过这范文成 为何一直不开口 皱着个眉搁着装什么深沉 主子 不是奴才不说话 而是这是看着有些诡异 以我对这名蛮子皇帝的了解 他应该不会做出 如此轻敌的举动 尤其是从前面几次大战都能看出来 这明朝皇帝虽然年轻 但绝不是那鲁莽之人 眼下突然放开交易限制 甚至连兵器都卖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范文成听见皇太极叫他 赶忙摇头解释道 他想不太通 感觉脑瓜子要炸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要我说 范先生就是想太多 一个毛头小子 懂什么 有点成绩尾巴就翘上了天 一看就知道是教养不够 也不知我儒家为何会交出这等皇帝 简直就是门内之耻 什么这那的 孔眼只冷哼一声 自顾自地开口说着 他是打心眼里 看不起这朱油简 小屁孩一个 能有啥本事 你可闭嘴巴 真正轻视对手的 是你才对 若这小皇帝啥也不是 为何能整顿朝堂 将你儒家逼到今日这等地步 连我和皇上都没讨到什么便宜 你一个丧家之犬断己之辈 有什么资格看不起 范文成深吸了口气 强忍着给这老货一巴掌的冲动 阴阳着反对了回去 说完 也不顾孔眼之陡然帐红的老脸 诗诗然跪在了地上 主子 奴才愚钝看不太懂 但这是定然是有鬼的 不过考虑到大清国库不够深 就算是陷阱主子也拒绝不了 既如此 倒是可以先交易着 正好奴才和小孩子那边 谈妥了武器交易的事 这小孩子家里有钱 完全可以当冤大头 只要大明的武器价格不是太夸张 我们都可以买来后 转卖给窝国 若是太贵 也可以把融成两把甚至三把 亏是肯定亏不了 只是陈觉得 应当限制羊毛的交易 奴才总感觉 那小皇帝就是想着 方要我们加大羊毛产量 这名蛮子 可是我等敌人 岂有敌人努力给我们送钱的道理 武器交易范文成 倒是觉得可行 唯一让他担心的 就是这羊毛 他有感觉 那明蛮子皇帝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给这羊毛交易加码 狗屁不是都说了 这崇祯小儿 是在和蒙古人示好 这才加大羊毛贸易 给蒙古人施加恩惠 要我说 我们非但不用担心 反而可以借此加大力度 那崇祯小儿 不是还加价了 一百斤六十文 还有多少收多少 那不正好 三倍都少了 我们直接给他翻十倍 若是这崇祯小儿 把羊毛都吃下 那他手中的钱 可就都到了我们手中 若是收不下 那他可就是失约了 蒙古人卖不出去 羊毛定然火大 都米恩生米仇 他连这都不懂 还谈什么治国 以后这天下 必然是皇上的 骂的 孔眼直黑着脸 没有退让 好好好 敢骂老夫 真当老夫 是泥巴捏的不成 论带兵打仗 我确实不如你们两个 但若说到治国 你家祖先范仲淹来了 都得叫老夫一声老事 那崇祯小儿没了我儒家辅助 瞎几把玩不是很正常的事 还是那句话 一个矛头小子而已 还能逆天不成 你 我看你当真是嫌大清国死慢了 当真是不可理喻 什么 十倍 死 范文成倒吸一口冷气 恨不得把这货给踹出去 他算是明白 什么叫俘虏误国了 简直就离谱 老夫这叫观察入微 这等眼力岂是你能懂的 皇上 那崇祯小儿明显就是想要战马 只要我等卡住这一点 必然能够将其拿捏 那羊毛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孔眼直却是仰着头 极为自信地又补充了两句 上面 默默听完的皇太极 眉头已然皱成一团 他心中其实还是更相信范文成显 作为能和大明掰扯这么久的领导者 他也从大明不同寻常的举动中 嗅到了一丝不对劲 但嗅到归嗅到 他琢磨半天也确实搞不懂 这名蛮子图什么 若只是战马 一年三千匹 这完全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 若有其他图谋 具体是什么 他又看不出来 这就很他娘的尴尬了 有时候 皇太极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了 默默思索了好一会 皇太极这才摇着头开口道 两位爱卿先别争了 不管如何 这交易还是要做的 毕竟能够为我大清国 带来丰厚的利润 再者 这件事就算我们不同意蒙古那边 也绝对不会听 反而会埋怨朕耽误了他们赚钱 所以就先这样吧 范爱卿 你帮朕盯着点 若是这名蛮子 真敢贩卖武器假咒 只要价格合适 直接盘下 不管是自用 还是卖给窝国赚差价都行 至于羊毛 他名蛮子有钱 爱咋收购咋收购 只要我们大清国一直保持强势 那名蛮子就算世家再多恩惠 也没法让蒙古转头他们 罢了 想不通就不想 黄太极揉着脑门下了最终的决定 一句话 已不变应万变 只要大清国力还在 那就万事不惧 是 奴才领旨 见黄太极都这么说了 范文成也只能答应着 希望是多想了吧 若只是施加恩惠 确实没啥好怕的 转眼 时间就到了五月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大同护士的人流也在疯狂拔糕中 随着大明正式放开贸易限制 各地的商人如同疯了一般 涌入大同中 其中最显眼的 便是由互不牵头的武器交易 大量的兵器甲骤明晃晃地摆在摊位上 只要给钱便能拿走 虽然价格上有那么一些小高 但质量却是可以 哪怕比不上大明军队自用的武器 但对比赛外已经算得上是高等货 几乎是摆出来的当天 就被手中有钱的蒙古人横扫一空 短短一周时间 销售额就来到了近百万 高额的利润 让一直苦于户部没钱的郭允厚 兴奋得几晚上都睡不着 陛下可是说了 这军火贸易的钱都冲入户部中 虽然和现在的大明开销对比起来 有些杯水车薪 但毕竟是有了镜像 不过还没等郭允厚多开心几天 这日朝会 徐光启就当着他的面 正式提交了一份清单 陛下 陈有两件事要汇报 第一件事是这铁轨的铺设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 目前通往大同的铁路 已经全部铺设好 经过测试 其效率要比普通运输 高出三倍有余 损耗也降低了许多 按照陛下的安排 铁路每隔一百里 设立一个小驿站 三百里一个大驿站 驿站内配有20至50匹鲁马 可快速完成接力 陈计算过 原本需要5日才能运送过去的粮草 目前只需要一日半 便可全部送达 而通往辽东的铁路 目前也已经修建好了八成 预计在7月便可全部完成 第二件事 是有关墨加神火冲的 经过研究 确定这神火冲的造价 大概需要白银五两和鸟冲持平 但由于神火冲独特的子弹设计 需要重新搭建一座子弹工厂 专门进行供应 陈预计 若是想要供应整个四项军团 那这工厂的规模必须要大 预计前期投入保守 需要500万两 另外一旦神火冲大规模裂装 其火药原料可能会短缺 需要加大队消食 硫磺的开采 保底需要翻四倍 才能供应四项军团的消耗 还有便是这子弹的造价 虽然一枚只颗定装弹的造价 不过二十文 但由于神火冲优秀的射速 平均每个士兵保底 需要分发200枚子弹 这辆一旦上去 也不是一笔小钱了 具体需要如何操作 还请陛下定夺 徐光启巴拉巴拉 将两件事说了一遍 说完后便静静等着了 旁边 本来还笑容满面的郭允后 脸色当即便黑了不少 他只是稍微算了算便知道 这又是一大笔开销 娘的 这公布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M 户部这边 还有多少钱 上方 朱友简听完 眉头也忍不住皱了些 看向郭允后询问道 回陛下 户部这边上有白银三百二十七万两 等到六月付税上来 大概能有白银千万左右 徐大人的这些开销 户部这边肯定是无力支撑 还请陛下三思 问啥问 问就是没钱 郭允后黑着一张老脸 毫不客气地摇头道 户部的钱都在谁手里 某人心里没点B数吗 这动不动就是千万级的开销 户部哪支撑得起 则 容赞算算 一把神火冲五两银子 二十万人便是一百万两 而枪是需要子弹 才能发挥威力 一名士兵保底 需要两百发子弹 一两银子五十发 那就是四两银子一个人 这样凑个整每个士兵 再多发五十发子弹 凑个五两 这边又是一百万 另外 打仗这东西 拼的就是消耗 国内保底 需要储备五个基数的弹药 才能保证这子弹不会短缺 那就是一千万枚了 再加上矿山和工厂的搭建 大致是需要两千万才够 这前后加起来 的确有点小贵 猪油简快速盘算了下 不由得有些扎舌 好家伙 这火器 当真不是一般 躺口能玩的 太贪娘的费钱了 看着猪油简 那有些心疼的脸 郭允厚忍不住白了眼 陛下 目前朝堂之初 已经非常夸张了 陈和你算一算 由于陛下改革了军制 光是每年军队的固定开销 便是三千万 加上各级官员的俸禄 和宗室供养 保底又是五百万 这还只是固定开销 除此之外 每年曹运维护 需要两百万左右 陛下 最近搞的修路工程 更是每年号 赢高达三千万 铁路的修建也差不多 每年支出 大概在两千万左右 以上这些加起来 便已是白银八千五百万两 陛下还要修建 记下学工 公布每年的研发费用 还需千万白银 锦衣卫 东西二厂 反贪局加起来的运转费用 保底也要五百万 也就是说 大明现在每年的支出 已经高达一万万两白银了 陛下 你不觉得这太夸张了吗 也就是之前 八大竞商来了拨大的 要不然都不用皇太极来打 大明怕是自己就没了 而对于郭允厚盘算的这些账单 朝堂内的官员们 全都瞪着眼 有些震惊 不知不觉 大明的开销 已经到了这等程度了吗 这确实有点夸张了 陛下 郭大人说的不无道理 光是修水泥路和铁路的十五万名工 每月吃喝 那都是银子 还有这沿途修建的驿站 每一个都住有兵力和马匹 路修得越多 这开销就越大 陈知道陛下很着急 但有些事 或许可以慢慢来 徐光启在听完后 也忍不住站了出来 他也已经多次 和朱友简说过这事 现在公布的压力是真大 这一万万两白银的开销 可是有很大部分 都是公布在消费 他这每天看着银子 如水一般花出去 当真是怕把国库给耗干了 若是朱友简破产 那他去拿找这么好的甲方爸爸 眼看着徐光启 都再次开口 要求节流 朱友简摸了摸下巴 只能是在心中询问道 太祖 你看这是怎么说 要不先缓缓 这一万万两 听得我是真有点害怕 朱友简 其实也觉得这开销 有点过于吓人 但奈何太祖那头 一致不松口 他也不敢贸然终止项目 同样正默默听着的李晨 文言摇了摇头 怎么停 不修路如何致富 现在大明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若是不把路修好 这南北物资就没法高效互通 商品流通不畅 这四大互试的效果就会降低许多 再说 这打仗也需调运粮草均线 修路那也是 在加大咱们自己的实力 李晨承认 这花销是挺大 但问题在于 这一项项的哪个都不好听 这一万万里面 最大头的便是修路 而这恰恰又是李晨最为看重的东西 不把这路修好 怎么赚大钱 可是这钱 对于太祖说的 朱油俭脸色一苦 果然 太祖压根就不打算降低预算 哼 别人说什么 你就听 就他会算账 嘴给咱 咱来说 李晨懒得再和朱油俭废话 接过嘴皮子 看向了下方的郭云后 一年一万万两开销是大了些 但也并非无法支撑 咱预计今年光商税就能收上来 仅六千万两白银 另外 咱的皇家银行可不是白色 就去年半年时间 便盈利一千二百万两 估计今年保守能收入三千万两 仅这两项便已经可以抵住大部分的开支 更不用说 这每年开销里 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固定投入 见好一部分就少一部分的钱 也就这开头几年会稍微艰难点 越往后这国库肯定会越来越宽松 所以不用担心钱不够用 皇家银行的收入郭云后并不清楚 李晨此时说出来后 郭云后只感觉胸口一疼 多少 保底一年三千万 操 郭云后记得去年陛下说过 要将皇家银行的收益给一部分到户部 那时候他还看不上来着 现在看来当真是脑子糊涂了 陛下 其实真没必要这么着急 晚两年把路修好也不会耽误什么 让财政宽松些 大家心里都比较踏实 深吸了口气 强忍着给自己两耳光的冲动 郭云后这才再次开口劝道 好了郭大人 钱的是不用你操心 咱这一直都盯着的 若是真的不够用 咱自然会停下一部分 现在大明的局势依旧不稳 两面作战下压力很大 这些钱不赶紧变成战斗力 咱心里不踏实 反正钱这东西就是王八蛋 花光了再赚便是 李晨摇摇头 态度很是坚决 钱只有花出去了 那才较钱 要不然就只是一堆金属罢了 现在大明正处在蜕变的街骨眼上 只要财政还能抗住 李晨说什么都不会同意暂缓项目 陛下 其实还有个法子 我们下弟子近日在南方调查时 发现很多儒家官员的老家里装修奢华 想来应该都是商人所送 各位儒家官员 长时间居住在京城 肯定不清楚家里的情况 若是知道 定然不会允许此等事的发生 毕竟作为大儒 那就应该是两袖清风 一身傲骨 区区钱财 那都是粪土 拿来何用 所以 陈斗胆建议陛下彻查 将这不义之财 拿走 还大儒们一片清白 瞧着陛下的态度如此坚定 郭允厚也没办法了 只能是苦笑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倒是旁边的冯英健壮突然站了出来 再度将矛头对准了儒家 瞬间 大殿上几乎所有的儒家官员 齐齐将目光看了过来 那眼神如果能杀人的话 估计冯英此时已经是千穿百孔了 哦 还有这种事 谁啊 是谁在用这铜锈 羞辱咱大名的儒家学子 不知道儒家最讨厌这世俗前因吗 简直胡闹 你们都说说 到底是什么情况 豪宅田产都是谁送的 这么羞辱你们 咱一定要他好看 上方 李晨也是被冯英这话搞得一愣 半想才回过神来 好家伙 这小子有前途啊 懂事 当即李晨也没磨迹 笑呵呵地揭查问道 这一下本就心惊胆战的儒家官员们 只感觉脖子一凉 仿佛看见了那老歪脖子树 在向他们招手 陛下 我等儒家弟子 常年在京城为官 对于老家那边的事情 并不太清楚 想必肯定是家里亲戚 经不住诱惑收了银子 这等做法 实在是让我等脸上无光 请陛下给我们的机会 让我等自查 黄瑾看了看 沉默不言的众儒家弟子们 只感觉脑子一阵疼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儒家弟子 就变成这副德行了 好在 听陛下这口气 貌似并没有深究的意思 轻叹了口气 黄瑾只能是站出 接过了话茬 看来 你们儒家对家里的教育 还是挺失败的 这等事可不应该发生 行吧 那咱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去查查自家的亲戚 当然为了防止 你们下不去手 就劳烦冯大人 在一旁监督了 礼成嘴角微撇 有些不屑 儒家中 北边派系的那一拨人 基本已经死绝 剩下的基本都是 南方的儒家弟子 尤其是江这一带 奢靡成风 若非现在大明需要安稳 礼成早就拿他们开刀了 今日 这冯英突然开口 倒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虽然不能将儒家彻底扫除 但警醒一番 还是可以的 陛下放心 陈定然会尽全力 为个儒家弟子恢复名声 绝不让这同袖之物 坏了儒家 冯英拱了拱手 笑着接下了任务 他早就看出 陛下想要整顿南方的心思 只是苦于皇太极和窝国 这才一直没有动手 虽然无法一波将儒家送走 但恶心他们一下 也是挺不错的 果然 随着冯英接下这事 四周的儒家官员们 那神情就和吃了苍蝇屎 没啥区别 偏偏他们还没法开口反驳 毕竟冯英打的 可是为了儒家名声这杆大棋 谁敢有意见 可能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陛下这次没打算杀人 只要交了钱 应该能逃过一件 他娘的 该死的冯英 就你能显办 迟早让你付出代价 好 这事就交由冯爱卿去做了 至于徐爱卿担心的银子问题 咱会重新拨款进来 火器的制作绝对不能停 要以最快速度将武器装备 列装到四项军团 和黄太极决战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眼下可不是省钱的时候 儒家的事 李晨也不想再多聊 点点头 这才将徐光启的问题重新提醒了一遍 就现在这些开销 一个都不能砍 朝会开到这算是结束了 待到下朝 冯英立刻集结了大量儒家官员 准备前往南边 速查官员家属行贿受贿之事 黄景那边也很配合 早早下令让所有儒家弟子不要阻拦 放开了让查 冯英只是想搞钱献给陛下 而陛下那边 暂时也没有清理儒家的意思 所以大伙就当是破财免灾吧 若是阻拦惹恼了冯英 回头在朝会上落井下石 将事态升级 那到时候 陛下就算不想杀人 也得杀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便到了五月底 冯英亲自带队 在苏州地区驻扎 近百名法家弟子 带着人手 对朝堂上儒家官员的老家 进行了彻查 而这一查 哪怕冯英早有预料 也不由得头皮发麻 这些儒家官员 哪怕堂上最小的官 身家都有十几二十万两 更不用那些再六不任职的了 基本全是有钱人 可能唯一例外的便是黄景 这老货是真的清廉 各位 这次的任务 想必大家都清楚 我们的任务 是将这些不义之财全部拿走 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除了金银珠宝 那些名贵字画 也都是我等的目标 但凡说不出来历的 一律抄了 若是遇见有人不配合 直接让田尔跟过来讲道理 王富之 既然老夫推荐你 当了这反贪局的局长 那这次彻查 就由你来领导 务必将反贪局 和我法家的名声打出来 苏州府门内 冯英坐在中间 朝着四周的法家弟子 下达了命令 为了让这些儒家官员 更好的配合 他还专门去找陛下 把锦衣卫要了过来 有田尔跟在这蹲着 他还真不幸 有人敢顶着风头搞事 是 站在一旁的王富之 眼神中全是兴奋 只要能找儒家的麻烦 那他便是动力满满 凭什么这等府儒 能够压制百家多年 老天爷当真是不公 好在当今陛下 乃是人中真龙 如此明君 他必定会誓死追随 正好反贪局成立许久 还没啥大案可办 这次便是他扬名的机会 干了 弄死这帮混账 不过几日 随着反贪局正式开始行动 纸醉精密的苏州 顿时变得风声鹤唳 在苏州最为繁华的居住区内 每天都有府宅被搜查盘问 只是几日时间 便有好几家被抄的 只剩下废墟 墙被砸了 椅子被劈了 柱子被砍了 就为了几两银子 简直是不大人 但效果也是明显的 这才刚开始 王富之便抄出白银368万两 古玩字画七十余件 甚至还有宋朝的汝瑶 鼻喜一见 简直是给王富之开了眼了 而就在反贪局的动作 越搞越大时 距离苏州府不远的某个村庄内 十几名青年 正聚集在一间屋子内 小声讨论着 各位 苏州府内最近发生的事情 你们都看见了吧 法家的人正在抄家 那些高高在上儒家老爷 可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而且连孙家都被查了 听说连床板子都没了 一名三十几岁的汉子 笑呵呵地说着 似乎对于这个孙家倒霉 很是欣喜 四周 其余人等听完 也忍不住纷纷拍手叫好 好哈 抄得好 可惜了 若是能把孙之蟹砍了脑袋 也不忘我等受的委屈 是啊 这孙之蟹当真可恶 也不知陛下留他作甚 而就在大家讨论时 另一名瘸腿的青年 突然开口问道 张说 我想入苏州府 求法家弟子 为我主持公道 你觉得可行吗 那孙之蟹抢夺我妹妹 让她受辱而死 眼下这法家的出现 不正是他们这些人的报应 青年语气极为激动 说话间 瞳孔中隐约有红光闪烁 他这话一说完 周围顿时安静了下来 大家互相看了看 这才又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看向了 之前说话的那位汉子 张火这汉子 算是他们中的小头头 其父亲是村里的教书先生 在七里八乡都备受尊重 但张火这人 却不喜读书 独爱习武 为人也没有那俯卢气息 反倒如同侠士一般 为人仗义 这村里的年轻小伙 基本都服他 而此时 坐在正中间的张火 听完那青年说的后 眉宇间也是怒火闪动 那孙之谢 的确是混账一个 其家族的内的人 更是欺男霸女 强娶豪夺 他们多次去县衙上述 最后都不了了之 四哥 我知道你报仇心切 但朝堂之事 错终复杂 远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法家此举虽然是在除害 但却并未伤那些家眷分侯 显然是这当今陛下 并不太想将事情闹大 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所以 你去找法家申诉 不见得会被受理 张火虽然为人耿直 但毕竟是读过书 对于朝堂的政令 也有一定的了解 他早就观察过 这法家虽然把这些 儒家官员的家眷 折腾得够呛 但却并没有将其入狱 显然 法家这头 是没有将这些儒家官员 一波弄死的打算 而且 背后很有可能是陛下的授意 那时陛下只以为 他们是贪污受贿 若是让陛下知道 这些儒家混账手里 占了多少人命 我相信 陛下肯定会为我们做主的 妹妹的仇我一定要报 若是法家不受理 我就去京城垂名冤谷 李四狗咬着牙 很是倔强的反驳道 他的确看不懂 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但他能看出 这是他报仇的机会 他已经等了四年 当真是不想再等了 唉 陛下并非在南京治理国家 对于将这一地的掌控力 并不强 而且现在大明 还有外敌存在 陛下应该是不想让南方生乱 故此才一直没有 对这些人下手 你且再等等 要不了几年 这孙之谢必死 张火看着李四狗 神情有些无奈 多好一小子 就因为他妹妹的事情 变得如此颓废 连腿都废了一条 想了想 只能是尽可能 用他能听懂的话解释到 以这位陛下的性格 等到外部威胁结束后 肯定会收拾这些人 早死晚死的区别罢了 李四狗听完 阴着脸没有再说话 也不知听进去了没 张火见他这样 只能是再度叹了口气 好了各位 天色不早了 都先回去休息吧 这件事 我们看个热闹就好 千万别掺和进去 小心惹到杀身之祸 四日 张火还在睡觉 突然有人敲门大声喊道 张哥 别睡了 四娃子没了人影 可能去了苏州府 正睡得迷糊的张火 披着衣服打开了房门 看着面前焦急的两人 不由地皱了皱眉 咋回事 慢慢说 其中一人见张火开了门 赶忙开口道 张哥 你知道的 我们平日早上 都是叫四娃子 一起去田上 今日 我们照例去找他 但房里没人 前后都找遍了 依旧没看见 不光如此 鞋和衣服也没瞧见 我们怀疑 他是去了苏州府 听完两人说的 张火吸了口气 猛地拍了下脑门 得 定然是去苏州府无疑了 这李四狗 当真是 罢了 他心中有恨 我们的话他听不进去的 随他去吧 希望别出什么事情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张火也没了办法 李四狗家里的是他门亲 这小子 已经被搞得家破人亡 若不是这恨意 怕是早跳了河 现在只能是希望 他能如愿以偿了 门口两人听着张火说的 脸色也有些惆怅和无奈 张火都这么说了 那也只能先如此 而就在张火他们头疼时 苏州府 李四狗已经处着拐杖进了城门 看着四周热闹无比的街道 李四狗紧了井身上的包裹 咬着牙神色坚定地来到了府衙门口 什么人 府衙种地 速速离去 站在门口的锦衣卫 看着走来的李四狗 有些疑惑 直接抬手说道 现在府衙内 银子都快推挤成山了 可不能有任何闪失 然而李四狗却是话都不说 干脆地跪在了衙门口 随即从包里抽出一白布 涂在了地上 上面血红色的字 清晰可见 孙之谢害我家人 请青天老爷做主 看着这红字 那锦衣卫哪能不明白 脸色瞬间大变 好家伙 血说啊 这位大哥 是还嫌这地的事不够大吗 快 去通知大人 不多时 冯英从门内走了出来 看着地上跪着的李四狗 嘴角微抽 起来吧 我是刑部尚书冯英 你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说 这地跪着凉 冯英轻吐了口气 摇着头开口说道 没想到这才几日而已 竟然都有人带着血书来了 见过大人 草民卑贱 不敢入府脏了地 还是就在这跪着吧 李四狗看了冯英一眼 轻摇了下头 跪在地上纹丝不动 冯英作为人精 哪能听不出来 这话里有味道 当即眉头一竖 什么屁话 府衙拿来 就是为民做主的 你这话 将我等官员置于何地 是不是曾有人为难于你 此时四周 已经聚集了不少百姓 也有人认出了 李四狗的身份 这不是李家村李四狗 看来又是 为他妹妹的事情 哼 他哪敢进屋啊 上次进去瘸了条腿出来 这要是再进去 万一命没了咋办 四周议论的话 让冯英脸色更黑 又看了也没有说话 继续跪着的李四狗 最终化作一声叹息 去 搬两张椅子出来 既然百姓不愿意入府衙 那本官就在这门口审案 还有 去把支线给老夫叫来 不多时 两把椅子就被搬了出来 冯英坐在衙门口 朝着李四狗招了招手 李 四狗是吧 起来坐着说话 当着这全城百姓的面 本官为你做主 但凡有冤屈 尽管讲来 冯英的话 让四周顿时安静了下来 而李四狗默默听完后 依旧没有起身 朝着冯英拜了一拜 便直接开了口 草民还是跪着说吧 大人 草民本是苏州城外 李家村的一名农户 家园有老父老母和一妹妹 虽然家里穷淡 尚有博田吉姆可以温饱 本来我以为这日子 就会这么过去 结果没成想 四年前这孙之谢 派人下乡买田 大人应该知道 这田乃是我等农户的命根子 轻易卖不得 更不用说 孙之谢给的价格 只有正常价位的十分之一 这简直就是冥抢 家里老父亲自然不愿意卖 他们就多次上门骚扰 还毁坏田里的粮食 我们多次上报府衙 但却从未见人处理 后来 这孙之谢亲自下乡收购 对我等威逼利诱 无意间又看上我家小妹 于是便和老父亲提议 若是不卖田 便将小妹卖与她为侍女 父亲大怒 与其产生纠葛 孙之谢见父亲不答应 想要抢抢 好在乡里相亲帮衬 这才没能得逞 没成想 几日后 她竟然派下人偷偷入村 将我小妹掳走 等到我们发现时 就 唉 想必后面的事 大人应该也能猜到 小妹不堪受辱自杀 我家老母悲伤过度走了 老父亲也没撑过几个月也走了 我将孙之谢告入府衙 就得了一两银子的赔偿 后来那支府干脆将我腿打断 警告我不得再入府衙 如此做事 和恶霸有何意 天下之我竟找不到深渊之地 李四狗说完 眼睛已是发红 显然是又想起了那些 让他难受的事情 而随着他说完 周围的百姓们 也全都摇着头叹息着 孙之谢这祸在苏州 可是大海 不知多少百姓 被他折腾过 这人他手段通天 连府衙都包庇他 在苏州府这地界上 完全是横着走的存在 混账 好大的狗胆 简直无法无天了 待到李四狗说完 还没等逢音开口 王福之已经忍不住站了出来 黑着脸 破口大骂倒 他本就连结公正 最看不得这种乱法之人 孙之谢所做的这些事 简直就是在他的雷区上跳舞 孙之谢 哼 老夫没记错的话 他是天启二年的近视吧 既为汉林院检讨 天启七年 崇顺天相识正考工 在崇祯初年的时候 亭臣秦毁三朝要点 就他在那里哭争 遂被列入燕党逆案 革职未明 不过是一个舔燕党的废物 为何能在苏州城一手遮天 苏州之府何在 给老夫滚出来解释解释 不光是王福之 冯茵的脸色也极为难看 一个都被革职未明的人 在苏州还混成大哥了 他娘的 当真是长见识了 随着冯茵这一嗓子 后面站着的苏州之府 赶忙跪了出来 一张肥胖的脸上 全是汗水 看着冯茵那杀人的眼神 整个人都抖成了筛子 大人 这这下官也是没办法 你也知道这孙之谢是燕党 本来陛下上位后 是要整顿燕党的 结果没成想 魏忠贤竟然没死 不光没死 还越发受到重用 孙之谢可是 魏忠贤的铁杆支持者 就算贤富在家 我等也不敢得罪 听说那孙之谢私下 还一直和魏忠贤有联系 还说他是魏忠贤 放在苏州的代言人 专门为他办事的 这真要得罪了下官 怕是会死得很惨 苏州之府 此时都快哭了 从冯茵来时 他就已经是提心吊胆 就怕苏州内的一些事情 被法家察觉 结果最终 还是怕什么来什么 看见李四狗的那一刻 他只感觉天都要塌了 魏忠贤 搞笑 你知道魏忠贤 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吗 还真当他是天启年的 九千岁不成 信不信 若是让魏忠贤知道 这孙之谢扯着他的皮毛财 直接拍马过来 一刀裹绝了他 还有 你不是儒家官员吗 这么怕咽的 你还当什么管 一听这事 好像和魏忠贤还有关系 冯茵眼神 微眯寻思了一会 很快便想明白了 这孙之谢 八成是在扯虎批 作为天天在朝堂上站着的人 他可太清楚 魏忠贤现在的状况 这货除非不要脑袋了 否则是绝对不会放人下来捞钱的 而且他对魏忠贤 也算是比较了解 这货本就不怎么贪图钱财 之所以在天启年大肆收刮 那也是为了他的皇爷 为了维持军队的运转 所以这孙之谢 定然不会是魏忠贤指派的 想通了这点 冯茵对于这苏州之府的火气 反而更大了几分 别的不说 就算魏忠贤当道的那几年 作为义府的父母官 竟然如此怕事 当真是丢人 大人饶命 我这也是为了活命 我愿意赔偿李四狗钱财 我还可以给他父母妹妹 披麻带笑 只求大人能够饶了我这次 苏州之府瞧着冯茵越发难看的脸 清楚他今日是再劫难逃了 只能不断磕头求饶 而旁边的李四狗听见后 顿时怒道 谁要你的破钱 你能让我父母妹妹都重新活过来吗 但凡你这知府 能够有点作为 他们又如何能死 钱 老子家里人都没了 要钱来干什么 听听 人家父母亲人都没了 要钱有何用 田大人 劳烦你将其拿下 带到本官处理完苏州的事情后 压介入京 交由陛下判决 冯茵看了李四狗一眼 摇着头叹了口气 这等悲剧当真是不应该发生 他也懒得再废话 转头朝着田尔庚说道 这 他好歹也是一知府 冯大人就算是刑部上书 也无权将其抓捕吧 要不还是将其软禁在苏州 等到向陛下说明后 等陛下的书信 一直默默看着的田尔庚 听见冯茵说的 只感觉脑人有些疼 大哥 这可是知府 虽然刑部的权力很大 但他们是归御使馆的 贸然抓捕 回头陛下问责起来 谁看 田尔庚说的不无道理 冯茵也忍不住有些皱眉 而就在这时 旁边的王夫之突然开了口 刑部不行 我这反贪局可有这权利 就这败类 我不信他没有贪污 去他家里搜搜 只要查出赃营 那我反贪局 就有权利将其捉拿 冯茵的确是不太好 直接出手 尤其他们还是法家 若是越轨办事 很容易被红了眼的儒家弹劾 但现在站在这的 可不光只有刑部 还有他手中的反贪局 作为专门肃清朝堂官员的部门 王夫之手中的权力 在某些时候 甚至比冯茵还大 别说是一个知府 就算是那些王爷 一旦被查实 贪污他都能抓 呃 那行吧 来人 把这位知府大人待下去 好好招待 再找几个手脚利索地 去他家好好搜查 务必将赃营查出 反贪局 好吧 这位还真有权利 田尔庚眉头挑了挑 倒是没有再拒绝 只要不让他背锅 那就什么都好说 手一挥 田尔庚便让人 将这贪坐在地上的知府带走 随即又吩咐 两人去他家好好查查 等到这知府被带走 冯茵这才看向李四狗继续说道 放心 这件事本官定然会给你一个交代 那孙知谢绝对会为他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这几日 你就现在府衙住着 而农 王夫之的字 去把那混掌抓来 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这知府确实该死 但那孙知谢更该死 手上既然沾了人命 那就必须得付出代价 说完 又冲着王夫之地了个眼神 王夫之瞄懂 直接转头说道 田大人 我还需要你发动锦衣卫 帮我调查这孙知谢的所有事 我要知道他 到底贪污了多少田产 收了多少银子 沾了多少人命 田尔更白眼一番点了点头 行 给我一天 真贪娘的 会使唤人 罢了 反正沙滩官也是功劳 忙点就忙点吧 谢大人 谢大人 冯茵他们的对话 李四狗全都听见了 见终于有官员愿意去抓孙知谢 他再也忍不住 直接哭了出来 边哭边给冯茵磕头 这下倒是把冯茵搞得很是尴尬 赶忙上前两步将其扶了起来 谢我作甚 我等为官者 本就是要为民办事 放心 这是我绝对会还你一个公道 冯茵这话说的斩钉截铁 没有丝毫的犹豫 而李四狗已经是激动的 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突然 旁边又有好几人 跑到了冯茵面前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大人 我要装装告苏州李家 杀我赵家村三十余人 大人 我弟弟被孔家的人打得下不了床 还被抢夺田产无母 请大人为我们做主 皇家的人杀我弟弟 如我妻女 霸占田产烧我房屋 请大人做主 就像是被触发了什么机关一般 随着这几人开口 越来越多的百姓 跪在了冯茵四周 开口所说 不是田产就是人命 只听得冯茵有些头皮发麻 这苏州 到底是积攒了多少冤案 他这次来 本意只是为陛下手一拨钱 可没打算将儒家杀得一干二净 倒不是他没这个想法 而是他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但 看着周围跪了一圈的百姓 拒绝的话 他是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 他可是法家弟子 若他都维护法律 那天下起步大乱 大人 你在犹豫什么 总不能真的视而不见吧 似乎是瞧出了冯茵的犹豫 王夫之凑了过来 小声问道 在他看来 冯茵就不应该有任何犹豫 这是要闹大了呀 听着王夫之的询问 冯茵没有搭话 看了看四周后 半想才长叹了一口气 随即眼神中 闪过一抹锐利和果决 若这是他没撞上 那倒是可以缓缓 但既然撞上了 若不管那他还有什么脸面 去见法家圣人 好好 今日开始 老夫亲自坐堂 凡有冤者皆可来报 田大人 劳烦你再去办件事 把苏州城内 有名有姓的大家族主要成员 暂时软禁 不得离开苏州 再速速飞鸽 将此事报于陛下 告诉陛下 这苏州恶徒遍地冤案平发 陈作为刑部上书 无法坐视不管 故决定在此地审理 为百姓讨一个公道 因此 引发的所有后果 陈院事后以死谢罪 死 田二更瞪着眼 一副你在逗我的表情 大哥 我的亲大哥 玩这么大的吗 陛下只是让你来搞钱的 不是让你来超儒家老窝的 这南边各大家族的关系 有多复杂 你没点逼说 贸然动手 出了事 我们都扛不住 冯大人 你没有接管义府的权利 还请你别越界了 而且 南边这头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着急的田二更 顾不得其他 三两步走到冯英身旁 小声提醒着 但冯英却是满不在乎的白白手 刑部有监察天下的职责 如何管不得 从现在起 这刑部本部 就设立在苏州城内 本官在自己的部门中办事 有什么问题吗 另外 田大人别忘了 陛下爱民如子 若是让他知道 苏州城是这么个鬼样子 你觉得陛下 他会善罢甘休 啥 听着冯英说的 田二更就插骂娘了 牛逼 直接把六部之一的刑部 搬家是吧 你可真会钻空子 但他也确实没法反驳 因为冯英真有这个权利 你我都知道 这还不是肃清儒家的时候 冯大人是想把陛下 架在火上考不成 就不怕法家 好不容易驳出的前程 毁于一旦 憋了半天 田二更只能如此威胁到 他都跟着过来了 冯英若是搞事 他必然受到牵连 你若是怕了 自行回去便是 法家可不是儒家 不会为了前程 而放弃自己的坚持 真要将这些百姓的冤屈 视而不见 我才真的没脸去见陛下了 只要我还是一天的刑部上书 只要法家还在一天 这是 我等法家弟子管定了 陛下来了都没用 老夫说的 冯英深吸了口气 欲气严厉地说着 法家没有闹肿 冯英的坚决 让田二更很是无奈 最终只能退到一边 让人赶紧给陛下写信去 不用想都知道 南边这几座主城 压根不能细查 一旦查到底 那必然是人头滚滚 次日 随着锦衣卫的信歌 落入皇宫 朱有俭看着田二更 汇报上来的情况 神情名重 南边一直都是 朱有俭的心头病 若不是外敌 环绕他 早就动手了 这两年 他都强迫自己 少看南边的密探 为的就是怕一个 忍不住直接动手 但今日 貌似有点避不开了 唉 太左 南边的情况 比我们想的要严重得多 感觉这百姓 都有些活不下去了 还要继续忍着吗 来回转悠了好几圈 朱有俭看向画像皱眉问道 飘在半空的里程 默默听完后 眉头同样拧了起来 本来他的想法是 过两年等把皇太极弄死 再慢慢收拾着南边的垃圾 这次让冯英下去收钱 那就是警告 让他们在这两年 有所忌惮安分一些 然而没成想 冯英他们工作的如此卖力 反而成为了导火索 眼下如此多的百姓 请求朝廷他为其做主 他一个法家弟子 定然无法置之事外 明远已起 若是不管皇家威严何在 呼 你怎么看 说来听听 李晨是真不想这个时候 对南边动手 黄太极和窝国一个没死 若是处理不好 又得混乱一阵 思索了许久 李晨看向了朱有俭 他打算听听朱有俭的想法 杀 南边本就是我大明的赋税重地 若是能将其整顿好 对大明来说定然好处多多 我估计 倭国和皇太极短时间内 没精力挑起战争 速度快点 不会有什么影响 朱有俭捏着下巴想了想 嘴里吐出杀气肆意的话 这些乱国臣子 不杀留着干啥 乱点就乱点呗 还能把大明推翻了不成 只要动作快 应该不会出事 呵 你想得太简单了 这件事一旦动手 每个大半年结束不了 南部各大城镇的人口加起来 占整个大明的三分之二 财富占四分之三 宗族势力遍地不说 更是儒家的根基 苏州城只是缩影 估计十个南方重镇 有九个都和这差不多 尤其是南京 一旦动手 这些人不会坐以待毙的 李晨见朱有简说得轻松 摇着头提醒道 还是太年轻 容易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 这就不是三五个月 能搞定的事 保底需要大半年 甚至一年才能搞完 这也是为啥 李晨一直不敢 对南部动手的原因 就怕时间太长 引起连锁反应 太祖的意思是 他们还敢反 朱有简瞪着眼 有些发愣 他又不傻 自然听出太祖话里的意思 你都把刀架他们头上了 区区造反 又算得了什么 很意外吗 李晨白了眼 横竖都是死 为啥不造反 难不成还和你客气 这 造反他们也得死 只是 如果要乱大半年 万一黄太极来过 朱有简黑着脸 捏着下巴琢磨了下 貌似还真有可能 虽然肯定打不过 但如果南边 真要混乱半年以上 那可就是给了黄太极机会 知道麻烦了吧 评判可是要调兵的 见朱有简终于反应了过来 李晨轻叹了口气 眼下当真是被架着了 有些麻烦啊 一时间 偏殿内陷入了沉静 朱有简低着头 脑子里不断思索着对策 但想来想去 也没想出个能两全的办法 最后只能是将目光 看向了自家太祖 罢了 事已至此 咱们也不好再视而不见 反正这南边迟早是要弄的 那就借此机会 直接肃清 这样 今晚咱在琢磨下 等明日朝会再说 李晨也是寻思了许久 好半天才咬牙下了决定 现实就是如此 不可能什么事情 顺着自己的安排来 虽然这是有些棘手 但好在现在的大明 也已经有了处理的能力 既然避无可避 那就先下守为强 这话一出 朱有简赶忙点头表示赞同 他虽然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但心里是真不想放过那些混账 看太祖这意思 是打算硬碰硬了 是 太祖 你尽管发挥 骂名什么都我抗 也该让这些混账付出代价了 次日一早 随着天边渐渐亮起 刚刚进入皇宫 准备开会的众大臣们突然发现 今日的皇宫门口 夺出了许多锦衣卫 一股肃杀的气息 蔓延在四周 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 我去 这又咋了 谁知道啊 貌似最近也没出什么事吧 温大人 温大人 你知道这是啥情况不 只感觉 脖梗发凉的众大臣们 互相低聊了几句后 一人赶忙朝着 不远处的温体人喊道 被叫住的温体人 转头看了同僚一眼 干脆地摆了摆手 别问 问就是不知道 反正上朝的时候都小心点 别乱说话 我们这位陛下性格很直 别在火气上浇油 他乃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看这情况 就知道没好事 少张嘴就对了 周围的同僚们 听完嘴角微抽 但也不敢再废话 随即跟在温体人身后 入了大殿 随着文武百官站好 一群人精们 赶紧低着头 当起了安纯 而在上方 已经接管猪油捡嘴皮子的李成 见人都到了 也没再客气 抄起暗台上的茶杯 便猛地摔在了大殿中间 各位儒家的爱亲 咱今日想问个问题 到底是儒家哪本书上写着的 让而等入朝为官 便是要磕正骇鸣 贪污受贿 不贪钱不害鸣 你们就浑身难受是吧 李成的话很是冷冽 下方一群儒家官员 听完只感觉双腿发抖 不是 啥是啊 谁家混账又把这位爷给惹急了眼 麻蛋的 不是说好了低调做事 陛下 可是又出什么事了 能说来听听吗 黄景见状知道 今日是躲不掉了 只能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不管是谁家搞的事 这个时候可不能憋着不说话 否则一旦让陛下上了头 那大家都得躺着回去 黄爱卿 你现在应该是儒家在朝堂上的支柱吧 那你来说说 为何儒家官员会如此蔑视朝堂 贪污害人 咱已经想了一晚上 当真是有些想不明白 还请黄大人能够解惑 李成看了看黄景 皮笑若不笑地问道 他就知道 这黄景憋不住 得站出来接查 行 等的就是你 既然你现在是儒家 在朝堂上的带头大哥 那老子这伙就得受着 黄景见陛下 已经将矛头对准在了自己身上 额头上瞬间有了几分冷汗 若可以 他是真不想当着儒家大哥 本来儒家在这位爷者当官 就已经很危险了 当大哥可是会被针对的 陛下 是我等监管失职 这才让儒家弟子有些放肆 但请陛下放心 给我等一点时间 儒家定能洗心革面 憋了半天 黄景也只能先这么说着 不管怎么说 先承认儒家的问题准没错 给时间 咱怕再给你们时间 这南边的百姓 怕是要造反了 还洗心革面 若不是冯英在南边 查出一堆问题 咱还真以为等儒家有了变化 现在看来 到底还是咱杀得少了 李晨冷笑着 将暗台上的天子剑拿了起来 一边说 一边走下了龙椅 站在了大殿正中间 梅宇间的杀气 几乎是毫不掩饰地 朝着黄景等人冲去 冯英 敢问是何事 还请陛下直说 看着手持天子剑的陛下 靠得如此之劲 黄景想都不带想地 直接跪地 冯英 果然和法家的人有关系 就是不知到底 查到了什么 让陛下如此动怒 王承恩 你把冯大人查到的事情 给这些国家栋梁讲讲吧 咱怕说出来上了头 一刀裹绝了这些混账 李承瞥了眼贵地的黄景 半想才朝着王承恩 点头示意道 早就准备好的王承恩 随即从袖子里 抽出锦衣位递上来的折子 打开后 将冯英那边发生的事情 讲了一遍 贵地的黄景默默听着 听到最前面冯英 抄到不少银子时 他脸色并无多大变化 这是陛下肯定门清 大家也都默认 让陛下随便抄了 为的不就是留一条性命 按理来说 陛下拿了钱 应该挺开心才对 为何火气会这么大 难道是嫌少了 然而 很快黄景的胡思乱想 就被后面的事情给打断掉 听完李四狗 还有百姓 齐齐跪地请求做主的事实 他终于明白 陛下的火气是怎么来的了 如果只是钱 这位也或许还能忍 但显然 现在苏州地区 冤暗遍地都是 百姓早已被压榨得苦不堪言 这对于爱明的陛下的来说 是绝对没法忍的 操 苏州那些人 是傻逼不成 竟然敢把百姓逼到这等份上 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黄景顿时在心里骂娘了起来 他久居京城 压根不清楚 这南边城镇的事情 现在听来 哪怕是他都感觉头皮发麻 如何 怎么不讲话了 短短一日时间 冯英便接待了137名百姓 涉及人命近200条 田产3000多亩 这还仅仅是开始 在苏州城内 还有多少受了委屈 不敢报官的百姓 咱不得而知 若是放眼整个南边 又有多少百姓 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咱请你们入朝 而等就是这么当官的吗 李晨等了半天 等不到黄景开口 也懒得地等了 蹲在他面前立声问道 如此害命 党真是不怕遭报应 这话一说完 周围的儒家官员们 顿时齐刷刷地跪了一地 他们中有的人是羞愧 但更多的却是紧张 毕竟那些被举报的人中 很多都是他们的亲戚 陛下 臣有罪 臣是真不知道 这苏州城内 会有这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 越发感觉自己脑袋 开始变得轻便的黄景 眼下也顾不得其他 扶着身子 颤声认罪 他清楚 今日陛下定然是要杀人了 若是态度稍微有点不端正 估计他得第一个领刀 有罪 你当然有罪 你们都有罪 但罪大的罪在咱身上 是咱没有早些看清儒家 还对你们口中的 人抱有一丝幻想 结果 你们就是这么报答咱的 人 好一个人 当真 是把孔夫子的脸 都给丢光了 认罪有什么用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准备倒霉吧 犯了事就要受罚 黄警脸色大变 他在这话里 仿佛又听见了 灭儒这两个字 但是和上次不同 这次陛下 像是真的要用物理手段 将儒家灭杀 这对他们是 失望到极致了 陛下 儒家绝非全都如此 这只是儒家中 一小部分害群之马 还请陛下明察 我可以亲自下去读查此事 定然给陛下一个满意的答复 黄警是真慌了 若陛下只是杀人 那他没什么好说的 但若是儒家灭在 他们这一袋手中 那当真是死了 都没脸去见祖宗和圣人 绝对不行 儒家绝不能灭 李晨一直在观察 黄警的神情 发现这老货彻底慌了 嘴角立马浮现出一丝笑意 老东西 就等你这句话了 这次朝堂 定然是要再动刀子 杀的人不在少数 李晨左思右想 觉得不能让朱油 捡来背这个锅 事情本就是儒家 自己搞出来的 那自然可以让他们自己解决 为了儒家的未来 李晨相信 黄警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断 读查 咱还能信你吗 若是再出几个包庇之徒 咱怕事无言面对百姓 虽然嘴角漏笑 但李晨的语气 依旧很是冰冷 脚边跪着的黄警一听 拳头瞬间捏紧 有机会 陛下这口风 有机会 陛下 陈愿以家里九族作为担保 这侍臣定然查个水落石出 给百姓一个交代 还请陛下 看在陈多年劳苦的份上 再给陈一次机会 说着 黄警重重在地上磕了一个头 必须要拨命了 今日不是那些混账死 就是他们这些朝堂上的人死 他娘的 凭什么 老夫为官清廉 为何要受这种委屈 所以 只能是宋儿等上路了 九族 黄警的话 让后面跪着的儒家官员们 眉头一沉 你这啥意思 为了活命 要和自己人拼命是吧 别忘了你是谁家的人 九族 你的九族和百姓 比起来算个屁 咱要的是 这大名清清明明 官员能够以身作则 不过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咱倒也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就由你去苏州 配合逢英调查此事吧 咱就一句话 贪污地抓 沾人命地杀 若是有漏的 那咱就用你九族的脑袋顶上 可有意见 李晨摸了摸下巴 看着黄警 半想才冷哼了一声 九族是吧 行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成全你 陛下放心 陈此去 定然将那些儒家败类 惩戒干净 黄警脸色平静 就仿佛那九族生死 与他无关一般 他此事已经想明白了 那些混账 搞了这么多事情 该杀就得杀 只有将这些混账杀了 他才能重新扶持 新儒家官员入朝 若是儒家再继续指望 这些掉前眼的人 八成得量 这次前去杀人 也算是为儒家清理祸害 虽然会引发剧烈的阵痛 但若是不动刀 那怕事以后就没机会了 就当是刮骨疗伤吧 哼 希望吧 为忠贤 对于李晨的决然 李晨无所谓的耸耸肩 随即转头喊了一嗓子 这时光指望黄景和冯英还不够 还是得让朕的住场子的人去 黄爷 奴婢在 一直没敢说话的魏忠贤文言 立马站了出来 跪在地上 心情有些忐忑 他现在是真的点热了狗 自己在皇宫里 待着还能背过 找谁说理去 那狗日的孙之谢 都被流放了 还不老实 魏忠贤 这孙之谢的事情 也都听见了 咱就一句话 给咱把这个欺软怕硬 魏虎作伤的混账 给载成八百段 另外 这你带东厂 进入苏州地区 给咱好好的查 若是遇见黄大人 下不去手的 你就帮他一把 对于魏忠贤李晨 还是信得过的 主要这老家伙 确实没有太大的功利心 而且他很聪明 知道有些事 是绝对不能做的 所以 李晨也没打算找他麻烦 而是准备叫他去苏州 帮忙查试 顺带将孙之谢 这个混杂东西给宰了 太祖 我看你火气有点大啊 是这孙之谢有问题 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 朱尤简文言 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他能察觉到 太祖对孙之谢的恶意 当即有些好奇 哼 岂止是有问题 这混账在历史里 可是能够媲美 范文成的汉奸 历史上 就在满清入关后 53岁的孙之谢 响应号召 和众多的明朝官员 投入了清廷的怀抱 并被原职录用 而后 又被声认为礼部又侍郎 坐到了二品高官的位置 这让那狗汉奸大为感动 在听闻清廷倡导汉人 剃发一服后 便主动带头剃发换装 还命令府里的一干众人 全部效仿他 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满清在上朝的时候 满汉官员是分两班站立的 孙之谢占汉班吧 汉成因他从满俗 而不屑与之为伍 占满班吧 满臣又认为他是汉成而不受 这搞得孙之谢狼狈不堪 闹出诸多笑话 最后 这混账一怒之下 竟直接上书 说什么陛下平定中国 万里顶兴 而衣冠树发之志 独存汉旧 此乃陛下从中国 非中国从陛下也 就是这么一奏折 让满清下了决定 并颁布了一条极为恶心人的政令 那便是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自此 满汉之争进入白热化 各地汉人纷纷揭杆而起 反对满清的统治 无数汉族民众 为此遭到屠戮 李晨拧着眉 叹了口气 将孙之谢做的事 简单和朱油简说了下 这刚说完 朱油简顿时火了 好一个孙之谢 好一个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他娘的 那老鼠便如此丑陋 也能入得了眼 丢人东西 死不足惜 杀 这种人不杀 简直就是汉家的耻辱 太恶心人了 一想到后世汉家百姓 人人剃头 朱油简这火气 是怎么都压不住 恨不得现在就提刀 砍死那孙之谢 行了 这都是 你上吊惹出来的麻烦 就算没有孙之谢 也会有张之谢 李之谢 想要从根本上 避免这种事情 还是得咱老朱家 把皇位给坐稳了 李晨白眼了 笑着摇摇头 杀了孙之谢 虽然解气 但却不能解决问题 唯有天下一统国泰民安 方可从源头上 杜绝这种事的发生 朱油简狠狠点了下头 表示明白 以前不知道也就罢了 现在既然知晓这些事 那他定然是不会再让皇太极 有分毫入主中原的机会 这些狗屁东西 有什么资格领导汉家百姓 他们就只会把锅砸了 让大家都过不下去 而此时 跪在地上的魏忠贤 也不由地抹了下额头的冷汗 还好皇爷没有追究的意思 否则他必定会倒霉 是 奴婢领命 重重朝着 朱油简刻了的响头 魏忠贤感激地说道 作为宦官 只要皇爷信他那便是晴天 至于孙之谢 老子会让他知道 瞎说话的后果 然而李晨却并没有多搭理 转身朝着武将那头看去 秦将军 咱希望你带一万百杆军入驻苏州城 由你暂时统领南区都尉府的地方守备军 咱就一个要求 若是那些混账胆敢狗急跳墙 那就拜托秦将军送他们归西 除了将东厂派过去 李晨还需要调集军队以做防备 南边的那些家伙 可是有钱有粮的很 造反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 是 末将临职 秦良玉愣了下有些意外 但很快便回过神来单膝下贵灵旨 他还真没想到陛下会给自己派世 吃惊之余更是有些兴奋 他已经许久没有出门活动筋骨 这次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至于会不会死太多人 那就和他没什么关系了 秦良玉 魏忠贤 加上本就在那边的冯阴和田尔庚 黄景听着这一个个名字 恼人再度大了一劫 麻蛋的 这一个个可都不是好惹的人 陛下这么玩显然是要一锤定音 以最快速度将南边给清扫一次 看来那些混争是在劫难逃了 不过黄景也没兴趣为这些同僚祈祷 他自己都已经是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嗯 人手上已经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要说的是 有关大明的一项新政策 本来这政策 咱是打算过两年再宣布 但现在既然南边已经出了事 那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推行吧 安排好人手 李承这才持刀走回了龙椅前 一屁股坐下后 继续说道 他今日有两件事要做 第一便是让儒家背锅狗咬狗 然后派人肃清大明南部 而二件事则是有关土地的 从田尔庚写来的信中可以看见 这些有冤暗在身的百姓被夺之物 几乎都是天产 不由的便让李承想到了 穿越前在贴吧看见的一篇分析 说是许多王朝的末期都亡于土地兼并 加上气候变化 这才导致没有超过四百年的王朝出现 就像是轮回一般 历史上原本发生过的事情正在不断重演 剑下方众人都将目光看了过来 李承整理了下思路继续说着 说政策之前先讲个事 咱最近阅读历史 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其中更是瞧见了 这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可能你们中很多人会说 这王朝灭亡是因为战争意或者内乱 但咱可以明确告诉你们 都不是 真正导致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 土地兼并 嗯 李承的话让下方众官员有些摸不着头 不是还在讨论苏州的事情 咋一下跳到土地上来了 敢问陛下 这土地兼并为什么和王国有关 陈于顿有些不解 站在最前面的温体人 左右看了看见没人捧场 赶忙开口揭查 妈的 这些人都是傻子不成 陛下在这说是 一个个哑着不说话 事嫌今天的气氛还不够冷适吧 好不容易 陛下开始讲其他事情 别说什么土地兼并了 就算是唱戏 大家也得吆喝着 把陛下给哄开心 李承瞥了眼温体人 眼神有些赞许 这老狐狸还真是滑了 当即李承也没墨迹 顺着温体人的话 就直接展开话题 温爱轻问得好 那想要细说 就要先知道什么是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指 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大地主 大官僚手中 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 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 甚至到了王朝末期 大地主为了拥有更多的土地 往往会采用各种卑劣手段 尤其是灾年 地主巧取豪夺 让拥有土地的农民 变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 沦为电农 这就是土地兼并 当土地兼并严重时 两种矛盾就会突出起来 一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 二是皇家同地主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发展 将出现两种结果 一是皇家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 使兼并现象 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嘛 则是直接导致农民战争的爆发 多少王朝都是毁于农民起义 远的不说 就说咱老朱家 那就是泥腿子出生 为什么要造反 不就是因为梅田活不下去了 再说直白点 这每一次的农民起义 那都是对天下土地的重新划分 现在 咱这大明也已经到了王朝的末期 天下土地兼并严重 这一点从苏州就能看出 所以 咱这次为什么如此火大 就是因为 下一个洪武大帝 可能此时就在大明朝内种田 当他活不下去的时候 便会亲自将咱的大明 送上断头台 李晨语气冷冽 而这话说完 下方文武百官 不管是谁 全都齐刷刷跪在了地上 臣有罪 臣万死 皇帝都开始讨论王国的事情了 可见 今日这氛围有多糟糕 想活命 还是赶紧跪着吧 万死 咱倒是真想 把你们都杀了 但这解决不了问题 直说吧 咱有一政策 可以彻底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但需要一个胆子大的人去办 办好此事 未来只要不叛国 那林烟阁之手 咱直接赏赐于他 听着这些官员的告罪声 李晨嘴角一撇 很是烦躁地挥了挥手 若杀人能解决问题 那倒是好办了 可惜 这土地兼并 乃是政策上的问题 想解决 就必须要动脑子 想了想 李晨直接将奖赏先说了出来 果然 听见林烟阁之手 这五个字 不管是哪家的文官 眼神中全都有金光闪过 但很快 大部分人便都低着头 全当没听见 这奖励听着诱人 但着实有些难以触碰 当年张居正推行一条编法 不就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 最终不还是失败了 连那等全程都没能成功 他们这小胳膊小腿的 可不敢和全天下的香绳地主叫板 稍不注意 那就得死 奖励虽好 但他们可不想躺着拿 陛下 臣愿意接此任务 倒不是为了那林烟阁的奖励 老臣只想为陛下分忧 为大明续命 既然这土地兼并 已经影响到了王朝的命运 那不管其背后是谁的利益 只要陛下一声令下 老臣都能叫他将土地给陛下吐出来 大部分人不愿意当出头鸟 但却有一小撮人心思震动 尤其是温体人 在稍微一琢磨后二话不说 干脆利落地跪地请命 他当然知道 这土地兼并的问题不好解决 但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张居正是没能成功 但究其原因是在皇帝身上 所谓改革 没有陛下支持 那能行 而他眼前的这位陛下可不相同 乃是人中龙凤 又掌握了军政和民心 只要朱油简铁了新药改革 这大明内外 就没人能够阻止他 遇见一个连名声都不在乎的皇帝 那些乡绅地主 有什么资本争斗 所以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还是挺高的 反正老子已经半只脚 踏进了棺材板 也没什么好怕的 若是能做成此事 那当真是不枉此生了 未来大明的历史上 会清楚地写着 大明崇祯皇帝朱油简 解决了土地兼并的问题 而负责执行这一变革政策的 便是他这位内阁首辅 大明左驻国 林燕阁C位 温 铁 人 尼玛 看着温体人如此积极 下面的儒家官员们都快骂娘了 这混账东西 为了点名声 当真是连命都不要了 温爱卿 咱可还没说政策 想要阻止土地兼并 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你确定要接手 上方 同样有些无语的 还有李臣 他本意是想让法家来负责这事 但温体人如此主动 他又不好直接拒绝 只能是开口提醒到 然而温体人 却是一点都不带退缩的 拱拱手一脸坚定 陛下 卫君分忧 是我等臣子应做的事情 更不用说 臣氏那个首辅 就更应该身先士卒 为陛下办事 至于流血什么的 但凡变革 必然是血雨腥风 这点臣清楚 但只要于民有力 那臣必不会退缩 开玩笑 你都把林烟阁首辅的位置 给拿了出来 那我还有什么害怕的 尤其是现在大明内 外百家争名 又恰逢乱世 兵家法家 那都是如鱼得水 若我这个儒家出生之人 能够稳坐林烟阁首位 那就算儒家的人 对我再不满 也只能憋着 毕竟往大了说 老夫这可是再给儒家争脸面 太祖 这人能行吗 他不就是个霍西尼的 解决土地兼并的法子 虽然我也不懂 但肯定是要找有手段的人 才能解决 温体人他 听着这老货 义正言辞的话 朱友简眉头紧皱 不由开口说道 对于温体人 他的感官也就那样了 他之所以能坐得 到现在这个位置 那都是太祖一手提拔 若不是太祖帮忙 以他的脾气 定然不会把温体人 给抬到这个高度 罢了 这点是他还是能行的 温体人的确是个老狐狸 但这并不代表他没能力 别忘了他在你哥那个时代 就已经入了那个 能在一群人经理走到这一步 识人看向 遇人说人话 遇鬼说鬼话 那都是基础 这种人 或许他的专业技术 没有那么强 让他打铁练器 肯定不行 但若是这种 需要与人打交道的活 十个徐光企 都比不过他一个温体人 放心吧 李晨听完笑了笑 摇着头解释道 能走到这一步的 哪个不是人经 贪官用好了 那都一样有大用 安抚好了朱友简 李晨这才又看向了温体人 既如此 那咱就把法子说出来 给温爱倾听听 想要阻止土地兼并 的确不易 咱私来想去 就想到了一个法子 那便是贪钉入母 清吐了口气 停顿了片刻 李晨随即口气严肃地 将这四个字吐了出来 贪钉入母 下方一群官员 听着这很是陌生的词 全都有些疑惑 听着倒是有些玄妙 还请陛下明示 温体人思索片刻没想明白 干脆也不想了 拱手直接询问 李晨也没继续藏着 将整个计划摊开讲了出来 好 那各位就细细听下 若是有问题 可告于咱 所谓贪钉入母 是咱从张居正的一条编法中 扩展完善而来 又可以称作贪钉入地 地钉合一 这次咱要废除 从西汉开始就实行的人头税 既然这些人黑着心 想要夺占土地 那咱就给这些黑心的人上重税 田母起钉 田多则钉多 田少则钉少 寄母科散 无从欺盈 再说直白点便是 土地多的多交 土地少的少交 没土地的不交 具体操作也很简单 贪钉入母 其实就是把钉盈 人头税 均摊到田母税当中 两种税合并征收 完成改革后 每个省有一个人头税 钉盈 总额 然后有一个耕地 总母数 只需要把人头税总额 平均摊到每一亩耕地上 这样一来 每一亩耕地上所收的税 就不再只有土地税 还包括均摊的人头税 在征税的时候 按照耕地数的多少来征收 也不用再纠结于人丁数量 那些混账手中 田产不是多吗 不是想方设法 要把百姓变为农庸 行啊 等到收税的时候 锦衣卫会让这些人知道 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 死 李晨的话音刚落 一阵阵倒吸冷气的声音 陡然在大殿内响起 这法子 简直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哪怕是温体人 此时额头也开始冒汗了起来 好家伙 如果真的按照陛下的法子 来改革土地 那简直就是 割那些地主老财的肉 但不得不说 这个法子当真好 不光方便了征税 还能极大减轻百姓的负担 更重要的是 能让那些地主们 彻底放弃对土地的掌控欲 毕竟谁也不希望忙活一年 最后是给朝廷打工 如何 可还能入大家的眼 见没人说话 李晨嘴角 微撇开口道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儒家官员们 看了看上方的陛下神情 和死了马 没啥区别 哭丧着脸 仿佛被抽干了精气神 他们手中可都掌握着大量土地 若是真让此法推行成功 家里上百年的积蓄 必然得突出去大部分 心疼啊 但即便是心疼他们 也不敢有任何反驳的念头 现在这位陛下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掌控的了 心疼总好过脑袋疼 此乃千秋之法 足以让百姓铭记千年 臣恳请陛下 务必将此事交由臣去做 不管是刀山还是游锅 臣必将此法推行到大明全境 同样反应过来的温体人见 周围同僚如砒霜 脸上闪过一丝鄙 随即跪地高声喊道 土地算什么 只要伺候好了这位爷 名声 财富 权力 要什么有什么 而且 这法子 当真是一绝 只要办好 他温体人必能成为 如同张居正 于谦那样的名人 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李晨见这货一脸的果决 点点头 这才最后提醒到 温爱卿可真想好了 此乃大明 未来三年最重要的国策 没有之一 你若是阶下 那就相当于扛起了 两金十三省的所有担子 儒家下面的人 会视你为仇敌 那些地主相生 会恨不得杀了你 天下所有人 包括咱 都会一直盯着你 办好了名垂千古 办不好 说到这 李晨停顿了下 没有继续说 温体人作为老狐狸 立马瞄懂 若是办杂了 晨 晨愿以死谢罪 温体人的果决和狂热 让四周同僚 都很是震惊 这老家伙 可是妥妥的骑墙派 为人圆滑 很少将自己置于险地 但现在 他竟然选择用命去搏 当真有些出人意料 好 不愧是咱大明的首府 左驻国 咱没有看错你 既如此 咱就再给你加个火 只要你能办成此事 分国公 世袭网替 与国同秀 同时配享太庙 勇享皇家香火 李晨很是满意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轻松 当即咧嘴笑着 又是两个大饼画了出去 这下 温体人的老眼中 仿佛有火焰在熊熊燃烧 浑身激动地不断发抖 他已经是首府家左驻国 若是在登上林阎阁首位 在家世袭国公 以及佩享太庙 那他当真是 走到了千百年来 无数读书人做梦都想上去的位置 为吉人臣 一人之下 臣定然不如使命 但臣有意请求 还请陛下准许 这南边势力错综复杂 臣需要帮手 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温体人跪地重重磕了一头后 这才开口说道 他需要人 需要大量的人 这个自然 正好秦将军也在 只要是不违法的事 秦将军都会全力支持 另外 田尔庚的锦衣卫 以及魏忠贤的东厂 也都替你拆遣 咱再将这天子剑赐予你 持此剑如咱清灵 温爱卿 接下此剑你便是这大明眼下 权力最大的官僚 李承将手中的天子剑 递给了王承恩 示意他给温体人送下去 他已经给了温体人足够大的权限 甚至是一部分兵权 若这都无法完成任务 那他也真不用再回来了 臣 灵指 天子剑 看着王承恩手中的明黄色宝剑 温体人恭敬的双手抬高 将其接了下来 现在的他只感觉心中有无尽的动力 这当真是走到了人生巅峰 而在后面 那些儒家官员 看着手持天子剑的温体人 眼神中全是惶恐和羡慕 恐惧的是 这温体人已经快疯了 为了那名声 定然会在南边杀的人头滚滚 说不得还会将他们给一并斩杀 至于羡慕的 则是陛下对他的信任 听听这都是什么待遇 儒家这两年在朝堂上 可是示弱得很 温体人虽然是个骑墙派 但毕竟是儒家出来的 可算是给他们争了一大口气 一时间 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温体人了 今日的朝会到这也基本结束 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 回到家里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整理天产 妈的 大明马上就要变天了 他们也得随机应变 倒是武将这边 折腾了没两天就泄了火 原因是 朱有俭带了话出来 他所奖赏的土地会减免税收 但也只局限于奖赏的那些土地 若是他们自己买的地 数量多了 一样会被重罚 短短三日时间 京城内的舆论焦点 基本都在这 贪丁入母的政策上 刚刚发行的报纸 也已经详细将此政策阐述清楚 据说 短短一日时间 这京城周围的村庄内 便多出了无数给朱有简历 长生牌的庄户 他们很多都吃够了之前人头睡的苦 那当真是忙一年都吃不饱饭 但若是这新政策弄好 那他们未来的日子 可就有盼头了 毕竟地主们肯定会大量吐出土地 他们租借下来后 只需要按钉交税 剩下的可就入了 他们自己的腰包 而陛下又是出了名的爱民 这税收用屁股想都知道 肯定不会太高 再怎么 也比给地主当牛做马 要强上很多 一时间 京城周围的百姓 对于朱有简的好感 已然爆表 街道上若是有谁敢说 朱有简半个不是 那定然会被拳脚招呼 明星所向 这大明的国运 也在悄然间慢慢上涨 到了六月 也就是温体人 出发前往苏州的第三天 久久没有动静的系统 终于活了 检测到大明国运再度攀升 正在抽取现阶段奖励 此时正准备上街溜达的 李晨一听系统 有了反应 当即返回了画像中 等了大概三个时辰 终于瞧见两本小册子 在自己面前具现了出来 妈的 这破系统终于又爆金币了 让我看看都是什么东西 李晨心中痒痒得很 瞧着小册子飞出 赶忙上手查看 而这一看 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 半想才WOC一生 瞪大了双眼 橡胶制作大拳 和珍妮仿制机 与飞缩的制作手册 我的乖乖 老子没看错吧 橡胶 李晨来回看了好几遍 确定自己没看错后 顿时兴奋地 差点没原地转圈 橡胶啊 这可是橡胶 有了这东西 蒸汽机的密封问题 立马就能得到解决 虽然大明也有类似于 橡胶的胶状物 但和橡胶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少 而且 橡胶的作用 远不止如此 这东西 可以说是进入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 要知道 李晨对橡胶一直都有想法 只不过 他虽然熟读历史 但却不会提炼这东西 现在有了系统送的手册 解锁橡胶指日可待 至于另外一样 来头同样不小 在里程看来 这完全就是两种技术 只不过 这两种技术 可以相互成就 并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珍妮纺织机 与飞缩结合 可以将传统布皮的 生产速度提高十倍左右 这对于大明来讲 或许没有战力上的直接提升 但却极大加强了 大明内部的生活水平 一旦普及 大明将人人都有新衣可穿 而且完成普及后 大明的布皮产量 必然暴涨 配合大明本就精湛的手工业 那简直就是收割白银的力气 远的不说 大明可是有大量羊毛的 而这逆纺织机 就能用来纺织羊毛线 这一下可真是形成产业链了 可能唯一的问题便是 大明没什么橡胶术 M看来得加快 和东南亚的联系 正好那边还都是黑土 粮食能一年三熟 先做好布局 等回头黄太极 没了 直接将其拿下 摸着下巴 寻思了好久 好不容易压制住 心情的李承 看向了旁边的地图 看来这东南亚大明 是非要不可了 也好 他对于那边的猴子 也没多少好感 就在李承开始琢磨 东南亚地区的特产时 苏州城内 正在府门内办公的冯英 收到了消息 说是大明首府温体人 此时已经抵达苏州 同行的 还有礼部尚书黄景 以及东厂魏忠贤 城外 秦良玉清帅 一万百赶军 也已经驻扎在了周边 如此大的动静 当真是让他 有些摸不着头脑 温大人 你怎么来了 还带着黄大人一起过来 这是准备帮儒家的人 开脱不成 又等了一会 看着从门口 走进来的几人 冯英毫不客气地 挡住了去路 语气中很是不善 他身处苏州 并不清楚朝堂上的事情 但他知道这件事 一旦捅上去 只要陛下不忍 那必然会有大动作 连带着儒家官员 也肯定会想法自救 黄景和温体人 那都是儒家的人 这个时候过来 怕是来者不善 冯大人 你这话可就有点过了 我等前来 自然是处理事的 苏州城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还请冯大人细说一下吧 对于冯英的不友好 温体人笑了笑 并不在意 而是直接开口 问起了事情 冯英一听 眉头忍不住上调了两下 处理事 怎么个处理法 把犯罪的都放了 再把告状的都抓起来 苏州城的事情 可一点不小 随着这几日举报的人 越来越多 冯英的火气 那也是蹭蹭地往上走 对于儒家的人 更是没有半分好感可言 冯大人 你别这么冲 来 看看吧 这是陛下的诏令 让老夫来负责 大明南部的所有事情 你放心 老夫虽然是儒家出身 但在大是大非上 不会有半点训思 冯英的针对 让温体人脸色微沉 但他还是强忍着脾气 从包裹里抽出了圣旨 圣旨 冯英瞪着眼 很是意外 什么情况 陛下疯了不成 竟然让温体人来 全权负责这件事 有些不敢相信地 接过圣旨 冯英看完后 这才嘴角微抽地 责了一声 温大人还真是果断 竟然用人头来换前程 就不怕玩拖了 陛下这画饼的技术 还是一如既往的牛逼 能让温体人这老狐狸 放弃保守思想 如此赌命 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如此 他倒是能放心一些 他就怕这温体人 是来包庇儒家的 怕的话 老夫就不来了 包括黄大人也是 我们这次来 就是要解决 大明南部的冤案 一定要把清白和公平 还给百姓 温体人摆了摆手 与其淡定地说着 他虽然谨慎 但不代表没有血性 如此大的功劳 他不抓紧点 那不成傻逼了 公平 只要儒家还在这世上 就不会有公平 你说是吧 黄大人 不查不知道啊 这苏州的儒家官员 都快成皇帝了 那日子过得当真是舒坦 搞清楚了两人的来意 冯英的针对 倒是减轻了些 只要这两人不是 来给儒家开脱的就行 不过话虽如此 想让他说点好话 那也基本不可能 尤其是黄锦这老货还在这 那就更不可能了 冯英啊 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 老夫做事光明磊落 从没贪污过半两银子 这次来 就是为了调查清楚 将儒家的害群之马 彻底扫除 冯英的不待见 让黄锦有些憋屈 按理来说 大家都是六步的头 谁也不比谁差 但就是因为儒家 自己屁股不干净 导致他在对上 冯英的时候 一直吃亏 当真是没得说理去 说得好听 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谁知道你黄锦背后 是个什么东西 要我说 儒家灭了最好 免得继续败坏孔父子的名声 阴阳怪气咋了 你们家搞出这么多事 还不准我阴阳一下 冯英白了眼 丝毫没有客气 话语中 甚至已经带上了 些许人身攻击 你 行 老夫管教不严 这是我认 但老夫 也把话说在这 儒家必不可能灭亡 你冯英若是不服 那就来试试 就怕你法家 没那个本事 黄锦捏着拳 当真是想给 这老混账一拳 陛下不在 这老混账说话 真是一点都不顾及了 张口闭口 就要灭了儒家 你当你谁啊 秦始皇 儒家几千年的底蕴 是你想灭就能灭的 试试就试试 而等祸国 就应该灭之 陛下乃龙凤 可容不下这些烟渣废物 还敢放狠话 冯英眉头一拧 干脆地对了回去 谁怕谁啊 犯了错还这么嚣张 你可真牛逼 好了好了 两位大人别吵了 一个礼部尚书 一个行不上书 难道还准备动手不成 传出去 你们不要面子 陛下还要面子 都消停下 听老夫说 旁边 眼看着两人就要打起来 温体人赶忙劝阻道 冯大人 不管你信不信 这次我和黄大人来 就是为了肃清这边的祸害 该杀就杀 该抓就抓 绝不训思 我也不指望冯大人 能给什么好脸色 但至少我们之间 得配合工作 你搞的这事 可是让陛下雷霆大怒 甚至提前启动了 针对土地改革的计划 事是你惹出来的 若是不能将这事给平掉 你也没法交差 所以 我们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 相反 若是合作将此事办好 我们三都能拿到各自想要的 所以 还请冯大人能够忍忍 先把陛下这事给干好 干完这事 回京后 你们想到什么地方约嫁老夫 绝不干涉 虽然手持天子剑 但温体人并不想以施压人 主要也压不住 法家全都是些铁头娃 一身的反骨 与其压他们 还不如把事讲清楚 打架 我让他一只手两只脚 他都打不过 俯如败类 死不足惜 罢了 合作可以 我这回把所有收集到的案子 共享给你们 但丑话先说到前面 别阻拦我办案 否则后果自负 冯英看了温体人好几眼 这才冷横着点了点头 合作是没问题 但别搞事 否则就算你手持天子剑 我也和你没完 说完冯英便离开了 走到门口 又突然转头说了一句 这府门已经被我行不征用了 两位大人去其他地方吧 别到时候 有人偷了府门内的赃款 我这不好和陛下交代 这混账 当真是气人 老夫岂会偷拿府门内的钱 当真是狗眼看人低 冯英溜了 留下黄景和温体人面面相去 好半天黄景才深吸了两口气怒的 他娘的什么意思 不让我等禁府门办公 操 你他娘的看没看见温体人手中提着的是啥 天子剑 如震清零 懂吗 算了算了 眼不见心不烦 这样 黄大人 委屈你一下 你先在这配合冯英调查案子 老夫准备明日启程前往南京 想要把这边的事给办妥 就先得在南京站稳脚 否则这是很难办妥 另外 老夫会让秦将军留下三千人在城外 若是有人敢狗急跳墙 杀 顺带老夫也提醒你一句 如今的儒家早已不得胜心 眼下这是看着是有些糟糕 但也未必不是儒家的机会 还请黄大人能够懂事 千万别误了儒家前程 说实话温体人此时也有些火大 但最终还是憋了下来 他对自己还是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 论办事 他是肯定抵不过冯英的 土地改革想要成功 就必须要让冯英出死力才行 陛下想要将这次杀儒的锅丢 给儒家自己来承担 那他自然也想把锅多芬一些 给法家让他们来分担下面的火力 要让所有儒家弟子都知道 不是儒家上面的人不护着 而是法家盯着不敢护 有什么火冲法家发去 别冲着自己人和陛下 至于他自己受点委屈 那都不是事 和最后的收益比起来 那都是毛毛雨了 行 这我知道 也希望温大人能暗中助我儒家一次 朝堂上不能没有儒家 这是你我都知道的事情 后续官员的举荐 还请温大人能够帮忙说说话 对于温体人的警告 黄景黑着脸叹了口气 是啊 这的确是个机会 操作好了或许真能让儒家重新站起来 不过可想而知的是 这次洗牌后 朝堂上定会空出大量职位 儒家现在又不得人心 想要扶持儒家年轻一代的俊秀 那就需要温体人这个那个首辅帮忙了 这话说的 老夫虽是首辅 但不管这升迁之事 但若是真的有很优秀的俊秀后代 那老夫倒也可向陛下引荐一二 至于用不用 老夫就没法管了 帮忙 温体人笑了笑 摇着头打起了太极 之前儒家师大的时候他都没站边 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他作为一个保皇派 永远指向着陛下 唯有如此才能全身而退 当然了 他也没把话说死 好 如此那就多谢了 黄警也知道 指望温体人站队这不太现实 他只需要确保 温体人不会成为敌人 那就够了 拱拱手道谢了一番 两人这才离开了府门准备干活 很快 随着黄警入驻苏州城 那些已经被儒家吓得浑身发抖的官员们 就像是见到了天一般 短短一日时间 光是拜访的帖子 就多达六十几份 很多人等不及了 更是亲自上门 他们想知道 冯英到底想要干什么 陛下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然而 黄警对于这些人的拜访 却是视而不见 在找了个客栈 住下后直接闭门谢客 他在等 等魏忠贤那边的情报 说真的他也没想到 自己会有和魏忠贤搭配的一天 这日子 当真是越过越魔幻了 而此时苏州城内的牢房里 魏忠贤正黑着脸 看着眼前被捆绑着的孙知谢 孙大人 你能不能和咱家解释下 什么叫九千岁 让你来苏州城收钱的 咱家这老了 记性不太好 实在是没记起来 有过这安排 对于孙知谢这祸 魏忠贤当真是恨不得活寡了他 苟日的 还嫌咱家在朝堂上过得不够刺激是吧 现在上面坐着的可不是天启爷 而是崇祯爷 他一个天启爷的跟班 能够稳住地位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稍不注意 那就得脑袋掉地 结果你倒好 咱家在皇宫内战战兢兢 不敢有半分越见 你却搁着打着咱家的名号 疯狂捞钱 真尼玛是个人才 魏公公 我捞钱不都是孝敬给您 再说 这朝堂上不都在魏公公你的掌控中 区区几条人命而已 魏公公帮我稍加掩盖一番 不就过去了 回头我定有仲贤 孙之谢还不知大难临头 看见魏忠贤心情大好 在他看来 这魏忠贤就是来捞他的 虽然他被下放后 的确是打着魏忠贤的名头 拿了不少好处 但只要潜在 他相信魏公公定然会心动 哦 仲贤 有多仲 说来听听 魏忠贤的眼神更加危险了 好好 你这是准备烧给我 妈的 当真是傻逼一个 死到临头了 还不自知 不过听这话 这小子手上竟还有钱 行 咱家先炸你一波 那肯定中 魏公公 你靠近些 我悄悄说与你听 孙之谢见魏忠贤 似乎有些心动 心里顿时更淡定了 果然 这人还是如此贪财 好好好 那他这条命 基本算是保住了 说吧 咱家听着的 魏忠贤不动声色 整个人靠近了一些 他倒想知道 这狗日的能说出什么来 魏公公 我知道我这是不太好处理 这样 白银五百万换魏公公出手一次 你看如何 孙之谢舔了舔嘴 左右看了眼 这才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万 听见这个数 饶氏魏忠贤都忍不住脸色一惊 倒不是惊讶于这数目 而是这孙之谢不过一不一 乃来的五百万 当真 你能拿出五百万 魏忠贤皱着眉 很是不幸 但孙之谢 却是一副你放心的神情 我自然是没有 但我给别人做事 他们有 小的知道苏州城内 一大户走私藏银的地方 这种银子见不得光 魏公公只需将其抄了 那就是您自己的银子 听着孙之谢说的 魏忠贤这才明白 有些无语的看了这人一眼 好家伙 用别人家的钱买自己的命 你可真会做生意 不过这五百万也确实不少了 要知道 户部现在可都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思索一番 魏忠贤这才露出一个大笑脸 拍了拍孙之谢的肩膀 小子挺懂事 行 五百万买你一条命直当 咱家保证 只要你把钱的位置说出来 咱家定然不会为难于你 大人这可不行 你得先把小人放了 再给小的一条 前往扶桑的快船 你放心 小的到江边 立马把地方告诉你 孙之谢笑容不减 继续压低了声音说着 他又不傻 岂会现在就说出来 这位中贤连男人都算不上 若是毁约他 一点办法没有 什么 给你一条船 还他娘的 要去扶桑 孙大人 你这要求 就有点过分了 现在法如两家都在苏州城 你又是头号重犯 若随便放你出去 咱家压力很大的 魏忠贤嘴角微抽压找火皮笑 若不笑地说着 这孙子 不会是在忽悠人吧 这就有点瞎说了 区区法如两家 又如何比得上魏公公你 你可是堂堂九千岁 放个人那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这样 为了表示诚意 我可以先告诉公公一个地 那里的银子不多 大概五十万 后面的等我上船后 自会告诉公公 过分 孙之谢丝毫不觉得过分 自顾自地继续提条件 魏忠贤文言 微眯着眼思索了一回 最终点了点头 好 一言为定 你把银子给咱家 咱家就放你走 但你若是敢忽悠咱家 那你可就要遭老罪了 对于钱 魏忠贤还是很有兴趣的 若是真的能搞来大批银子 陛下必然开心 只要陛下开心了 那他也就安全了 至于放孙之谢走 哼 我魏忠贤可以放你一马 但天尔庚他们放不放你 那就不知道了 我就知道公公你不怕这些文官 地址就在 孙之谢并不清楚魏忠贤想的 见魏忠贤答应得很干脆 他也没在墨迹 开口将藏钱的地方说了出来 地方是在某个坟头里面 位置还比较偏僻 魏忠贤默默记下后点点头 没再多说 吩咐人将孙之谢勘押好 便离开了大楼 去 找两个手脚麻利的名去看看 若真有银子 那就去告诉冯英 就说 这孙之谢咱家有用 让他交由咱来安排 出了大门 魏忠贤吐了口气 伸手招来一个小太监 小声吩咐后便打发他 赶紧忙事 一个孙之谢 就能拿出这么多银子 他现在越来越好奇 这大明南边能超出多少 而就在苏州城气氛越发紧张时 南京 府门中 手持天子剑的温体人 此时已经入住了府衙 看着四周站成两排前来接待的官员 温体人语气平静地开了口 各位 想必你们已经知道这苏州城的事了 实不相瞒 陛下派我来 就是为了诉查这件事 若各位与之有关联 那最好赶紧自首 或许还能从轻处理 温体人的声音并不大 但却没多少温度 下方 很多官员听完 都已经开始擦起了冷汗 苏州的事情他们当然知道 就这几天 一直有人送信过来 请他们帮忙 但随着苏州那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大官 基本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张嘴 都不说话 行 不说也没事 反正锦衣卫和东厂会调查清楚 既然各位没事 那就请回吧 接风就算了 老夫还有事要办 瞧着面前这些人 全都闭着嘴不说话 温体人翻了个白眼 有些无语 哥我这装大树吗 行 不说话 那就滚蛋吧 下面的官员们 有心想和温体人套近乎 但看着温体人的眼神 最终还是算了 等到大殿内人都走光 温体人呵呵一声 这才找了张椅子坐下 将天子剑放在腿上 思索了起来 苏州那边有冯英黄警等人 倒是不用他操心 他现在需要琢磨的是 除了苏州以外的其他南方城市 一旦苏州城内杀的人头滚滚 其他城里的乡绅必然暴动 这可不是他想看见的 看来还是得先安抚住那些王爷 然后再翻话之 嗯 距离最近且地位足够的 应该就是周王和楚王 一个在开封 一个在武昌 若是能将这两人谈妥 定能让南边所有王室听话 呼 试试吧 温体人想了许久 觉得这事还是不能急 尤其是这里面还牵扯到了王室宗亲的利益 作为朝堂老人 他很清楚那些地主相生必税的手段 很多土地那都是挂靠在这些王爷手中 若是不先把这些人安抚好 贸然行动怕是会遭到激烈的抵抗 想到这 温体人忍不住又是一阵叹气 但凡有其他路可走 他都不想去和这些王爷打交道 一个是作为朝堂大臣 本就要避嫌 二来这些王爷一个个也并非好相处的 越是嫡系那脾气 就越像太祖 傲气得很 罢了 来人 笔墨伺候 琢磨许久也没想出其他办法的温体人 最终还是决定写信请两位王爷过来 他在来的时候就已经和朱友简聊过 若是有需要他可随意调动这些王室宗亲 只是话虽这么说 但温体人可不敢真的跑去吆喝 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的 不多时 两封邀请的书信就从南京发往了不远的开封和武昌 等到次日 接到书信的两位王爷看完后 全都有些发愣 对于苏州城内的事情 他们当然知晓 但没想到 这么快火就烧到了他们身上 当朝首辅温体人手持天子剑入驻南京城 这一看就是有大事要发生 再结合过年时朱友简的那些话 两人哪还坐得住 纷纷起身准备前往南京赴约 王爷 要不让管家去吧 他温体人就算是当朝首辅又如何 还真敢杀了我等不成 你可是太祖血脉 岂能冒险 周王府内正在准备马匹的 朱公萧听着自家媳妇的话忍不住有些头疼 简直是富人之剑 先不说别的 光是温体人手中那把天子剑 他就不得不去 更不用说现在南边局势如此诡异 他得为家里某后路 上次入京聚会 他一直在默默观察朱友简 以他的判断 这位陛下杀法果断 并非好相处的人 若是自家不明不白 挡在了他施政的路上 就算不死也得丢了这王位 闭嘴 或从口出的道理都不懂吗 现在苏州城内人人自危 秦良玉带着一万人过来 你当是郊游的 稍不注意就有杀生之祸 朱公萧身吸了口气 语气严肃地警告道 说不定家里都已经混入警衣位了 说话做事都得小心谨慎 切身是怕你出事 我也能看出那南京凶险 温体人他们就是来杀人的 现在温体人召集你和楚王 很难说不是为了杀鸡警侯 还不如待在府上 想来那温体人再有权 也不敢在太祖册封的封地里 杀了一名王爷 被训斥的那位美妇人很是委屈 她是担心朱公萧去了出事 对于当今那位陛下 她也是怕得很 听说她这刚登基 就在京城杀了好几万人 如此狠辣之辈盯上他们家 可不是什么好事 没事 放宽心 这次去虽然凶险 但想来应该不会丢命 再者 我周府常年行善 在开封一地名声极好 这些都是可查的 另外 那温体人未必就是 要将我等杀了警侯 先不说她有没有这权利 就算有 那也得陛下亲自下旨 你就在家好好待着 看住家里众人 切记不可在这段时间 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 若 我真的出了事情 就让九儿统领家里事务 朱公萧看着自家老婆 担心的眼神 摇摇头长叹了口气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去了还能有生机 若是不去芭城得死 是 那夫君小心 切身在家里等你 朱公萧的话 让那美妇人更加担忧 捏着衣服 半想才低声说道 好 你也注意安全 我走了 朱公萧强拉出一个笑意 抱了抱这美妇人后 这才坐上了马车 带着二三十名随从 朝着南京而去 而在另一边 楚王朱华奎 也同样是在荡日出发 两地距离南京都不算太远 再加上又是赶路 两日不到便抵达了南京 刚入城 朱公萧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首先是南京城已经彻底戒严 百姓只许进不许出 然后在街道上也多出了很多官兵 甚至他还瞧见了白杆军的将士 等到了南京府衙 这不对劲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此时的南京府衙已经被白杆军彻底接手 进出都需要勘验好几次 见过周王 而就在朱公萧刚从马车上下来 准备入府时 旁边走来一身穿飞鱼服的汉子 笑着冲他行了一礼 看着面前 这位染着淡淡血腥味的锦衣卫 朱公萧眉头微皱 你是 在下田尔庚 再次等候王爷多时了 楚王比你快点 此时已在府内等候 请吧 田尔庚挂着笑脸做了个自我介绍 本来他是在苏州城干活 但随着冬场到来 他便被温体人戒掉到了南京 连带着的还有三千锦衣卫探子 也全都入了南京 田尔庚 听着这名字 朱公萧不由地吸了口气 这便是陛下手中的鹰犬之一吗 果真看着就不面善 劳烦了 虽然有些发怒 但作为太祖的后代 朱公萧还是强撑起了骨头淡定地说道 他作为王室子弟 岂能在这些人面前丢了风堵 田尔庚见状也没生气 走在前面很是恭敬地带着路 只是这刚进入府门 朱公萧就闻到了一股浓厚的血腥味 转头一看 果然 旁边的小广场上此时正挂着好几具尸体 全都没了脑袋 这 为何死了这么多人 朱公萧一个温室里的王爷 哪见过这场面 差点没下的坐地上 赶忙朝着田尔庚询问着 田尔庚瞥了一眼 咧着嘴解释道 回王爷 那些人都是本地有名的贪官 手上沾了不少人命 这种人基本不用等着判罚了 温大人下令将其斩杀后摆在城门口作为警告 这两天温体人也没闲着 让锦衣卫抓了几个典范后 当场斩杀 算是给整个南京城内的大小官员 来来的下马威 贪官 朱公萧低声嘟囔着 心情已然跌落到了谷底 他已经感觉到脖子上的凉意 前方的府衙大门在他眼里 就像是深渊般让他有些挪不动腿 王爷 请吧 外面风寒 可别着凉 田尔庚将朱公萧的神情看在了眼里 不由得心里有些鄙夷 这些人虽然和自家陛下 一样都是太祖血脉 但论手段和心狠 当真是差远了 摇着头 田尔庚这才开口催促道 啊 哦 好 回过神的朱公萧 有些慌乱地点点头 不敢再看旁边 跟在田尔庚身后 快步进到了大殿 温大人 周王到了 进了府衙总算是不用再看那害人的尸体 但这里面的气氛 却比外边更加压抑 只见温体人坐在首位 桌上摆着一把明黄色的宝剑 而在下方 楚王朱华奎正脸色发黑地坐在那 手掌微微发抖 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下官温体人 见过周王 感谢周王百忙之中赴约而来 请坐吧 正在查看折子的温体人 听见声音 抬头看了朱华奎两眼 随即抬抬手 示意朱公萧随便坐 旁边 温体人在将朱公萧送入后 便离开了店门 顺带还把门给关了 朱公萧点点头 左右看了看后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刚坐好 就听见朱华奎开口了 温大人 既然周王也到了 那可以说了吧 你叫我们来到底所为何事 什么叫有杀身之祸 我等皆是太祖后裔 其实你能杀的 这话让刚刚坐下的朱公萧瞬间慌了 不是 什么情况 我这刚到谁跟帮忙解释下 咋就有杀身之祸了 不由的 朱公萧转头看向了温体人 眼神中全是询问 楚王祖上乃太祖第六子 这点下官自然知道 但本官也并非来吓唬你们 你们虽然是太祖子孙 但若有错也得挨法 尤其是现在的朝堂法家当道 他们有句话想必你们应该听过 那便是天子犯法与民同罪 陛下尚且如此 你觉得你们若有错法家会放过你们 温体人无视了朱公萧的眼神 端着茶杯小喝了一口 喝完才淡淡地说道 不是到底什么事啊 我在开封可是老老实实的 没事还救济灾民 陛下总不至于找我的麻烦吧 朱公萧捏着拳到底是忍不住了 开口为自己解脱道 他可没做什么 坏事咋会掉脑袋 救济过灾民 那周王想过 这些灾民都是怎么来的 温体人看着很是紧张的 朱公萧笑了笑问道 这问题顿时让朱公萧有些发愣 哪来的 想必应该是懒惰赌博之人 要不就是糟了灾 寻思了半天 朱公萧这才开口说道 问这个干啥 反正不是他搞出来的 哼 哪知这话说完 温体人却是冷笑一声 随即看向了楚王朱华葵 朱华葵见温体人看向了自己 赶忙开口 看本王干什么 本王什么身份 岂会害民 你可别诬陷本王 朱华葵说这话 还是有几分底气的 虽然他的日子过得极为奢靡 但也确实没有去欺负过百姓 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 主要是在他看来欺负你腿子 太过掉价 是吗 看来两位王爷还真是不运事事啊 行 那老夫今日就坦白了说 温体人见朱华葵也是如此 不由得摇了摇头 这两人还真是有些 哎 同样是大名的王爷 那唐王世子朱玉剑可就比这两人聪明得多 哪还需要他把话挑明 你说 本王听着的 本王倒要看看 这是如何与我等有关 敢如此吓唬本王 你若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五来 小心本王揍你 朱华葵的脾气 这时也上来了 他本就不是好脾气的人 这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折腾 早就有火了 行 那老夫就说来给二位王爷听听 根据锦衣卫探查 楚王尼府上大约有白银八百万 加上字画珠宝保底是一千万两的身家 周王差点大概有六百万左右 但都是绝对的大富之家 而等都是王爷 朝堂每年宗室的供养是有定额的 加上太祖分配的田产 就算是百余年下来也积攒不出这么多钱 两位可有想过 你们的银子都是从哪来的 温体人这一开口就让两人神情微变 好家伙 他们手中的资产竟然被温体人查了个通透 你 不对 是陛下 陛下竟然在我等府上安插锦衣卫 楚王朱华奎也不是傻子 当即瞪着眼有些猛逼 好你个朱油简 这么防备亲戚的事吧 这话说的我家都有锦衣卫 你们还能跑得掉 再者 这和陛下可没什么关系 从太祖那一代开始 所有王爷府上都会有世袭锦衣卫 监视各地王爷 尤其是成祖爷上位后更是加大了力度 这你们应该知道的呀 有什么好惊讶的 见楚王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温体人白眼一番解释道 作为王爷被监视不是很正常的事 有啥大惊小怪的 瞧瞧你旁边的周王不就淡定得很 听着温体人说的 朱华奎赶忙转头看向了朱公霄 见朱公霄轻点了下头 这才抽了抽脸 没再说话 温大人 本王府上的钱 除了朝廷发的钱 还有商铺以及田产上的收入 当然还有一部分 是各地官员 商人的孝敬 本王承认 有部分官员送的钱不太干净 但若是这钱能要了本王的命 怕是不太可能吧 毕竟本王只是收钱 又不替那些官员办事 他们这只是纯粹的孝敬 大不了本王把这钱拿出来 交给陛下便是 朱公霄摸了摸头 寻思片刻后 这才开口 他倒是不意外 家里有锦衣卫 而对于自家钱财的来路 他也没想着隐瞒 大明的王爷 都是如此做事 他朱有俭 还能都杀了不成 这话说的 当真是 唉 老夫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 哪会有人平白无故给你送钱 这里面都是利益的交换 朱公霄的话 让温体人很是无语 认真看了这货半天 确定他不是在开玩笑后 这才开口说道 这朱公霄还真是天真 利益交换 温大人 本王可用太祖之名发誓 本王绝没给那些官员行办点方便 这是 你大可找锦衣卫去查 若是本王替这些人 在陛下面前说过半句话 本王愿受任何惩罚 啥意思 朱公霄拧着眉 很是疑惑 他可不是在瞎扯 这么多年 他是真没替这些官员办过一件事 再者 就算他想干什么 他也没这能力啊 大明的王爷 除了吃喝玩乐 还能干啥 对对 本王也可这么说 人家自己愿意送钱 那和本王可没关系 一旁回过神来的楚王 这时也赶紧说道 他也敢说自己没办过事 白送来的钱 总不至于丢出去吧 两位王爷 纵横家有句话叫做 天下息壤皆未利来 你们若是没有让他们看中的地方 他们又岂会送钱过来 是 你们是没有给他们行任何方便 也没这能力 但你们别忘了 你们是大明的王爷 你们姓朱 当今陛下也姓朱 你们王爷的身份 就是那些官员商人 还有地主乡身最眼馋的屏障 刚刚老夫不是问你们 是否知道那些灾民怎么来的 那现在老夫就告诉你们 就你们两地的灾民 都是被人逼出来的 而罪魁祸首 就能追寻到你们两人的身上 温体人长吐了口气 放弃了让他们自己领悟的念头 这两个蠢材 当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很意外是吧 毕竟你们二人乃太祖血脉身份高贵 压根就没和这些百姓有过交集 如何能迫害这些百姓 但事实上 这事就是你们搞出来的 那些地主乡身给你们送了钱 背地里就可以用你们这些王爷的名号 去霸占明田 逼迫百姓卖儿卖女 甚至是搞得他们家破人亡 百姓有冤屈 只能上报官员 而本地的官员也大多被乡身收买 根本不会搭理百姓的死活 而为了防止被朝堂发掘 这些官员除了给朝堂上的人送钱 也会给你们这些王爷送钱 为的就是让下来调查的人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让他们不敢将这些事牵扯到皇室宗亲上 以免让陛下难堪 所以到最后 没了田又没地深渊的百姓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成为那些地主的拥护 永世不得翻身 第二便是成为流明 被你们这些罪魁祸首救济 你们手中的钱基本全是明之明膏 一笔笔的都沾着百姓的血 现在听完 还觉得这是和你们没关系吗 明知明膏 罪魁祸首 听着温体人说的 两位王爷明显有些接受不了 尤其是周王朱公霄 他作为朱霄之后 自然也继承了朱霄一脉的善良 当年朱素被贬到云南后 发现云南百姓生活很艰苦 缺一小时 疾病得不到治疗 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这极大触动了他的心灵 为了救治百姓 朱素潜心专研医学 最终在医学一道有着极为恐怖的成就 并着了四本大作 即《宝生鱼露》 《袖珍芳》 《普济芳》 和《旧荒本草》 而他朱公霄虽然没有朱素的本事 但平日对百姓都极为和善 几乎月月都会拿出钱财 救济那些流民 结果没成想 造成那些流民出现的根本原因 竟然在他自己身上 一时间朱公霄整个人都傻了 代代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而旁边的楚王神情也基本一致 不过他倒没因为害了百姓而自责 只是单纯的因为这钱不干净而感到害怕 虽然他不管财物 但也清楚那些钱是怎么来的 而且他也瞧见了 当今陛下对贪官的打击力度 那当真是处了就死 不 本王又不知情 如何能怪到本王 越想越害怕的朱华葵 深吸了口气反驳道 但温体人却是白白手一脸冷淡 不知难道就无罪了 两位王爷拿着这带血的银子 难道就不觉得脖子发凉 当今陛下可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罪恨贪官污吏 死 脖子 朱华葵不由得伸手摸了摸 还别说真有点冷 温大人 你就别吓唬我们了 你今日请我们过来 若不是为了杀鸡锦猴 那就是另有所图 只说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朱公霄抹了把脸 神情有些违靡 不过还是打起了精神 朝着温体人询问着 百姓的事先不说 眼下还是得想法 先把这一关过了来 若是因为害了百姓被砍头 那他当真是无言去见地下的祖宗 老夫想干什么 哼 实话说吧 若不是你们这王爷的身份 着实特殊 老夫早就动手了 今日叫你们来 是想给你们指明一条路 算是和两位王爷结个善缘 毕竟老夫这次来 只是想倾史留名 不想沾惹皇家的英国 剑铺垫的差不多了 温体人也没再继续吓人 干脆的说道 他又不是法家的疯子 不到万不得已 他可不想杀大名的王爷 尤其这两个王爷 身份还都不低 一旦死了 陛下必然会遭到极大的舆论压力 搞不好他就会成为顶纲的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他温体人也不想冒险 稳妥第一 请温大人戏说 指路 朱公削歪了歪头 有些好奇 这是要合作 那可真是好事 若温体人不找他们麻烦 这掉头的可能必然降低许多 总不能那位爷亲自下来砍人吧 别忘了太祖可是有疑训 同族之间不得自相残杀 其实路很简单 两位王爷从今日起 立刻将手中赃款全部交出 同时将手里违规的田产退回 并不得再和那些乡绅来往 另外 还需两位王爷 发动南边所有的皇亲 带头支持陛下新推行的政策 如此 就算陛下最后要找你们算账 多半也不会要你们的脑袋 保住一条命 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温体人摸了摸壶茶 将他的要求全讲了出来 只要这些王爷带头支持 那这任务就算成了一半 毕竟这些王爷 个个都是当地的大地主 至于剩下的一半 懂事的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不懂事的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 什么 把钱全拿出来 开什么玩笑 还要把多的土地都吐回去 本王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朱华奎听着温体人说的 当场跳脚 他不懂什么厉害关系 他就知道 这钱乃是家里几代人的积蓄 岂能全给 再者 他可是皇室宗亲 不给钱 那朱油简 还敢真砍了他不成 老夫只是给你们指条路 具体走不走 那是你们的事 你也可以选择给一半 或许陛下到时候 只看你半个脑袋 也说不准 温体人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他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若是还不懂事 那就没办法了 等法家那帮子人 清算完苏州城的混账 那些家伙 可就没老夫这么好说话 到时候给钱都没用 放屁 你别吓唬本王 本王乃太祖后代 他朱油简 若是不怕被太祖托梦则骂 那就尽管来找本王的麻烦 杀了本王 他就不怕没脸入太妙 成祖一脉的人 当真是一点亲情都不准备念了 朱华葵捏着拳 半想才怒声骂道 要他钱和要他命有什么区别 若只是三五十万的 那还可以商量 但这一上来便是所有的银子 外加积攒的土地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 家里没钱 难道要他一个王爷 跑街上去卖饼不成 一想到没钱的后果 朱华葵当真是说什么都不愿意 而且他也不信朱油简 真能把他怎么样 强如成祖朱弟 不也因为抢了朱允文的皇位 而惶恐了几十年 朱占基更是因为 杀叔不堪重负 最终疯了 你一个王爷出生的朱油简 有几个胆子 敢杀他这个太祖后代 说完 朱华葵干脆一甩袖子 直接走人 温体人也不拦着 等到朱华葵没影了 这才看向朱公霄 周王不走 走 朱公霄苦笑着摇摇头 去哪 本王可不傻 再者 若开封地区的流民 真因本王而起 那本王必须要给那些百姓一个交代 也要给我自己 给陛下 给祖宗一个交代 温大人 本王这就去将银子拉来 家里填产 也会尽数上交 但本王就一个要求 那就是 请温大人能够上书陛下 为本王求一条活路 本王不求别的 哪怕不要这王爷的身份都行 本王只求能保住家里十二口人的性命 今日这局面他 若是赶走 就真的只能去赌陛下的心色 但他不想赌 南边的情况 陛下肯定清楚 既然清楚 还敢如此行事 定然也有决断 他可不想被杀鸡儆猴 周王爷 这种事 老夫可不敢给你任何保证 你是皇室宗亲 具体要如何处罚 只能是陛下决断 老夫能说的就是 如果你努力配合 肯定比不配合 甚至捣乱要来的好 保住命 应该问题不大 他可没本事 担保周王一家无忧 能指条路 已经是他的极限 好 本王知道了 不管陛下要干什么 本王绝对鼎力支持 钱款和田产本王会即刻上交 至于能否躲过一劫 就看天意了吧 想来陛下 也不会将我等逼入死路 朱公骁没能得到温体人的保证 多少还是有些难受 但他也知道 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温体人属于儒家 办事还比较圆润 若是真等到法家的沙才腾出手来 那才真要出大事 罢了罢了 既然是明知明高 那便还于百姓 只求陛下能够看在宗亲的份上 不要为难于他 周王爷 你回去后 要速速通知南边的所有王爷们 让他们尽快将侵占的田产 以及所收的贿赂上交 老夫这就给三日时间 三日后 老夫可就不会再管那么多了 到时候 锦衣卫和军队 会封锁南边的各大城镇 一城一城地清理过去 先杀 然后再推广陛下的土改政策 相信我 这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 万个位王爷能够想明白 温体人见周王 没有再要求他给保证 想了想 这才又低声提醒了几句 三日后 他便会率先在南京动手 对整个地主乡身 六部官员进行清理 毕竟法家盯着的 他也不敢拖太久 谢大人 默默将温体人说的记下 朱公霄这才拱手告辞 等到出了府门 正好看见朱华奎在门口等他 周王 你难道真要将钱财交了不成 我等皆为陛下宗庆 只要我们能团结起来 他还敢都杀了不成 朱华奎已经在门口等了许久 见朱公霄终于出来 敢忙上前说道 他现在是越想越来气 总感觉这朱有俭的做法 实在是有些过分 就算他们是贪了些明知明高 又如何 他们可是皇族 还不准有点特权 楚王 前段时间你不也去京城祭拜了先祖 就那老外脖子树上吊死了多少人 你又不是没瞧见 再者 连周皇后的父亲他都敢流放充倦 我等比那国杖又能好上多少 他是燕王一脉的传人 骨子里有多狠你敢去赌 朱公消听着这话 只感觉脑子有些疼 燕王这一脉造反的造反 杀书的杀书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更不用说 若真是他们这些王爷搜刮明知明高 那就算被杀人家也有足够的理由 本王不信 燕王那是迫不得已 必须要造反 朱瞻基就因为杀书这事到现在都洗不白 他朱油简想当千古一帝 这名声还能不要了 周王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联合起来 不能让这小子如此猖獗 拿我们的钱去成就他的事业 简直狗屁 然而这话朱华葵却根本听不进去 他固执地认为这朱油简 就是吃准了 他们不敢反对 这才敢如此行事 只要他们这些王爷联手起来 绝对可以让朱油简退让 你当这是太祖时期 我等手中皆有兵权吗 若朱油简真的要不顾一切 推行他那所谓的改革 我等还真用脑袋去挡不成 楚王若是想 你自行便是 我可不敢拿家里九族的命去这么玩 告辞 话不投机半句多 朱公萧看着掉前眼的朱华葵 只能是摇着头如此说道 你牛逼你去 反正他是不会为了这二两银子 和朱油简闹掰 说着 懒得在搭理朱华葵 自顾自地离开了 他还得赶紧回去准备 你 看着朱公萧竟如此耸逼 朱华葵脸色难看 但最终也只能憋着火 摇了摇头 行 都给老子等着 两日后 苏州城内 虽然近日气温不断上升 但此时的苏州城内 却是有种莫名的寒冷 连带着街道上都萧条了不少 毕竟百姓们也不傻 嗅到情况不对 纷纷躲在家里 不再出门 而此时的府衙中 冯英看着手里已经整理好的卷宗 脸色已然阴沉到极致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 一桩桩命案像是不要钱一般 疯狂浮现 好一个儒家 好一个地主相身 当真是祸国殃民 死不足惜 咬着牙 冯英深吸了口气 冷哼道 官官相护 民怨四起 这些人 简直就是在挖大名的根基 他以前也只是知道这苏州腐败 但却没成想俯成这个样子 俯如亥国本就该死 要不然 咱家以前为何会如此对待这些朝廷栋梁 都是些猪狗不如的混账 旁边 默默喝着茶的魏忠贤 见冯英如此火大 不由地笑了笑 俯如是个什么东西 他再清楚不过 奈何他只是一太监 纵然全是滔天 也无法真的肃清掉这些毒瘤 哼 俯如和宦官都该死 说得好像你手上很干净一样 那孙之谢不就是你的人 当真是凌迟都不够 冯英白眼一番呵呵道 说得你魏忠贤像是什么好人一样 都是一丘之河 孙之谢 魏忠贤听见这三字 脸色顿时难看了些 端着茶半想 才摇了摇头 咱家只是一太监 受天启爷信任 这才把控了朝廷 当时的情况 若非咱家守黑 怕是也撑不到崇祯爷上位了 你可以说咱家贪 说咱家守黑 这些咱家都认 但有一点 咱家心里只有皇爷没有其他 对咱家来说 只要所作之事 与皇爷有利 那就是对的 魏忠贤没有去否认他以前做过的那些事 也没必要否认 他本就是天启爷放出来 针对朝堂的一条疯狗 天启爷让他咬谁 他就咬谁 你倒是忠心 罢了 今日不讨论这个 现在苏州城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 老夫准备即刻动手 你这边可有问题 冯英听完嘴角微撇 但也没去反驳 叹了口气将这个话题接过 还是先说说眼前的事吧 冯大人下命令就是 东场这次来只干活不开枪 你说杀谁就杀谁 意见 魏忠贤笑了笑 语气淡定地说道 只是这话让冯英很是鄙夷 说得好听 若是本官下令放了孙之谢 你怕是能当场砍老夫两刀 懒得对着老狐猎 冯英寻思片刻后 起身将卷宗递给了魏忠贤 那就干活吧 这卷宗上 共涉及42家地主相身 126名府门官员 按照陛下之前所说 那就先将这些人的三族尽数捉拿 并将其家产全部查封 老夫会即刻上奏折 请陛下披红裁决 三族 魏忠贤 结果卷宗微微皱了下眉 皇爷虽然之前说过 要废除诸九族这件事 但好像也说过这贪官除外 要不 还是将这地主相身的五族抓来 再把这些贪官的九族尽数逮捕 皇爷杀不杀 那是皇爷的事情 我们这些替皇爷办事的 要考虑周到 三族多少有些少了 若是回头 皇爷觉得不够 那还得费力去抓 这 行 那就按你说的来 速速将人逮捕 等候陛下发落 三族少了吗 冯英思索了一下半想 才点了点头 他也不是怕事的人 这些混账的九族 很难说没有受过族内的扶持 既然受了好处 那就得承受因果 嗯 冯大人 咱家倒是突然 有些喜欢你这人了 就这胆量和果爵 比那些俘虏好上太多 冯英答应得如此痛快 倒是让魏忠贤吃了一惊 随即眼神中也闪过几分钦佩 这老家伙当真是不怕死 谢了 不过老夫对你等宦官 可无任何好感 若是被老夫抓到你的把柄 后果你知道的 啥 冯英听着这话 鸡皮疙瘩起了一声 谢了 大可不便 瞧你说的 咱家岂有把柄给你抓 行吧 既然冯大人不带见咱家 那咱家就先干活去了 哦对了 有件事咱家差点忘了和你说 温体人已经封锁了南京 并召见了两位王爷 估计是想卖南边的王府一份好 这是咱家不清楚好坏 还请冯大人自行定夺 对于冯英的不待见 魏忠贤并不生气 笑呵呵地将卷宗收好 这才又将南京的事和冯英说了下 说完便起身告辞 带到魏忠贤刚走出门没两步 后边果然传来一阵茶杯摔地的声音 听闻此声 魏忠贤嘴角的笑意更大了 温体人此举动机太明显了 就是想把火引到法家身上 偏偏这还是阳谋 毕竟冯英此时是必须要用铁血和无情 来树立法家的形象 就算知道温体人在搞事 那也只能忍着 他是绝不能对这些人有半分勤勉 现在这局当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6月10日 随着冯英一声令下 整个苏州城内外顿时哭喊一片 到此都是被抄家逮捕的人 短短一日便有三千多人入狱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冯英估计光是苏州城内便要逮捕近万人 毕竟随便一个地主家的五族那都是几百口 而眼看着冯英竟然来真的 周边城镇内很多观望的乡绅地主也全都慌了 纷纷开始求爷爷告奶奶的拉动关系 尤其是有王府背景的那些人 更是想方设法打算和这些王爷取得联系 开封城 周王府内 刚回家的朱公肖此时正在打包家里的东西 这不打不知道 家里除了现荧光田产就有十万禽 一千万亩 较比明初已经翻了一倍有余 如此多的田产不用想都知道 定然是四周乡绅摊墨而来后上贡的 自家翻了一倍 那下面那些地主乡绅占了多少简直不敢想 王爷 真要把家里所有的土地都交出去吗 那我们府上以后吃什么 总不能真的开一馆吧 王府大厅中 朱公肖的妻子刘氏 虚构 正一脸愁容地看着桌上那一大堆田起 他虽然担心陛下对朱公肖下手 但同样也没想过要将家里所有东西全部上交 总得留点过日子吧 刘什么刘 这都是砍头的刀子 陛下已经决定对大明土地进行改革 我一个王爷占据这么多土地 必然会成为眼中钉 早些交上先把命保住再说吧 更何况百姓都无田可耕了 若是造反大明江山不稳啊 朱公肖坐在椅子上 脸色很是阴沉 他又不笨 回来后一直琢磨此事 越琢磨越不对劲 这陛下整顿贪官是假 想要土地改革才是真吧 尤其是随着最新的大明日报陆续抵达 那土改之策赫然在目 光是看着朱公肖就仿佛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 陛下还真敢杀了天下所有王爷不成 我们家这土地都算少的了 远的不说 光是天起地就一口气赏赐给福王两万倾良田 还把江都道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沿税 茶税都给了福王 还有河南的沿店专营专卖权也给了福王 陆王占有河伯所二十六处 陆成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元王 屯流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 除了这天起皇帝还一次赏贵王惠王瑞王 每人三万倾良田 锦王陆王四万倾良田 成都附近七成土地归属王 光这几位王爷就圈地就超过二十万倾 这可都是他哥送出去的 陛下能都杀了 若是后面没事 大家都留着土地就我们归还了 那不成了笑话 刘氏揉着脑门还是有些不甘心 他本就是名门出生 家里都是他在操持 光周府上下的仆从就有三百多人 更不用说周王的那些亲戚了 每月开销那可是相当的大 若没了土地如何供养 这么多 死 不行 不能留 一块都不能留 必须全部交出去 然而让刘氏没想到的是 他这刚说完 朱公萧就想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 瞬间炸了 是啊 他这光顾着看自己了 忘了这天下 可不止他这一个亡眼 福王蜀王之父天下皆知 朱公萧黑着脸 没有再听自家婆娘的废话 招呼着下人 赶紧把收好的田契和银子 往南京送 同时命令府上闭门谢客 而就在朱公萧紧张地准备应对此事时 京城内先一步得到消息的唐王朱七胜也已拍马来到了京城 由于他儿子朱玉剑现在是皇家银行的行长 他也沾光可以自由进出京城 在看见大明日报上所刊登的图改政策后 朱七胜立马意识到这其中的风险 陛下终于忍不住要对天下藩王动手了 别人家的是他管不了 但是唐王府他还是能做主的 这不明明陛下这次还没有针对北方的王爷 他却已经打包好了东西 就在今日朝会朝着朱油简递交了财产 陛下这是我家里所有的田产以及经营 共计田产三万请白银一千三百万两 这里面除去俸禄和唐王府下属商铺多年的收益 其余多是乡绅地主以及本地官员的赠予 本王之前并不知家里财产多少 这次细查后倍感惶恐 故此将唐王府上下所有田产经营上交 求陛下看在我等界为亲戚的份上能从轻发落 朱七盛的话让朝堂上的官员们瞪大了眼 尤其是那些儒家官员脸色更是糟糕 这唐王的做派简直就是把他们架在火上乱烤 试想连大明王爷都将所有财产上交请罪 那他们这些官员还能跑得了 好你个唐王 这可是你们唐王府几代的积蓄 你就这么上交了也不怕下去后没脸见祖宗 白银一千二百万田产三万请 好一个唐王当真是富裕啊 朱有俭坐在龙椅上听完朱七盛说的后也有些无语 果然太祖之前所说不假 整个大明最穷的就是他这个皇帝 连一个唐王都有如此身家 可想而知那些受宠的藩王有多富裕了 请陛下恕罪 朱七盛额头冒汗赶紧跪倒在地 他知道此时的自己在周围文官看来绝对是没骨气得很 但没办法 作为大明唯三知道太祖存在的人 他当真是一点反抗的心思都没有 别人或许会认为朱有俭会因为亲戚的关系而下不去手 但他知道这根本就是瞎扯 朱有俭所施展的政策都是出自太祖之手 也就是说现在要动他们这些王爷的乃是太祖本人 他朱有俭能有个锤子压力 若是不合作那就是和太祖作对 光是想想就没什么可能好吧 太祖你看这是怎么办 朱七盛这货显然知道这政策出自你手 这是赶着来求饶啊 瞧着满头大汉的朱七盛 上方坐着的朱有俭忍不住在心里问道 对于唐王府他还是很有好感的 尤其是他儿子朱玉剑将皇家银行打理的井井有条 也算是他手中少有的得力干将了 所以他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冷血 就算是要杀鸡儆猴也得找一个不服管教的人 简单 全部收下 再收回他的封地 然后你这样 一直默默看着的李晨思索两秒后有了决断 唐王这主动投了也算是个榜样 既如此 那就可以操作下 也算是给其他王爷提个醒 只要老实合作 那大家就都方便 快速将想法和朱有俭说了一通 朱有俭听完后这才开口道 你爹本就不喜欢你 唐王府之前所做的事情确实和你没什么关系 但话说回来 你毕竟是唐王世子 虽然和你没什么关系 但你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要负责 既然你承认这田产和银子都是受贿而来 那朕便取走以座城建 同时收回你唐王一脉的封地 从今日开始 你便将府邸迁入京城吧 令 将你唐王的名号传给朱有俭 由他来重塑唐王府 朱有俭迅速将太祖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惩罚力度可不低了 不光封地没了 连带着朱七胜的爵位都没了 顿时 不少儒家官员都幸灾乐祸地看着朱七胜 一些人更是在心里暗暗加油 朱七胜 骂他 这孙子太过分了 这和匾为平民有什么区别 喷他狗日的 你可是王爷 这封地都没了 不骂留着过年 但是朱七胜仿佛真没有骨头一般 听完朱有俭说的后 直接磕头表示臣服 谢陛下 本王领旨 这便交换封地搬入京城 反抗是绝对不敢反抗的 相反 朱七胜仕松了一大口气 朱有俭能说这话便代表着太祖不会再找他麻烦 好好好 如此就好 至于封地什么的 无所谓了 反正他们家以后的封地是窝国 这南洋一地迟早是要还的 再者 只要朱玉剑好好的 那便无妨 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现在朱玉剑这皇家银行行长的职位 都比他这唐王身份更加重要 嗯 那就这样吧 对了 今年过年的时候 忘了嘉奖朱玉剑了 这小子把银行搞得不错 既然他现在也是大明的新唐王了 那阵就赏白银五百万 京城王府一座作为奖励 这钱从阵这出 不走互步 瞧着朱玉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 朱有俭这才笑了笑 把太祖最后说的奖了出来 算是对唐王府的补偿 本来还以为完事的朱玉剑一厅 竟然还有这好事 嘴角顿时笑裂开来 二话不说 冲着旁边的太祖画像就是三个想头 有了这五百万和京城王府 那唐王府的损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甚至会比之前过得更加舒坦 毕竟这京城的热闹远非南洋能比 朱有俭说完便挥手让朱器圣仙退下去 剑下面百官神情不一 这才又嘴角含笑地吩咐道 施奉来 现在温爱卿不在这报社暂时是由你掌管 今日唐王的事情你都看见了吧 给朕即刻加印一刊 朕要让全天下的王爷都知道 好了 现在讨论另一件事 冯英已经将苏州城内的官员相声 逮捕一空 城郊上来的名单内 共计人员近万人 具体要怎么处理 各位都讨论下吧 讨论? 听着这个词 许多儒家官员们神情危将 你军队都派过去了 还讨论什么呀? 杀人诛心事吧 麻蛋的 不搭理你 就是我等最后的倔强了 一时间朝堂上安静的像是要闹鬼一般 迟迟没有等到答复的朱有俭 见没人搭理嘴角微臭了两下 太阻没人搭理我 这咋办? 咋办? 李晨瞥了眼有些委屈的朱有俭 当真是想给他脑门一巴掌 你就不能自己想办法 罢了 咱来吧 咱当真是欠你的 李晨没好气地吐了口气 直接接管了朱有俭的嘴巴 随即将目光看向下方众人 看来各位爱卿对此事还有些纠结 行 既然你们不说 那就是要咱说 那咱就开口了 啥? 你能不能要点脸? 听着朱有俭这话 那些儒家官员们只感觉胸口发闷 谁他娘的要你张嘴了? 我们是要你闭嘴 然而 虽然儒家官员们心中不断骂娘 却依旧阻挡不了已经开口的李晨 由于魏忠贤的原因 这地主乡身都被抓了五族 范氏的官员则是九族齐聚 咱估计最后总人数怕是要破万 若是都杀这有伤天和 但若是不杀又不足以泄民愤 所以得分情况来 首先是那些地主乡身 咱打算将手中沾了人命的混账全部杀掉 其三族冲入苦意 那些没沾人命的则按情况来 最低五年劳役上不封顶 至于官员有人命在身的一三族 另将其五族流放 九族之内三代不得从军入关 没沾人命的按贪污金额来 贪污超过一百两的直接宰了 没超过的 服劳役十年起步上不封顶 各位觉得如何? 李晨自顾自地将自己的想法全部说了出来 现在大明内部已经趋于稳定 不太需要杀人来立威 若是动不动就以九族容易过犹不及 所以李晨现在的打算就是冤有投债有主 尽量将惩罚控制在三族之内 除非大奸大恶之人 基本都不会再灭其满门 当然了 这不代表李晨就会放过他们 劳役这东西 有时候还不如死了算求 陛下圣鸣 我等没有意见 听完朱友简说的 下方官员们互相看了看 没敢反驳 毕竟这位杀神能够主动控制力度 那是好事 若是惹急了 来个全部以九族 那才是真的热了狗 如此判罚 那就算最后牵扯到他们 倒也能留下一丝血脉 行 那就这么定了 即刻传书将此事告诉冯英 让他务必做好量刑工作 一定要公平公正 告诉他 做好此事有奖 但若是冤枉了好人 咱砍了他 李晨见没人反对 忍不住责了一声 本来还说抓两个刺头 结果没成想 全成了安蠢 行吧 这样也好 倒是少费了口舌 若是那就散会 短短一日 随着新的报刊发布 最显眼的 无疑便是这唐王的事情 吃到第一手大瓜的京城百姓们 都在讨论此事 对于唐王他们并不熟悉 但他们知道 陛下为了百姓 竟然费了一名王爷的封地 并没收其全部资产 这无疑是小刀划屁股开了眼了 古往今来 能为百姓做到这个程度的皇帝 能有几人 那可是王爷啊 在普通百姓眼里 那可是天生富贵命 而此时的皇家银行内 刚刚接到通知的朱玉健 还有些猛逼 不过很快 他就反应了过来 爹 厉害啊 儿子我本来 还想通知你来着 没成想 你自己就来了 对于朱七胜的决定 朱玉健没有丝毫意见 他在银行上班 又能随意进出皇宫 自然能够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这次太祖是铁了心要将大明的土地彻底改革 谁敢反对那就砍谁 虽然自家在北边暂时还没什么危险 但他知道 只要南边的事结束 那北边的王爷立马就得倒霉 毕竟陛下连南边都能收拾掉 还干不掉眼皮子下的人 与其等到锦衣卫上门 还不如老师店做第一个支持的 要你说 你爹我又不是傻子 不过现在你是唐王了 后面唐王府的担子给你来挑 一定要小心 千万别做傻事 老爹我最近把红武爷的本传 又读了好几遍 这位爷眼中最在乎的便是这大明江山 若是有人威胁到这江山社稷 除了那位太子爷 其他的他都能宰了 所以绝不能犯傻 朱气盛白了眼 喝了口茶后 这才严肃地提醒道 眼下大明混乱将起 定然有不甘心的人想要搞事情 他担心朱玉剑被人蛊惑 做出傻事来 爹 你不傻我就更不傻了 我哪敢和他作对啊 说句不好听的 在他面前 我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压力太大了 朱玉剑听见这话 嘴角顿时一抽 他疯了 才会去和那位爷对着干 越是在皇宫酒呆 他就越是害怕这位 手段太恐怕了 这就好 只要抱住太祖的大腿 我们必然没事 希望其他的王爷们也能聪明点吧 否则这次不死一两个估计是过不去了 朱气盛也就是提醒 对于朱玉剑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这小子聪慧应该不会犯傻 既如此 那就在这京城老实待着 看天下风云吧 正好 他也可以享受一下京城的繁华 能够名正言顺地住到京城 不好好体验一番 岂不白瞎了 冯英接到命令已经是次日 瞧着陛下的安排 他也没任何意见 杀人偿命 欺人受罚 陛下的决定没有任何问题 当即便叫来魏忠贤将情况告诉了他 既然皇爷已经有了决定 那就尽快吧 速速将苏州城的事情搞定 我们才有精力去面对整个南方 这件事必须要搞好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和皇爷作对的后果就是死 魏忠贤看完也忍不住轻吐了口气 梅雨间很是严肃 终于要开始了 嗯 那就按照陛下所说的来吧 明日老夫亲自在蔡氏口 对这些人进行宣判 你负责记录并提交与陛下 争取在两日内将所有人判罚完毕 冯英也知道他这一旦开杀 整个南边必然动荡 但他此时也不会后退一步 更不会害怕 既为法家弟子 那就要有敢和天下 所有不公争斗的决心 谁敢乱法 那就弄死他 魏忠贤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领命后快速离去 不多时便在蔡氏口 搭建起了一座临时的审判台 而当日晚上 魏忠贤独自一人来到了天牢 魏公公 钱可找到了 这五十万白银都是赃款无人可查 公公自可拿去随便花销 正在啃窝窝窝头的孙之蟹见魏忠贤来了 赶忙凑到栅栏前 一脸笑意地问道 这两日魏忠贤都没有露面 多少是让他有些紧张 好在今日魏忠贤终于是来了 见孙之蟹询问这事 魏忠贤笑了笑从兜里摸出一个馒头 递给了孙之蟹 那钱咱家的确已经拿到 分文不差 孙之蟹一听嘴角笑意更大了 抓着馒头咬了一口 这才赶忙说道 蟹公公的馒头 既如此 那我们之间的交易 是不是可以继续了 若是公公拿到另外的五百万 不管是自己用 还是上交博陛下开心 那都是没问题的 我不过一小人物 放了我无伤大雅 拿到了就好 他就怕魏忠贤拿了钱不认账 只要这老东西还有贪心 那他就有机会活命 哼 行 来人 给孙大人开牢门 再把人换进来 魏忠贤看了孙之蟹几眼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朝着走廊尽头招了招手 很快便有两个东厂的探子 押着一蒙面男子走了过来 将牢门打开后 把人推了进去 咱家已经打点好了 明日宣判时 这位死刑犯会替你受刑 反正是蒙着面点 别人也不知道 你去了扶桑就别回来了 这样对我们都好 懂 魏忠贤见孙之蟹脸色有些疑惑 伸手指了指那人解释了两句 听着倒是为孙之蟹 寻了个很不错的解脱之道 孙之蟹听完脸色大喜 赶忙朝着魏忠贤拱了拱手 蟹九千岁 救命之恩永生难忘 不愧是魏忠贤这等瞒天之法手道擒来 看着激动的孙之蟹 魏忠贤摇摇头又让人递了个包裹 打开后里面是一套冬场的衣物 换上跟咱家走 这里不是说话的点 先出去再说 孙之蟹自然没有意见 三下五除二的换好了衣物 从天牢离开又靠着魏忠贤手中的令牌 一行人很快就出了苏州城朝着海边拍马而去 待到深夜总算是来到了一个隐秘的暗口 从这往前看已经可以瞧见岸边停着的一条小船 这条船上咱家给你预留了十日口粮 足够你去到扶桑 现在可以告诉咱家 那五百万的位置了吧 魏忠贤看了看周围 这才指着船说道 旁边的孙之蟹赶忙到船上细细检查了一番 确定船和补给都没有问题 这才走到船尾将船帆拉了起来 借着微风 船很快就朝着海面行驶了过去 魏忠贤见状也不阻拦 他知道孙之蟹是个聪明人 既然是聪明人就不会做多余的举动 果然等到船开出去四五米 孙之蟹走到船尾大声道 魏公公果然爽快人 那五百万两就埋在城南寺庙的佛像之下 山不转水转后会有期 告辞 说完 孙之蟹猛地一拉船帆加快船速消失在了海面上 隐约间还能听见他那放肆的笑声 干爹 这就让他走了 黄爷那边 魏忠贤身旁 一名小太监脸色有些担忧 虽然拿到了钱的地址 但鬼知道是不是瞎扯的 就算真有五百万 放走了孙之蟹怕事也没法交代 这就不是你操心的了 走吧 去寺庙一趟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魏忠贤文言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跑 他能跑哪去 真以为到海上他就安全了 说完便带着人手朝着城外的寺庙赶去 而在海面上 还以为成功跑掉的孙之蟹此时坐在船头 心里开始盘算着后面的日子要怎么过 他在扶桑存了不少钱大概有二十万左右 虽然比不上在大明的身家 但保他后半辈子无忧肯定是没问题的 只是和大明比起来 扶桑的条件太差了 草 若非事发突然 老子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娘的 当真是晦气 那崇祯小儿简直可恶 如此不分是非 迟早得死 想到往后的日子 孙之蟹就忍不住有些气急 不由地在船内怒骂朱油简不当人 而就在他骂得起劲时 突然听见船边传来一阵声响 随后就听见一道悠悠的声音传来 孙大人 既然你对陛下这么有意见 那不如我带你回去和陛下聊聊 悠冷的声音让孙之蟹心中大惊 有些僵硬地转过头 就瞧见船尾不知何时多了三个黑衣人 这三人全都穿着锦衣卫的服饰 腰间垮刀 从身上不断滴落的水不难看出 这群家伙之前定是躲在船下 靠着嘴里的那根小管子呼吸 孙之蟹瞪着眼 好半天才终于回过神来 那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他又不傻 当即明白自己是被耍了 你们 不对 魏忠贤 你个老混账 没卵的东西 你敢坑我 一夜过去 随着清晨的太阳渐渐升起 苏州城内的菜市口 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百姓 在听闻冯英要在这对那些混账 进行当场宣判后 很多百姓都是夜不能昧 翻转难眠 他们既期盼又害怕 期盼的是 冯英能够还大家一个清白 害怕的则是 冯英和这些人是一丘之和 让这些混账逍遥法外 而冯英今日也是特地起了个大早 此时正在府衙内 对着面前的两个牌位上香跪拜 若是有儒家的人在 定能认出这牌位上的 不是别人正是商样和韩妃子 法家先祖在上 请保佑我等法家后辈 能重塑法家之威 儒家以府 莫家犯计 想要天下太平 还得以法为先 我等定会为了法家鞠躬敬 脆死而后矣 若有败坏门风之举 愿刀府加身留千古骂名 冯英举着三柱香嘴里默默刀念着 今日这一杀注定是要在历史中留下浓厚的一笔 也将正式代表法家重回天下世人之眼 是该让南边的南边的百姓也知道 这大明已经不再是儒家的一言堂了 若是想持法政国 那就速速来投我法家门下 冯大人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光是为官的百姓就有近一万人 整个菜市口都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你去了后说话可要好好斟酌 就在冯英祈祷法家先祖保佑时 魏忠贤从门口走了进来 瞥了暗台上的牌子两眼 这才笑着说道 他虽一夜没睡 但精神头那叫一个好 昨日寺庙抄家 整整五百万两分文不少 经过盘问 还多拿到了价值五十万两白银的书画珠宝 连带着那寺庙黄金打造的佛像 都被魏忠贤给敲了 气得那主持差点没原地飞天 要不是考虑到寺庙的特殊性 魏忠贤保管将这些光头全部抓来 嗯 那就走吧 冯英江湘插入了眼前的小铜炉中 整理了一下衣物后 这才深吸了口气 朝着蔡氏口的方向走去 眼神中那赤裸裸的杀意已经清晰可见 很快随着冯英来到蔡氏口 哪怕她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 只见蔡氏口周围人头攒动 连带着四周的酒楼和树叉上都挤满了人 被如此多的百姓注视着 冯英一时间也感到有些压力山大 不过她也没露窃 又吐了口气 这才坐上了判官位 随着金唐木重重敲下 原本还有些热闹的法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本官乃刑部尚书冯英 师从法家 此次法场开堂侍奉陛下之命 为苏州百姓讨一个公道 是非对错自有法来定夺 现在开始吧 冯英声音不大但却铿锵有力 说完开场白后便朝着旁边的魏忠贤点了点头 魏忠贤会议转身招了下手 只见这第一名犯人便被拖了上来 孙芝谢 男46岁 手染人命12条 七男霸女抢夺明田 更是为诸多家族提供方便 大搞走私 放高利贷开设赌场 这些你可认 瞧着押上来 第一位便是老熟人 冯英不由地瞥了魏忠贤一眼 这老太监 深怕孙芝谢死慢了是吧 不过也无所谓了 反正他今日必死无疑 大人 我要举报魏忠贤 我要戴罪立功 还请大人给个机会 被押上台的孙芝谢 看着冯英身旁的魏忠贤 当即红了眼 这老狗 不得好死 反正老子今日是必死无疑 那就别怪老子拉你垫背了 举报 冯英眉头微挑 轻点了下头 说来听听 好 是这样的大人 我手中有一账本 上面详细记录了 天启年间魏忠贤受贿的数额 虽然不是全部 但也绝对能盯他死罪了 小人没别的要求 只希望大人能够秉公指手 将这老狗拿下 孙芝谢咬着牙迅速说道 说完还略带得意的看向魏忠贤 想不到吧 老狗 老子当年可是留了一手的 行了 别吼了 咱家当年是委托你 拿了不少银子 这点咱家没什么不好认的 如果只是这 那你可没法拉咱家下水 然而让孙芝谢很是不解的事 魏忠贤根本没有露出哪怕一丝的害怕 甚至还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直接承认了 这不由得让孙芝谢有些心慌 冯大人 这老狗自己都承认了 你还不赶紧办他 孙芝谢着急地朝着冯鹰吼道 他可以死 但这位忠贤也别想活 老子今天就让他知道 什么叫打翻狗尸碗 大家吃不成 魏忠贤吗 他说的没错 若只是这事 本官还真没法砍他脑袋 魏忠贤用你等贪官收天下巨妇的银子 这点确实不假 但这些银子 基本都填入了边关的响银 以及粮草军械中 说句不好听的 天启年间的军队 都是靠着魏忠贤才能正常运转 再说 直白点魏忠贤所做之事 那也是天启皇帝的意思 老夫若是把他杀了 那岂不是说天启皇帝错了 难道老夫还要去把天启皇帝请出来 至罪不成 所以这事 老夫可以看在他魏忠贤 努力稳固军政的份上 当作不知道 毕竟事出有因 非常时期 就要用非常之法 若没这些银子 大明能不能撑到当今陛下登基 还真是个未知数 所以你 甚至是大明的百姓 都得谢谢这位老太监 若他也选择和儒家一样 去投靠皇太极 那大明找他娘的没了 冯英嘴角微抽 实在是有些日了狗 他当然知道魏忠贤那一屁股是 但这些事 他是真不好去说 毕竟魏忠贤的动机是保护天启爷 并稳住大明 出发点上并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他一直都是当做不知道 结果现在 是被孙芝谢这傻子 给捅到这么多百姓面前 那他逢英就算再不想 也不得不给魏忠贤打个掩护 妈的 孙芝谢这狗屁东西 快死了 还要恶心老夫一把 他虽然赞同魏忠贤的做法 但要他替宦官说话 当真适合吃了 狗屎没什么区别 你 你狗屁个法家 烟党偷偷就在你旁边站着 你竟然不管 如此做事 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法家弟子 还正直 老了 你呀就是个伪君子 和我等并无区别 孙芝谢瞪着眼 依附你他娘的在逗我的表情 他依稀记得 以前这冯英 可是极为讨厌魏忠贤的 怎么现在竟然开始替魏忠贤说话了 收钱了吧你 魏忠贤的事 老夫和陛下都早有决断 他虽手段残暴 但却护国有功 所以便不再追究 倒是你们这些混账 在老夫眼里 还真比不上这老太监的一根毛 至少他忠绝 死忠 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但也尽力在稳固大明 而你们身为儒家弟子 却干了些什么 倒卖粮草均 被给窝国和黄太极 私底下偷偷卖大明的情报和城防图 压榨大明的百姓 贪污大明的税款 你有什么脸面去骂别人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 你们又做到了哪点 大明就是毁在了你们这些俘虏的身上 来人 将孙之谢砍去头颅 悬于城门之上 并将其尸身作为铁人 跪于城门口 考虑到其家属同样作恶多端 沾染人命 七行罢市 故此 本官判决一三族 三族之外五族之内 罚五年劳役 九族内 三代不得入室 冯英见着老东斜 还死揪着不放 火气也是上来了 黑着脸怒骂一痛后 直接下了判决 孙之谢一家在苏州城 可是出了名的恶贯满盈 杀其三族并不为过 说完 便将竹筒内的令牌 抽出一根丢了下去 不 我不服 我要入金面圣 我要去陛下 那告你们 狗屁法家 我不服 摔落的木牌 弹了两下 落在了孙之谢的面前 听完冯英的判决 孙之谢彻底疯了 恐惧和怨恨席卷全身 她想不通 为何魏忠贤会如此对她 为何冯英要包庇魏忠贤 为何她作为官员 要受到如此欺辱 不就是杀了几个百姓 一群泥腿子 杀了就杀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辛苦读书一辈子 若不能成为人上人 那她读个锤子书 但不管她如何谩骂此时 也已无济于事 两侧的官兵即刻上前 将她拖到了左侧行场 同时被押上来的 还有她家132口 一时间整个刑场都是哭喊的声音 而随着一阵刀光剑影 最终归于平静 好 杀得好 阿爷 你看见了吗 孙之谢这混账终于死了 太好了 这老东西死得其所 就是 她那儿子抢夺了多少名女 简直该杀 人头滚滚 血腥满地 四周的百姓们 看着孙之谢一家扶猪 顿时欢呼了起来 他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终于 老天开眼 让这一家子 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谢谢青天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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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已哭红了眼的李四狗 看着孙之谢的人头落地 只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压在她身上的血海深仇 终于散掉 不由的 直接跪地朝着冯英磕头高呼 而她这一喊 就像是触发机关一般 无数百姓纷纷跪地附和 一时间 青天大老爷五个字 想撤苏州城 这 老夫隐忍一辈子 何以担的这几个字啊 当真是惭愧 然而 上方的冯英 在听见这五个字时 只感觉老脸通红 浑身不自在 她想到了 天启年间为了狗活 不得不隐藏在儒家内 当一个瞎子 对天下不公视而不见 这些冤案说白了 就是因为朝堂上无人作为才会有 青天大老爷 她若真是包青天 又岂会屈服于儒家 有时候我们都得学会选择 天启爷手段不行 把空不住朝政 你为了法家银人等待时机 这并没什么错 至少你现在还可以补偿 似乎是看出了冯英脸上的尴尬 魏忠贤想了想 这才悠悠开口说道 选择呀 人生不就是如此 像他一个太监 本来只需服侍好皇爷就行 但最终不也成为了天下读书人嘴里 人人得而诸之的九千岁 人命如何补偿 迟来的公证 那便不是公证了 百姓的败 老夫这一辈子都受不住 只希望法家后世弟子 能够以我为戒吧 冯英听完 苦笑着摆了摆手 随即便往前两步 跪地朝着下方百姓 还了三个响头 各位 你们若是想谢 就谢陛下吧 老夫只不过是个胆小之人 当不得你们如此对待 但请各位放心 从现在起 除非法家死绝 否则我等绝不会再对这些混账退让一步 几句话说完 冯英起身坐了回去 再度拿起金堂木狠狠一拍 下一位 苏州城的砍头整整持续了两日 直杀的整个法场的地砖 都染成了诡异的红色 而随着人头越来越多 除了那些心中有恨的百姓 看热闹的已经散去了不少 毕竟这是杀人 一般人看多了 容易噩梦 百姓是散了 但无数双暗地里的眼睛却没有散去 苏州城杀得人头滚滚 这无疑是让周边城市的地主乡绅们 如坐针毡 他们终于可以确定 陛下这次是来真的了 冯英此时已经肃清了苏州城 那接下来倒霉的就是他们 不光地主乡绅坐不住了 一些王爷们也开始慌了起来 楚王朱华葵再回去后就一直睡不着 尤其是今日听完苏州城的事后 更是大汗满头 他能感觉到那把刀离他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不想上交楚王府的财产和地契 凭什么 就因为你是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 妈的 我也是太祖后代 安敢如此对我 若真逼急了 小心老子学你家那位 直接来个靖南之夜 朱弟能够八百兵夺取天下 他同为太祖后代 自然也可以 朱华葵是当真有些不服 他总觉得 朱有俭就是在苛待他们这些王爷 不就是钱多了点 田多了点 至于吗 这是我们老朱家的天下 老子是老朱家的王爷 还不能享受享受了 而就在这时 管家突然走了进来 王爷 武昌城内的五大家族族掌求见 嗯 正在心里狂骂朱有俭不当人的朱华葵 听见有人拜访 不由得眉头微挑 他虽然脑子不太好使 但也知道 此时这几家来巡 绝对是因为苏州城的事 也好 对于接下来要如何做他也没什么头绪 这些人来 刚好可以讨论下 请他们进来 再去弄点好茶瓜果 朱华葵捏了捏拳 最终没有选择避嫌 而是让管家把几人带入府内 随后又找个了没人的书房 接待了这几人 带到瓜果茶点都上齐 朱华葵这才开口说道 各位都是本王的老乡时 没必要藏着掖着 有什么话直说就是 端着茶杯小喝一口 朱华葵这才开口说道 下方五人一听 琪琪点了点头 左侧一老者站起来拜了两拜 这才开口道 王爷 本来我等不应该在这特殊时期来许你 但眼下这情况已是十万火急 若不来找王爷商讨 大家怕是都有血光之灾 这老头姓吴家里是做不疲买卖 算是几人中身家最为厚实的 和朱华葵走得也很近 长期有金钱往来 听着吴老头这话 朱华葵眉头顿时拧成了一团 怎么 你们也觉得陛下会杀本王 开什么玩笑 本王可是太祖后代 他有几个胆子敢动我 咋地 不给家产这是 还真过不去了是吧 楚王爷 这是不光是冲你来的 更是冲我们来的 想必你已经看见那报纸上所写的政策 这简直就是 要把我等往死路上逼 土地乃我等根本 若是交出 如何安身立命 吴老头见朱华葵火气不小 摇摇头继续说着 他今日来可不是为了给朱华葵降压的 而是要想办法 拉朱华葵到一条绳上站着 唯有如此 这时才有可能出现转机 这本王当然知道 你放心 本王也无意将土地上交朝堂 他朱油坚有本事就把我宰了 我倒看看 咱俩到底谁没脸去见祖宗 朱华葵捏着茶杯 语气中带着一丝肯定 他还以为吴老头几人是来劝他别上交土地的 当即信誓旦旦地下了保证 但他这话刚说完 吴老头竟直接摆了摆手 若是不交 楚王你就算不死 这王位怕事也得没 楚王府几代积蓄定然会被锦衣卫查抄 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这傻子 见朱华葵还没有听懂 吴老头也是有些无语了 大哥 这就不是交不交土地的事 交了和死了没区别 不交 若是不交锦衣卫定然上门强迫你交 所以这两条路都走不通 他敢 本王可是 朱华葵瞪着眼 当即想要重复一遍自己的身份 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吴老头给打断了 好了好了 我们都知道楚王你是太祖后代 但这和你被抄家没有任何关系 看看吧 这是我们接到的最新消息 唐王已经上交了所有财产 但还是被剥夺了爵位和封闭 虽然陛下赏赐了新唐王五百万 但我们都知道那唐王和陛下的关系不简单 他唐王能拿到的楚王你可不一定能拿到 吴老头实在是不想再听朱华葵废话 从兜里掏出一封信件丢了过去 这是他们安插在京城的县人所发来的性格 上面详细说明了家印后的报纸内容 其中最显眼的便是唐王这货 谁也没想到第一个上交财产的竟然是他 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算上交了财产唐王依旧被夺了爵位和封地 一个连封地都没有的王爷 那还能叫王爷吗 这 唐王为何如此 他不知道这么做会让朱油简更加肆无忌惮吗 该死的 连封地都没了 还要唐王称号干啥 他咋就不敢和朱油简打上一架 这等羞辱他竟能忍下来 朱华葵有些疑惑地接过信件 待到看完后 神情瞬间就绿了 好好好 这么完事吧 先不说唐王这货到底在抽什么疯 就说朱油简吧 这狗日的是当真一点活络都不给啊 家产都给了你竟然还要拿爵位和封地 那可是太祖册封的 你就不怕太祖跳出来给你两巴掌 楚王爷 现在明白了吧 这位陛下可没把你们当亲戚 交与不交都一样 见朱华葵脸色黑的如同锅底一般 那五老头这才又开了口 妈的 这怎么搞 总不能真的投了吧 本王可不想去京城当猪 再者 就算也给本王五百万又能支撑几年 楚王府上下这么多人吃喝拉撒睡 不出十年闭垮 查觉到事态严重性的朱华葵 这时候也顾不上礼仪了 背着手在房间内来回走动 这是当真是棘手了 那位陛下就是想要弄垮你们 在他的想法中不需要大明王爷的存在 你等都是他的眼中钉 所以楚王爷 你得为自己谋后路啊 瞧着朱华葵急得满头大汗 感觉实际差不多的五老头 终于是露出了一丝笑意 急了 急了就好 就怕你压得不急 你什么意思 谋后路 哪还有后路可 等等 你该不会是想让本王造反吧 朱华葵头大如牛 下意思的刚要说点什么突然反应了过来 他好像已经明白五老头的意思了 如此局面 交钱和不交钱 那就是早死晚死的区别 想要活命 那就必须要拨命 唯有朱油简死了 这件事才能真的有简 楚王爷 敢问当年永乐皇帝为何要造反 不就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不反就得死 既然这崇祯小儿不给我等活络 那为何不先翻这片天自己当家做主 五老头见状也没再装了 阴冷一笑后点了点头 那崇祯不是想要我等的脑袋 既如此 那就让他自食恶果吧 果然 见五老头真是要自己造反 朱华葵嘴角微抽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刚刚还在琢磨这件事 没成想这么快就有人来劝 娘的朱华葵承认 他是有点这想法 但也仅仅只是想法 虽然他看着朱油简很不顺眼 但也知道此人虽然年轻但极善打仗 连皇太极和倭寇 都没能在他手中讨到便宜 他若是敢反怕 不是分分钟就给死 五老爷子 本王可是大明的王爷 若是造反 那可就成了贼 往后如何去见祖宗 寻思了半天 朱华葵这才摇了摇头 风险太靠 且成功几率太小 但五老头却是突然走过来 然后猛地跪在了地上 失败了才是贼 成功了便是王 永乐皇帝造反的时候 难道就知道自己定能成功 不还是抱着必死的心去做的 且楚王你 现在还拥有比永乐皇帝更好的条件 几率更大 五老头 今日是带着五家共同的想法前来游说 他必须要想办法 说服朱华葵造反 否则大家都没活路 优势 本王连800兵都没有 何来的优势 朱华葵揉了揉脑门 只感觉有些好笑 那朱老四造反时 可是有兵磅身 而他除了这一身肥肉 连个屁都没有 靠着府上这八十家丁不成 楚王爷 你且听老夫戏说一番 所谓造反 除了需要胆气 最重要的便是钱 我等五家 已经联系了周边十几个乡镇 大家都愿意推楚王你为新的帝王 光是我们能凑出来的银子 便有近八千万两 更不用说天启年间 我等长期走私 在荒野中买有不少的盔甲武器 保守估计可以装备五千人的军队 如此一来 有钱有装备 难道还怕没人不成 再者 只要能占据南京 那我们就能以此地为根基 召集铁匠打造装备 最多两月 就能拉起来 一直保守三万人的队伍 到时候 我等掌握南方富饶一地 还能掐断北边粮食命脉 主动权就彻底在我们手中了 而且 一旦楚王你举旗 其他地区的王爷 肯定会纷纷响应 没有哪个王爷会愿意上交全部家产 他们等的不就是个时机 那些王爷的实力都不弱 肯定会牵扯住崇祯小儿的精力 我等只需聚成而手慢慢发育 迟早是能拿下整个大名 吴老头这话说的很有煽动力 至少朱华奎听完是真有些异动了 若真能在短时间内聚集三万人 其中还有五千世披甲精锐 突然起兵拿下南京掌握南方重镇 还真有可能 就算不能让崇祯倒台 偏拘一鱼 还是没问题的 只是还有个问题 若四项军团来打 何解 朱华奎看着这朱老头 半想才吐了口气问道 他就算再沉迷女色 也清楚崇祯手中四项军团的威名 那可是杀鸭子杀出来的 他可不觉得这拼凑出来的三万人 能打赢四项军团中的任何一支 楚王爷多虑了 四项军团镇守边疆 若是贸然调动黄太极必然来袭 再者 我等能够联系上倭寇和黄太极 让他们在边境施加压力 如此一来 短时间内 朱有减能调动的 就只有城外那一万百杆军 甚至连福州那边的 守备军都无法在几日内赶到 更不用说百杆军现在还分了兵 到处在抓人 突然袭击下 我们有很大的成功几率 只要能拿下南京城 借着城池 到时候就算是毛文龙来了 也只能在外面看着 五老头嘴角含笑 很是不屑地说道 四项军团的确很猛 但可惜 他们要防备黄太极和倭寇 就算是秦良玉率领的那一万百杆军 很多都是新入军的新兵弹子 老兵都在马祥林手里 如此好的机会 完全可以搏上一搏了 只要速度快 将秦良玉杀穿后 南京唾手可得 这 朱华奎看着五老头 面色极为凝重 倒不是不相信五老头的话 相反他很清楚 这些人的手段 联系黄太极而已 对他们来说轻轻松松 但问题在于 他乃太祖后代 若是要靠着黄太极这种蛮夷城市 多少是有些没脸见人 几乎是看出了朱华奎所想 五老头往前跪了跪 再次劝道 楚王爷 成大事者不能居小节 等你成了大明的帝王 再找个机会 把黄太极灭了就行 区区蛮夷蚁而已 连崇祯那小皇帝都打不过 你上位后 岂不是乱杀 现在的重点是 如何保存自己 掀翻这暴君的统治 否则大明迟早是要 亡在他的手里 若大明没了 那才是真的没脸去见祖宗 说完 五老头直接磕头拜了下去 后面几人见状 也纷纷效仿 跪地拜扶 请楚王亲军策进国难 入籍大统 掌管天下 看着眼前跪地的五人 朱华奎的脸色一变再变 好半天才终于化为一声长叹 罢了 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行事了 既然朱有俭不顾手足亲情 那本王也不会再留半分情面 还请各位驻本王成事 等到本王入祭大统的那天 而等便是从龙之臣 朱华奎也说不上自己是被逼的 还是真的有了这一份野望 但他知道从走出这一步开始便已经没有退路可言 胜者拥有一切 输了的人粉身碎骨 好好 大明忠心有望啊 我等这便去准备人手 定不服陛下所托 瞧着朱华奎终于松嘴答应了此事 五老头差点没兴奋地跳起来 这傻逼 还真以为自己能当皇帝 这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 那就是皇太极 哈哈 带到大清入关时 我之一族就要飞黄腾达了 苏州城被杀的人头滚滚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大明 顿时引来无数百姓纷纷叫好 而同时传遍大明的还有最新刊印的报纸 唐王的事情让许多王爷是又惊又怒 而在塞外 赫图阿拉内 范文成看着手中汇集的消息 脸色很是兴奋 机会 他看见了入主中原的机会 在确定事情属实后 当即没有犹豫 立刻找到了皇太极 皇上 奴才有大喜事要报 那崇祯小儿自掘坟墨 我大清的机会来了 这次说不定还真能将其拉下皇位 大帐内 范文成极为兴奋地说着 他将手中刚刚整理好的情报 全部告诉了皇太极 从朱友简调查南边开始 再到近日 苏州城人头滚滚 整个说完一遍后 原本有些猛逼的皇太极 此时神情同样有些震惊 我去 那崇祯小儿疯了不成 竟然敢如此霸道地清理地主相身 乃至亡眼 他就不怕激起内乱 皇太极何等眼光 立马就看出 这是所蕴含的风险 这简直就是 逼着大明南部的那些官员地主 造反的节奏 毕竟若真按照崇祯这么完横竖都是死 那为何不反 是啊 不光如此 之前与我们交好的一些家族 此时也来了消息 就武昌城内 楚王已经决定举旗 他们希望我等能够在关外施压 将四项军团牢牢拖住 只要能争取到时间 他们必能将南京城拿下 范文成点点头 指着地图梅雨间全是兴奋 他娘的终于等到机会了 此等良机必须要掌握住 嗯 范先生准备如何行事 说来朕听听 黄太吉摸着下巴 微眯卓妍点了点头 这确实是个好机会 且看范文成准备如何操作吧 奴才还真有一个想法 范文成笑容不减 来回转悠了两圈 这才继续说着 不管如何 只要有人造名蛮子的反 那我们肯定要支持 更不用说这次内乱 乃是崇祯小儿一手造就 一旦南北对立 那崇祯小儿瞬间就会失去 明朝六成的粮食来源 以及七成的赋税 若楚王能有所成就 等到时机成熟 我们和那楚王南北夹击 必然能将那崇祯小儿 打得连他太祖都不认识 所以这个场子 我们一定要帮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将我大清六七兵力 布置在辽河一带 持续向广宁西平二城施压 同时派出一七兵力 堵住鸭路江 防止茅文龙偷袭 另外再通知窝国 再对马岛周围集结舰船 做出要强攻朝鲜的迹象 如此一来 不管是朝鲜的军队 还是辽东的军队 都不敢妄动 而大同的天雄军距离太远 就算能赶过去 也来不及 范文成迅速将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虽然大清国这两年屡战屡败 但好在主力上存 一旦集结大明 必然会严加防范 这是杨谋 那崇祯小儿 就算知道他们 是在演戏 也必须得捧场 否则一旦强行调动四项军团 那说不定他们就假戏真做了 倒是和朕想得差不多 只是有个问题 就算我们能牵制住四项军团 那楚王若还是打不过 又该怎么办 说句不好听的 南边秦良玉的一万百杆军 虽然以新兵为主 但其战力也不是一般军队 能够碰瓷的 黄太极将整个计划听完后 神情很是满意 不愧是他所看中的大清丞相 简直想一块去了 只是他这大清牵制名蛮子 没什么难度 但那楚王有没有能力打下来 就又是个问好了 苏州城周围又并非没有军队 那个楚王能行 这个奴才也考虑到了 我会给他们写信 帮他们安排战术 秦良玉的兵马虽然有一万 但多是新兵战力不强 只要出其不意 还是有机会将其拿下的 秦良玉啊 听着这个名字 原本还很兴奋的范文成 脸上也闪过一丝凝重 这确实是个将才 可惜 他的对手是他范文成 哦 范先生如此有把握 我们这距离苏州可不近 消息来得很慢 你在这远程指挥他们打仗能行 听着范文成说的 黄太极不由的嘴角一抽 打仗打的就是信息 赫图阿拉这边光是消息一来一回 就要三到四天 怎么指挥 这是其实不难 皇上可以派人悄悄将奴才送到岸边 这样便可将消息的传递缩短到两日左右 虽然还是有些慢 但对付一个秦良玉也足够了 他就算再厉害也不过是一女娃 如何能与老夫相比 兵法的最高境界便是操纵敌人 料敌于仙 以奴才的实力 加上对手不过是个秦良玉而已 区区两天的信息差不足为率 范文成承认那秦良玉是有些门道 但一个女娃带兵再强又能强到什么地步 他范文成可是熟读兵书 知天文地理 拿捏他一个女人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先生这话倒是提气 也对 区区女人不好好相夫轿子上什么战场 就该让他知道战争的残酷 皇太急见范文成如此自信 忍不住笑了笑 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 在他的认知里 其实不太看得起秦良玉的女将身份 打仗那就是男人的事情 在他看来秦良玉不过是 仗着女儿身才瞧着有些惊艳 但若是抛开性别 他的带兵能力也就那样了 皇上说的是 只不过奴才虽然不怕那秦良玉 但毕竟不是奴才亲自坐镇军中指挥 楚王能把奴才的计谋发挥出来 多少全看他们自己 不过奴才估计最多也有八成几率 但而且可以确定的是 不管楚王能不能成功 南边必然大乱 至少今年内 名蛮子是没精力 对我等发动攻击 这主动权一回来 很多事就好办了 正好窝国那边也快集结完毕 到时候来一个大规模登陆 定能让那崇祯小儿 头尾难顾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这水越魂越好 唯有如此才能拉扯出机会 范文成见黄太极也赞同他的看法 脸上得意之色更甚 不过很快 他便压制住了内心的激动 先把成功几率说出来以防万一 他的确不怕秦良玉 但他有点怕那个猪有捡 这人妖得很 他可不敢担保 事情一定能成 这个自然 打仗哪有一定能成的 反正这次 我们只是阳攻 又不真的决战 哪怕最后没成 也能耗掉名蛮子不少的潜力 范先生尽管施展手段就好 亏是肯定不会亏的 就看能赚多少了 范文成的小心思 哪能瞒过黄太极 见着老狐狸说话如此小心 黄太极翻了个白眼很是无语 罢了 这种事本就是看天意 范文成能做的 就是加大楚王成功的几率 具体能不能行 就看老天爷给不给这面子了 不过他相信 名蛮子国运衰落 不可能每次都走运 崇祯小儿这次倒行逆施 说不得就是彻底终结他的机会 谢皇上 那奴才这边去忙了 范文成轻吐了口气 赶忙跪地磕了三个头 本来以他的性格是不喜欢如此冒进的 最多就是让黄太极在边关施压 哪怕最后没成 这事也怪不到他身上 但随着北宗那批鬼才的到来 范文成一直觉得 他这地位不太稳当 虽然黄太极已经让他当了丞相 但他清楚 这不过是黄太极制衡的手段 想要真正站稳脚 就必须要拿出真本事 什么是真本事 在黄太极制 军功就是真本事 只要拿到军功 那他说话的腰杆子就硬 但是军功这东西想要就得去驳 为了自己的虔诚 为了光宗耀祖 范文成寻思许久后 这才决定主动出击 驳一驳 单车便摩托 反正楚王这次能不能成就看这两个星期 他也不需要和北边的朱油简对线 他的对手不过是个吹出来的秦良玉霸了 富人而已 他岂能怕了 就用他的百杆军 来成就自己 在大清国的地位吧 给黄太极磕头 谢了恩 范文成马不停蹄地回到家里后 立刻给武昌那边发了信件 对于如何起义 如何拿下南京 他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 只要这楚王不是朱 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朱油简啊 朱油简 到底是个小屁孩 缺了城府 这次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大国博弈 不可有丝毫破绽 等到信件发出 范文成站在窗边 看着窗外的太阳 忍不住低声嘟囔着 可惜了 若是这朱油简早日接班 他或许都不用来黄太极这找工作 要是由他辅助 估计现在 明朝已经嘎嘎乱杀 万国来朝了 当真是可惜了呀 就在范文成准备微操楚王 给朱油简来一波大的时候 南京城内 已经戒严多日的府衙中 这几日却是分外的热闹 一车一车的经营不断运来 将府衙的库房都快挤爆了 周王已经将他的田产银两 全部交来 但温体人拜托他的事情 却是没能办好 整个南边 除了他周王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王爷 选择花钱平时 全都像是小龙虾一般 龟缩着不搭理人 对此 朱公肖也是没法了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你们要死随意 别拉着我就行 这么说 这位周王 已经带着家眷跑路了 他倒是明白人 这日 正在办公的温体人 看着田儿耕地上来的情报 神情有些好笑 这周王在把田产和银子 运到南京府后 竟然自己 把自己绑了入京 说是要去太庙那跪者 为自己的行为受罚 就他接到消息的时候 朱公肖已经带着全家 一百多口人上了路 温大人 要不要把他抓回来 毕竟南边的事可还没有弄完 旁边 田儿耕见温体人 似乎并不在意 不由地开口问道 他总觉得 这些王爷 一个个都是 砍脑袋的命 若是周王跑去了京城 那陛下会不会怪罪锦衣卫办事不利 竟然把人放了出来 算了吧 南边的事 已经和他没什么关系了 陛下是要杀人 但并非全杀 对于周王这种懂事的 陛下非但不会杀 还会嘉奖 走了也好 让陛下去头疼吧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这些死不悔改的铁头娃 说不准 本首府会成为大明历史上 第一个靠杀大明王爷 名流青史的了 温体人摆摆手 让田儿耿把心放肚子里 那周王如此懂事 陛下怎么可能找他麻烦 真正要头疼的还是这些剩下装傻的王爷们 给了机会还不懂 这就很难受了 说真的 若非陛下画的大饼 以他的性格是真不想找这些王爷的麻烦 搞不好就会成杯锅的 行 温大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反正陛下说了 让我听你安排 不过眼下苏州城的事已经告一段落 逢阴他们明日就会进入南京城 我们还不动手吗 行吧 你是首府你说了算 田儿耿想了想也没再纠结这事 这老货手持天子剑眼下权力大的没边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办好了功劳都是他的 但若是办不好那锅也都是他的 名单都查好了吗 温体人听着这话 手指轻敲了两下桌子这才问道 他来南京已经有几日了 这里的情况远比他想的还要复杂 基本妥当 但若是按照冯大人的抓法 这牵连的规模 怕是要比苏州城那边大好几倍 不过我们人手也够用 白杆军就在城外 他们就算想造反也迟了 田儿耿点点头 从衣袖里摸出了两个小本子 摊开后摆在了温体人面前 这些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人民 光是看着就让人有些头皮发麻 南京到底是旧都啊 这规模虽然大但正常 嗯 把名单收好 再调三千百杆军入城 从今日起由他们接手城防 另外 你再散出消息 就说本首府再等一天 若是自首者 可从轻发落 温体人扫了几眼 这才将册子和好还给了田儿耿 寻思片刻后下了命令 事事肯定要办的 但他得想办法少背点锅 正好冯英要来 那就让他去背吧 老夫看他骨骼轻奇 天生背锅的命 一日无话 次日 随着温体人的最后通告发出 到时又有四五个家族的组长 扛不住压力前来自首 不光献出了金银田产 还顺带帮田儿耿完善了不少证据 温体人也没食言 将他们收监后并没有为难他们 还让人将天牢中的房间打扫了一番 并准备好了被入吃食 不过这些自首的人 和他需要抓捕的总人数比起来 依旧是少得可怜 而随着这日的太阳渐渐昔下 南京城外 一支军容整齐的军队 已经抵达了城门口 冯英坐在马车上 从窗户探出脑袋 看着面前这雄壮的城墙 不由地叹了口气 南京啊 作为大明太祖的长眠之地 竟如此藏无奈构 当真是丢人 儒家当真是该面 车厢内同样坐着的黄景 听着这话顿时脸皮一跳 娘的说这话的时候 能不能看看周围 老夫可还在这坐着的 恶心谁啊你 抽什么抽 老夫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垃圾 霍国殃民死不足惜 就着还有脸称自己为孔子学生 老夫看你这脸皮 比这南京城墙都厚 冯英这话自然是冲着黄景去的 见着老东西脸皮一直跳 就是不说话 不由地再度开口道 不说话装死是吧 真以为这样我就不骂了 冯英 你是不是有毛病 老夫和你同级 你如此骂老夫 还要不要礼仪了 再者 老夫又没收钱 就算儒家腐朽至此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谈 黄景捏着拳 当真是想给这混账来两下 妈的 老夫压根就不想和你坐一个车 你非要拉老夫一起说什么 怕老夫通风报信 结果老夫坐上来了 又要挨骂 你真当是欺人太甚 没有受贿 难道就没有行方便 周延如和你的关系 貌似不一般吧 听说你还想和他结为亲家 没收钱又如何 没收钱又不代表你是干净的 狗屁 我警告你别瞎说啊 老夫和周延如可一点不熟 周延如 听着这话 黄景彻底坐不住了 指着冯英怒骂道 这周围可是有景一味的 瞎几把说话 是想害死老夫 哼 老夫倒是希望你和周延如结成亲家 这样每年清明 老夫就可以去你坟头上乡了 也不至于看着你就恶心 冯英见这老东西 急了很是不屑的冷哼一声 若是当年周延如暗 将这你一并带走 那儒家现在可真就是群狗无首了 就那些蠢才 估计早晚被陛下砍了养树 啥玩意 群狗无首 那TM叫群龙无首 你他娘的还造上词了是吧 混账玩意 欺老夫太甚 看全 没法忍啊 真没法忍啊 黄景就算脾气再好 也没法容忍别人指着自己鼻子说自己是狗 他娘的 揍他 一时间整个车厢内鸡飞狗跳 差点没把马车给弄散架掉 等到他们来到南京府门时 黄景脸上已经多了两个黑眼眶 冯音虽然脸上无伤 但衣服上却也多了几个大脚印子 呃 黄大人 你这是怎么了 不打紧吧 府门内正走出来接待的温体人 见黄景顶着个熊猫眼很是奇怪 黄景听见默不作声地整理了下衣物 淡定道 老夫昨晚去茅厕 不小心摔的 摔的 温体人嘴角微臭 摔跤还能摔得如此对称 不过看着同样不得体的冯音 他也懒得多说什么 罢了 给这老货留点面子 招了招手 带着两人来到李厅 内屋中间的饭桌上 此时已经摆满了饭菜 韭菜两汤看着极为丰盛 不光菜好 人也多 甜耳羹 魏忠贤 秦良玉都已经入座 饭菜倒是不错 不过老夫现在没空吃东西 我就想问问温大人 你到南京城来 到底是干仨的 吃饭吗 冯音看了眼餐桌的几人 神情并不太好 他都把苏州城杀穿了 南京这头 竟然一点动静没有 这不 处理好苏州的事情后 他便赶忙朝着南京而来 冯大人 你别急啊 先坐下 咱们边吃边说 南边这么多事 不可能一次性就搞好 被冯音喷了一脸口水 温体人也没生气 抹了八脸 伸手把冯音按在了空位上 这才端着酒杯说道 你要觉得头疼 就把天子剑给我 当然 林阎阁守卫包括爵位 也肯定是老夫的了 这两斤十三省的担子 老夫来扛 冯音瞥了眼酒杯 没有动手的意思 反倒是看着温体人 很是正经地提出了建议 他总觉得 陛下对温体人的期望过高 这老狐狸压根就不是变革的料 哼 冯大人说笑了 老夫接下来的任务 自然由老夫去完成 岂能让人代劳 这还说完 温体人脸色一沉 看了冯音半天才重新露出了个笑脸 不气不气 和这个铁头娃生气不值当 是吗 那就请温大人速度点 饭就算了 把名单给我 我拿回去研究下 冯音也不指望温体人会把天子剑给他 他只是敲打下温体人让他别摸鱼 冯大人 大家都在这儿 你别不赏脸啊 吃个饭又没啥 田大人和魏公公也都在 走 去哪儿 我饭菜都准备好了 这么不给脸的 你们都在和老夫有什么关系 名单 冯音却是不为所动 干脆的伸出了手 你可别告诉老夫 你在这搞了半天 连名单都没拿到吧 那老夫可就真要骂人了 瞧着冯音来真的 温体人揉了揉脑门 最终叹了口气 朝着田耳更点了点头 本来还想熟络一下 但现在看来 这会是铁了心 要当孤城 罢了 随他去吧 田耳更倒是无所谓 从兜里把单子掏了出来 冯音接过看了看 确定无误后便起声告辞 全程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他可不想和温体人有太多交集 现在法家好不容易才被重用 任何可能被皇帝怀疑的事 他都不会去做 温大人 这老混账实在是太过可恶 简直没把我等放在眼里 还请温大人速速展开行动 切莫让他一人独占功劳 等到冯音走远 早就有些憋不住的黄警 立马开口道 这冯音是越来越过分了 就是个炮杖 一天到晚邦邦乱想 仗着陛下宠爱 简直开上天了 说着 还看向众人似乎在寻求赞同 但在场的几人 谁都没搭理他 秦良玉更是抄起筷子 默默吃了起来 好了 黄大人 自己屁股不干净 那说还就没底气 你纵然干净 但谁叫你摊上儒家的事了 法家要想出头 踩你是最快的方神 温体人打了个哈哈 语气也有些无奈 你也知道他备受王帝喜爱 那就少去惹他 这些法家疯子 在朝堂上站稳脚 已经是不顾一切了 唉 这都什么事啊 说来不怕笑话 老夫有时候是真不想管这事 但儒家传承上千年 历经几个朝代 岂能断绝在我们手中 要真被清理出朝堂 我等有何脸面去见圣人啊 黄锦自然是明白这个道理 半想才摇着头 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 美酒如何却是苦不堪言 他都一把年纪了 还要为儒家的事情操心 哼 儒家 不干净的东西早点灭掉最好 黄爷可不需要垃圾 一直没说话的魏忠贤 见黄锦一脸苦闷 不由地开口嘲讽道 这些儒家玩意 他当真是一个都看不上 除了给黄爷添乱 还能干啥 就冲这帮子人搞死了自家黄爷 他魏忠贤这辈子 都不会原谅这些混账 魏忠贤的话 让饭桌上的气氛再度紧张了起来 黄锦脸色发黑 他同样也看着魏忠贤不顺眼的很 宦官就不应该拿拳 汉朝唐朝 重用宦官的结果 难道而等不知 魏公公如此忠心 可别是为了自己吧 话语硬刚落 只听刷的一声 魏忠贤竟直接拔出佩刀指向了黄锦 混账东西 你有本事 把刚刚那句话再给咱家说一遍 看咱家不割了你舌头 黄锦健壮也毫不畏惧 看着魏忠贤还敢把刀立马站了起来 来来来 哥 老夫乃是尚说 你动老夫一下试试 果然宦官都是些无法无天之人 他娘的 谁怕谁啊 我让你哥 你他娘的敢吗 瞬间对上的两人仿佛要撸袖子一般 一时间 整个房间内就只剩下勤凉玉佳菜的声音 够了 就在两人针锋相对 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温体人猛地一拍桌子 怒道 两位 这是老夫组的饭局 各位要是嫌饭菜不好吃可自行离去 别坏了气氛 什么意思 当着我的面动刀子 传出去那不得让陛下笑话 老夫无能 魏公公 还是先坐下吧 我等都是为陛下办事 他人看法何足道哉 只要陛下无恙 就算是骂名备了就是 旁边 田儿庚见温体人也发了火 赶忙伸手拉了下魏忠贤 这是要干嘛 好好的饭局 打起来算怎么回事 魏忠贤瞥了田儿庚一眼 冷哼一声将刀收回 对面的黄警 见魏忠贤收了刀 这才一甩袖子也坐了回去 虽然两人没吵了 但这饭局的氛围 已然是降到了冰点 可以唯一没受影响的 就是秦良玉了 一句话不说 筷子却是在不断地捡着菜 哎 你们啊 算了 不扯其他的了 聊正事 现在南边的几个王爷 都不太老实 不光是楚王 位于荆州的辽王朱树亚 四川地区的蜀王朱智树 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家 包括武刚的冥王朱启英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任何回应 他们不回应 依附于他们的地主相生 自然也不会有动静 而我们想要肃清南边 这几个王爷是肯定躲不开的 最终还是温体人开口 打破了僵局 将话题给引到了正事上 经过这几日的摸牌 基本可以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南边近乎八成的事情 和这几位王爷都脱不了关系 那些地主相生 每年上攻击几位王爷 以换取靠山的经营 可不在少数 若是要审判相生 不管怎么查最后 都会查到这几个王爷的身上 温体人就是有些拿不准 这才准备找大伙一起商讨 虽然冯英没坐下聊 但以他的态度 显然是杀了完事 倒是不需要多问 其他几个王爷先不说 这楚王最近动作有点大 听我下面的人说 最近楚王和当地的几个商贩走得很近 甚至有造反的可能 我觉得先将这楚王拿下 杀鸡儆猴 田儿庚想了想 站出来附和了两句 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由于周王已经投了 现在距离南京最近的 就是这楚王和辽王 一个在武昌 一个在荆州 其中又以楚王朱华奎最为活跃 哦 你确定 细说一下 一听楚王可能要反 黄锦皱着眉 忍不住追问道 王爷造反 这在哪个朝代都是大事 楚王府的情报有些不足 我这么说吧 锦衣卫腐朽得厉害 也就这两年陛下登基后 才有所好转 这楚王府的世袭暗装 已经断了两代了 之前没钱 所以一直没有补充人手 这仓促间还真不好插人进去 田尔庚手一摊 很是老实的把情况说了下 南边本就是锦衣卫腐败的重灾区 很多人已经不堪大用 田尔庚虽然已经清理了不少 但也让许多地方出现了人手上的空缺 这人手的培养可不是钱能够搞定的 废物 魏忠贤听完干脆地吐出了两个字 锦衣卫可是陛下手中的刀 监视各地王爷更是锦衣卫的一大职责 结果你就这么晚 你 被魏忠贤这么一骂 田尔庚脸色微僵 但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没有继续开口 温体人微低着头 循色了许久 这才将眼神看向了一直在吃东西的秦良玉 这不知不觉 饭菜都被他清空了两盘 秦将军 你能先别吃了吗 问你个事 若是楚王 造反以你手中的百杆君可能平之 正吃着东西的秦良玉 听见温体人的询问 眉头微调了两下 将手中筷子点了点盘子 这才说道 不好意思啊 确实是饿了 至于温大人问的这是 具体要看人数 除非楚王能搞来十万人马 那或许能与我一战 十万往下 我都可将其灭之 这话秦良玉说的很有自信 楚王没有兵权 若是造反 就只能使用民兵 而民兵说 好听点是兵 说难听点 那就是一群弱鸡 他手中的这一万百杆君 虽然八成是新兵 但至少是经过训练的 且全副武装甲咒齐全 十万之下随便打 那就行 既然如此 就请秦将军做好准备吧 不出意外 这楚王是要反了 听着秦良玉这淡定的语气 温体人倒也放心了许多 楚王肯定是搞不来十万人马的 若是敢反 那就揍他 你就这么确定 楚王要反 他可是王爷 若是老老实实的陛下 也不会为难于他 何必提着脑袋冒险 秦良玉皱着眉 一边夹菜往嘴里塞 一边含糊不清地问道 他还是有些不幸 这楚王会反 没意义啊 不是什么人都能认清局势 这楚王并非有主见之人 贪财狂妄 没受过挫折 若是被人怂恿 很容易脑子一热就下决定 再者 老夫都已经把话说得那么明显了他 还是没反应 若不是要造反 那他是在等啥 等陛下的刀子吗 温体人却是摇摇头分析道 他估计 这楚王造反的几率不小 早点做准备肯定没问题 要不直接把楚王拿下 他若是造反 陛下的脸可就不好看了 而且一旦形成连锁反应 其他几位王爷很有可能会响应 造反吗 魏忠贤捏了捏胡子提议道 反正温体人手中有陛下给的天子剑 抓他一个王爷并非不可能 不 老夫倒觉得 这王爷造反未必是坏事 你们想想 若是楚王造反 那我们去抓他就是评判 陛下也有借口可以直接承接这些王爷 而不用背负骂名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把王爷造反的锅帅 到那些香绳的头上 说王爷们 都是受到了那些香绳的怂恿 这才迷了眼 只要我们能够快速将叛乱压下 那这就是一箭三雕 对于魏忠贤说的 温体人想了想没有赞同 若是说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他想放任楚王造反 甚至是逼他造反 如此之郭布光陛下不用背 他们也不用背了 这 怕是不太好吧 温体人这个想法 让四周一群人全都有些震惊 好家伙 知道楚王造反却不管 这要是玩脱了到时候算谁的 当即魏忠贤便开口觉得不妥 有何不妥 若是楚王不懂事继续这么僵持着 陛下想要推行政策 那就必杀他 既然他横竖都是死 那为何不再多贡献一点 连带着这锅一起背了 大明养他们这么久 总该有点用处吧 不妥 温体人摆着手继续劝道 将死之人 那肯定是要将其所有价值都榨干出来 他若是替陛下背了这杀王爷的黑锅 那不光陛下会谢他 大家都会谢谢他 房间内一时间有些沉闷 好半天 魏忠贤这才又开了口 就算楚王如你所愿造反 我们也成功将其灭掉 但别忘了 但凡是战争 就必然会伤到百姓 皇爷推行土改位的是造福百姓 可不是逼他们造反 把百姓给祸害了 到时候 皇爷会不会成你这个情谁都说不准 魏忠贤承认 温体人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也确实有操作的空间 但皇爷那边 具体是什么想法 谁都摸不准 万一陛下暴怒 觉得此法害民 那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倒霉 别忘了 皇爷已经杀了很多人 他也不是一个 被世俗民生所影响的帝王 百姓在他心中 怕是比什么都重要 想到这 魏忠贤又忍不住补充了两句 若是换个帝王 这方法说不准 还真能博陛下欢心 但眼下这位可不是一般人 若是猜错 脑袋不保 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温体人见说服不了魏忠贤 只能是看向其余人 然而在场的都是人精 又岂会急着表态 纷纷回敬了个眼神 让温体人自己拿主意 得 瞧着不说话的众人 以及还在吃东西的秦良欲 温体人知道这事 是指望不上他们了 摇摇头 这才贪手道 这样吧 把这个方法上报陛下 反正南京城的肃清 还需要几日时间 若是陛下不允许 那等到南京城清理完成后 我等便直接派兵接管武昌 作为老游子 温体人自然也知道 这法子有些冒险 既然大家不愿意分锅 那就上报吧 让陛下自己决断 好 我觉得可以 咱家也觉得可行 南京有直飞京城的性格 最多三日就能知道陛下的答复 倒是不影响整个布局 老夫也觉得可行 瞧着温体人 终于不再拉着大家一起 往坑里跳 几人这才笑着答应了下来 对嘛 你才是手拿天子剑的人 这活干好了 你的收益最大 如此高的收益 还想拉大家一起分担风险 多少是有些过分了 那就先这样 来来来吃饭 见大家都没有意见 温体人摇摇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抄起筷子 就准备吃点东西放松下 然而 等他将目光看向桌子上时 整个脸顿时抖了两下 只见这大半的饭菜 都已经进了秦良玉的肚子 哪还有半分宴席的感觉 转头看了眼秦良玉 这娘们也是毫不知羞 直接回邓了回来 一副老娘很饿 你能咋低的表情 没辙 温体人只能是深吸了口气 这才朝着门外喊道 去 船厨房那边 再给老夫上几碟饭菜 一直吃到半夜 这饭局才算是散了火 温体人没有急着去睡觉 而是让人泡了一壶好茶 静静坐在院子里 看着头顶的圆月 不由地长吐了一口气 今日的提议是他琢磨许久后 才想出来的万全之策 只是没成想 这根本无人答应 尚书陛下那都是说辞了 以他对陛下的了解 若是他直接做 最多就是被埋怨 但如果尚书当着面 要他下决定 这位陛下是绝对不会用百姓的安全 来换着所谓的名声 如此的话 那就只能他和冯英来背这口锅 娘的 这是真的棘手啊 楚王啊楚王 希望你小子识相点 在这几日速速起兵 接下这口锅 若是如此 回头陛下砍你时 我或许还会出口保你家老小一命 否则 若是老夫被这口锅 那儿等就只能用命来补偿了 一连喝了好几口茶 温体人这才轻声嘟囔着 默默向着圆月祈祷 此次难行 各方都有各方的打算和小心思 他这个持剑人 稍不注意 就会成为各家针对的核心 真的难搞 眼下也只能期望朱华奎能主动点了 而就在温体人 祈祷朱华奎速速起兵造反时 楚王府内 朱华奎今晚也没睡着 而是和那五老头子在某个书房内聊了起来 这么说你已经打通关系了 可有几成把握 五老头子这两日一直在忙造反的相关事情 包括和关外联系 都是他在一手操办 具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朱华奎也并不太清楚 但他知道 再不做决定 那就真要出事了 放心 老夫已经联系好了周边乡镇 包括武昌的守备军 我也已经打点好了 大部分人都决定支持楚王你的事业 加上我们47家乡绅地主自己的人手 瞬间就能拉起一支两万人的队伍 五老头子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迅速将情况和朱华奎说了一遍 一听能拉起两万人 朱华奎也顿时兴奋了起来 他还真没想到这些乡绅会如此给力 如有这等兵力 就算拿不下南京也能控制武昌周围的城镇 自保肯定是可以的 好 好好 就是不知我们要如何行动 可有谋士愿为我等谋划 有兵那还需有人来带兵 朱华奎很有自知之明 他并非是那能带兵之人 而想要行军打仗 就必须要有高手操盘 这个老夫也已经帮楚王爷想到了 大清的范丞相 会亲自在辽东帮我等出谋划策 而这第一策 此时就已经在老夫的脑袋里 五老头子咧嘴黑黑了一声 左右看了看 这才压低了声音说道 谁 范文成 朱华奎瞪着眼顿时站了起来 那可是我大明头号汉奸 本王乃皇家之人 岂能用他的计策 不行 绝对不行 瞧着朱华奎有些抗拒 那五老头子摇摇头 神情有些无奈 楚王爷 老夫之前就说过 成大事 不能居小姐 敌人的敌人 那就是朋友 只要楚王爷能够入击大桶 到时候再将他们踢掉也不迟 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事 便是要先活下来 都决定造反了 还嫌弃人家的身份 这不是搞笑来着 五老头子的话 让朱华奎很是无言 他想要反驳 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最终 也只能摊坐在椅子上捂着脸摆了摆手 先说说看吧 他准备要本王怎么做 是啊 现在的关键是要活下来 只有干掉朱尤简 他才有资格去做其他的 五老头子见朱华奎没再反对 点点头再度凑近了一些 王爷 范丞相的计策帮你满意 从他传来的书信中 已经替王爷谋划好了一切 首先 我们要学朱地 以清军策的名义 举其造反 这是为了让我等起兵 能有一个好的借口 第二 等到起兵后 我们要即刻收拢周围城镇的 所有粮食 制造饥荒 收拢后 再通过分配的方法 掌握百姓 同时封锁江面 杜绝百姓潜逃到北边去 只要掌握了粮食 再浮以经营 走投无路的百姓 就只能加入我们 否则就只能饿死 按照丞相所说 我们需要在一个月内 将兵力扩张到15万 这可比我们之前 预计的要快上很多 第三 便是联合周围的王爷 集体造反 形成联军 尤其是明王 晋江王 荆州王这三位 必须要争取过来 只要他们三位支持 我们就可以控制大明南部 近乎所有的城镇 再找机会将南京拿下后 楚王你 就可登基称帝 和崇祯小儿分庭抗扰 三个步骤 听起来倒是环环相扣 但里面的内容 却是让朱华葵 都有些不寒而栗 控制整个南边的粮食 并制造人为的饥荒 这等很多的计策一旦展开 那他朱华葵的名声 可就彻底臭了 楚王爷 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非常时期 只能用非常之法 大不了等你登上地位后 再免除这些泥腿子 半年赴税就行 反正都是贱民 若是能为王爷的大业 献上一点贡献 那是他们几辈子修来的荣幸 而且我们又不是非要饿死他们 只要愿意贡献南丁加入我等的军队 那口粮和金银都会发给他们 相信老夫 只要这些泥腿子还饿不死 就不会对我等造成危险 看着朱华葵脸色有些犹豫 我老头子眉头微皱 想了想再度开口劝道 好 既如此 那就按照这个计划实施吧 本王也确实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朱华葵最终还是被说动了 既然不想交钱 那就只能动手 他娘的 大不了上位后 把这锅甩给朱油捡 就说这些都是被他逼的 反正史书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他只要能登上地位 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 当即 他便将面前的饭 直接翻转过来扣在了桌上 反了 朱蒂当年能吃猪屎 他今年便敢虐名 在他看来都一样 老祖不就说过 一江攻城万古库 帝王那都是从湿山血海里闯出来的 五老头子的速度非常快 就在朱华葵答应的当天晚上 便飞速派人将情况告知了所有人 一时间 整个武昌城周围暗流涌动 散落在四周的乡绅地主 纷纷响应开始召集人手 负责这一地区的锦衣卫小旗 在发现情况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 刚想溜出去报信 就被暗杀在了城内 次日清晨七点 随着一阵沉闷的古典 驻扎在武昌周围的三千城防军 在头领前大头的带领下入驻武昌城 在杀掉武昌守备将领后接管城防 同时封锁城门 不再允许百姓随意进出 上午九点 各大乡绅集结起来的人手 开始陆续抵达武昌城 这些人基本都是各地的地痞流氓 街头无赖 要不就是打家劫舍的盗匪 他们平日里 多是受控于这些有钱人 替他们干黑活 胆子大 守黑是他们的特点 除了这些人 还有就是这些乡绅自己圈养的家奴 这些家奴眼中也无国 很多都是卫虎做仓冠了 若是东家倒霉 他们也得跟着倒霉 所以 哪怕知道造反是条不归路 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到了下午 武昌城内 已经聚集了近两万三千人 各地主的粮草经营 也在源源不断地运来 由于事发突然 一直到第二日 楚王造反的消息 才传播开来 但此时的楚王 已经借着香绳的力量 拿下了周边的德安府 襄阳府 同时让武昌守备军头领前大头 带领五千人进攻长沙 不出意外 今日就能将其拿下 毕竟长沙府的官员 都已经联系好了 不会有任何阻拦 除了军事行动 朱华奎按照计划 迅速给荆州辽王朱树雅 鼠王朱智树 桂林竟将王朱亨家 武刚明王朱起 引写了书信 邀请他们一同造反 护自己周全 距离最近的荆州王朱树雅 是第一个接到书信的 瞧着朱华奎竟然反了 他当真是震惊的 有些双手发抖 皱着眉寻思了半天 朱树雅突然发现他 已经身陷绝境 局势变化之快 让他有些触不及防 此时想走也已经来不及了 晚了 晚了呀 哼 只能如此了 想了许久 也没想到太多好办法的朱树雅 最终只能是咬着牙 叫来了管家 他准备响应此事 配合楚王拿下胡广 老爷 真要如此吗 大不了 我们也学周王一走了之 造反之事不能做呀 王管家是个老人了 一听自家主子要造反 差点没跪下去 胆忙摆手劝道 造反啊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 走不掉了 荆州府距离武昌太近 我们这的地主乡生 乃至官员定然已被收买 而且 这楚王既已经造反 就绝不会允许我等 将金银钱粮运出去 我若是不响应 估计活不过两日 就会被这些地主乡生搞死 他们这些人为了活命 都已经疯了 朱树雅苦笑着摇着头 脸上全是后悔 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听周王的 给钱闪人远离这事 楚王这一造反 可以说是瞬间成为了南边 所有地主乡生的主心骨 他们为了活命 定然会无所不用其极 不光是他 此时所有南边的王爷 都被架了起来 那就不要田产悄悄溜走 只要过了江就安全了 听着朱树雅说的话 王管家的脸色 也瞬间难看了起来 是啊 现在整个南边的地主乡生 肯定都已经联合在了一起 再想带着金银 走根本就不可能 但若是不带东西 只是人走 应该没问题吧 唉 没用 第一 我若是悄悄离开 估计会死在路上 到时候 楚王就可借题发挥 说这是陛下的动作 借此 继续逼迫周边王爷 支持他造反 第二 我乃王爷 没有赵令 如何敢离开 陛下一旦听到楚王造反 肯定会大怒 到时候 我这个善离职守的王爷 怕是没有好下场 与其这样 还不如留在这 王管家 本王拜托你见识 本王这次 估计是难逃一死了 等会你和我做个局 带我弟弟走 让他去京城屁货 走是肯定走不了 既如此 那还不如搏一搏 看能否为辽王府 留下一丝血脉 是 王管家面色凄苦 但也只能拱手答应 他只是个管家 对于这种局面 没有任何办法 好 你且如此 朱树雅点点头 拍了拍管家的肩膀 这才小声吩咐到 不多时 偶然从下人口中 听到消息的朱树桂 风风火火的 跑回了府门 二话不说 直接闯了进来 哥 绝对不行 楚王造反必死无疑 我等若是响应 那就是同党 自家老哥到底怎么了 平日里连鸡都不敢杀 这次竟然还敢造反 吃错药了 树桂 唐王的下场你也看见了 就算我们交了钱 一样会被撤掉封地 这和丢了王爷身份 有什么区别 难不成真指望陛下手中 那所谓的外海封王 就算那是真的 本王也没任何兴趣 朱树雅轻吐了口气 看着自家弟弟摇头解释着 那态度仿佛真的是不满已久 一副要和陛下 鱼死网破的样子 哥 你是不是被家里的钱财迷了眼 和陛下打 你有那本钱吗 的确 若是我们和楚王联手 可以瞬间控制湖广地区 但就我等手中那点兵力 你觉得能守住多久 就算最后整个南边的王爷 全都反了 那也不是陛下的对手 见朱树雅 一副铁了心要响应的态度 朱树桂当真是有些慌了 他原本还以为是自家下人乱说 结果这一看 尼玛当真要造反啊 自家哥哥虽然性格很雷弱 但并不笨啊 和陛下打没有胜算这事 他应该是能看清楚的 为何铁了心要往刀口上碰 行了 我才是宁王 这件事听我的 几代家产不能毁于我手 若你不愿意帮我 那就滚 看在兄弟的份上 我会把你那一份家产分于你 你自己滚去向那人求情 然而让朱树桂更没想到的是 随着他这话说完 朱树雅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般 指着门口就要让他滚 你 哥 你当真疯了不成 不可能成功的 朱树桂捏着拳 眼睛都快红了 他想不明白 只能苦口婆心的 想要劝自家哥哥回心转意 可惜 别说了 你不懂 这件事无需再说 正好你也来了 两条路自己选 朱树雅老神在在的坐在椅子上 一副此事已定的态度 而这也是彻底惹毛了朱树桂 就你还想当皇帝 我看你是想让宁王一脉 全部死绝 混账玩意 我等岂能造反 朱树桂指着朱树雅的鼻子 破口大骂 他是从小看着太祖世纪长大的 对于老朱家的身份 那是相当的自豪 对于当今陛下 他也是敬佩得很 这位爷登基后 可是打得周边蛮夷 节节败退 大明全境 也是肉眼可见的安稳了下来 所以 哪怕知道当今陛下要动他们家的财产 他也多是赞同 觉得自家压根就不需要那么多田产 若是能换来陛下的支持 并拿到和那唐王一样 在海外建国的权利 那不比在这当一辈子的朱要好 说不定还能学下太祖 为宁王一脉 在外海打出一个大大的领地 但是现在 全没了 他当真是无法理解 自家哥哥到底哪来的自信 敢去和当今陛下碰一碰的 自家祖上也不是朱棣啊 没这和传统 越想越气的朱树桂只觉得血气上涌 忍不了的他左右看了看后 竟抄起拳头冲了上去 和朱树亚牛打了起来 门外 早就等着的王管家 听见动静 赶忙跑了进来 将两人拉开 两位也别打了 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听见这词被拉着的朱树桂更火了 谁他娘的和他一家人 老子就没有造反的哥哥 朱树亚 有本事你今天就杀了我 否则我必去京城告你 被揍得有些惨的朱树亚 坐在地上 杖红着脸似乎被气得不轻 深吸了好几口气 这才冷着脸说道 好好 你倒是有骨气 既然你不愿意帮我 那就滚 爱去哪去哪 等我以后当了皇帝 你别来后悔 王管家 把他和他的家眷全部丢出宁王府 以后他们的生死就和本王没关系了 手一挥 朱树雅下了最后的决断 这相当于是将其逐出家族 对于朱树桂来说和天塌了 没什么区别 呆站在原地 就好像第一次认识自己哥哥一般 许久 朱树桂才终于回过神来咬牙道 哥 你当真是疯了 好啊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老子自己走 说完 朱树桂一甩袖子 四哭四笑地离开了房间 朱树雅见自家弟弟终于是走了 这才一抹脸苦笑着冲旁边的王管家挥了下手 都走吧 速速离开荆州府 没本王的命令 不得回来 辽王将朱树桂一家驱赶出府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朱华葵的耳朵里 见朱树雅如此支持 朱华葵只感觉人生到了巅峰 哈哈 看来这下苦重真者不止我一人 有了辽王相助 荆州唾手可得 五老爷子 接下来要怎么做 看着得意洋洋的朱华葵 五老头子也同样轻笑着摸了摸胡茶 他也没想到会如此轻易地说动辽王 倒是不用弄死他了 恭喜楚王 拿取天下的第一步已经走出去了 辽王手中无兵且为人懦弱 那些地主相声并不会支持他 只需再等几日 我们就可轻松拿下胡广 至于接下来如何行动 还需将此事报于范城向后等他定夺 这几日 我们只需要稳固胡广 一地收拢粮食 并继续召集军队就行 而且我推断 很快这竟将王朱亨佳也会响应 听说此人贪财得很 他若是响应 那广西广东也将落入我们之手 局势大好啊 朱亨佳吗 听着这名字 朱华葵脸上闪过一丝不屑 这人他见过几次 狂妄自大 适财如命 他是绝对不会交出钱财给朱有俭的 朱亨佳就是个顽固 不值一提 倒是这蜀王 若是蜀王不返 又该如何 他家可太有钱了 而且地理位置还这么特殊 比起晋江王 他更担心的还是蜀王 毕竟不管是辽王还是晋江王都 并无什么能力 他可以很轻松地成为这两人的头头 而唯独这蜀王让人感到棘手 蜀帝自成一派 若是蜀王造反当地的人 肯定是听他的 但要是蜀王耸了 选择交钱交地 那他的麻烦可就有点大了 陕西的兵马可直接借到四川来攻 蜀王不用担心 蜀王就算不反 也绝不会和我等作对 最多就是作弊上官 再者 就算他真的选择投降 我们也已经将荆州拿在手里 蜀帝那边可没这么容易 就能派兵过来 五老头子文言则是摇了摇头 蜀帝天险是屏障也是限制 只要荆州还在就无需太过担心 行吧 速速将这边的消息告诉那老汉奸 本王要以最快速度知道下一步的计划 同时告诉范文成 本王既已起兵 那就请他们速速在边关施压 荆州啊 倒也是 朱亨家摸了摸头 也没再纠结 他也觉得蜀王就算不反 也绝不会帮朱有减 算起来 他朱亨家 可是在提南边所有的王爷谋福利 谁反对他那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是 蜀王 到了第三日一早 蜀王造反的消息 终于是传到了南京城 刚起床的温体人 在接到这个消息后 直接蹦了三尺膏 好啊 蜀王造反 宁王响应 不枉老夫日夜祈祷 这锅 你们是不背也得背了 去 速速传秦将军 他们来见我 来大活了 不多时 书房内 随着魏忠贤等人进来 温体人立刻将这一事情 告诉了大家 一听蜀王竟然真的造反了 大火脸上或是震惊 或是凝重 秦良欲皱眉听完后 招手把旁边的下人叫了过来 小声吩咐了两句 很快 下人就端着一碗稀饭 外加几个馒头 和一碟小菜 放在了他旁边 瞧着秦良欲又自顾自吃了起来 一直没说话的温体人 只感觉脑门有些疼 大姐 咱能有点危机赶布 虽然温体人内心 是希望蜀王造反的 但当事情真的发生时 他还是忍不住有些担忧 若是挡不住 那可就要出大事了 秦将军 你看这是怎么说 距离楚王造反也有两日 估计武昌周围都已经被拿下 再加上楚王响应 这湖广一地 怕是很快就会被其掌控 缓缓吐了口气 温体人看着秦良欲快速询问道 这里能带兵打仗的就他一人 必须得问他的意见 秦良欲见大家都看了过来 端着周晚眉头微条 拿着勺子搅拌两下后 这才开口道 若只是湖广那就还好 但我估计这广东广西也快了 蜀王就算不掺和八成 会选择作弊上关 虽然我敢保证也战不败 但若是他们巨城 而守纳我也同样会有点头疼 所以我提议先保住我们自己的地盘 也就是福建 江西 浙江 南京四地 然后将福州的祖大寿调过来 他手中的守备军战斗力虽然不强 但好歹训练过 倒是可以移用 吊祖大寿 听着这话温体人眉头紧皱 他听出秦良玉化里的意思了 那就是要慢慢打 但问题在于 他不想慢慢和楚王耗着 既然楚王已经造反 那这口锅他就背定了 既然已经背锅 那肯定是越早把他弄死越好 秦将军就不能直接将楚王灭掉 拖下去的话 万一他们做大怎么办 胡广 广东广西的百姓可不少 他们有钱有良招人并不难 想了好久 温体人揉了揉脑门 尝试着问道 但得到的却是秦良玉的白眼 温大人 刚刚我就说了 百杆军可保野战无敌 但无法去强攻城池 若是这些人固守 就算只是民兵也很难击破 所以想要赢就不能急 得慢慢来 反正着急的是他们 越拖下去对他们就越不利 秦良玉这话说的有些不客气 但温体人却并没有生气 打仗他的确是外行 若是瞎指挥害的秦良玉出了事 那他手中的天子剑 怕是立马 就得掉自己脑袋上 秦将军 那这事你看要怎么做 你说老夫来配合 一定尽全力满足你的需求 行吧 既然秦良玉都说了 不可冒进 那就慢慢来 温体人轻吐了口气 点点头下了决定 而这话说完 旁边的魏忠贤 顿时瞥了温体人两眼 这老东西 还真是一点风险不单啊 发现评判这是不好做 立马就让秦良玉往前顶 哦 温大人倒是爽快 行吧 既然温大人都这么说了 那本将军领命就是 秦良玉也是被这话 搞得有些发愣 好半天才笑了笑 将手中周晚放了下去 他又不傻 自然能看出温体人打的算盘 但即便看了出来 他也并不在乎 他这次来本就是压肠子的 既然那楚王真的敢反 那不管温体人 让不让全他都得全力以赴 温体人能够实时务 主动放开全力 这倒是省了不少麻烦 行 那就都听秦将军安排 你说吧 要我等怎么做 这评判知识不能拖 必须要立刻给出方案 瞧着秦良玉答应的爽快 温体人立马站起来 将此事定下 随即看向秦良玉 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秦良玉抹了把脸 这才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想了想开口道 既如此 那各位就听我安排吧 首先 南京城从今日起 即刻封闭城门 没我的允许不得开启 温大人 我需要你下令 将江西、福建、浙江三地的粮草 抽出七成屯入南京城 同时 我还要你命令福州的祖大寿 让他奋出一万人前往江西 在临江府驻扎 我这边会留下三千人协防南京 剩余七千人则 奋出五千 占领江西九江府 剩余两千 则进入河南驻扎在南阳府 这样我们便可堵住楚王夺取河南 以及福建的可能 刚刚说的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第二步 奋兵驻守后 短时间内 我们会和楚王对峙 他若是首而不出 我们就借这个时间 迅速速清福州、浙江、江西三地的地主相身 确保他们不会成为楚王的内影 若是楚王敢派兵攻打南京 那我就可顺势调动军队 将其灭杀在路上 最后是第三步 需要温大人飞鸽传信陛下 让他速速下令 云南前国公墓天波集结云南兵力 在云南广南两地 向四川和广西施加压力 等到时机成熟 配合我形成两面包夹之势 对了 让锦衣卫和东厂都动起来 想尽办法打听楚王的行动 我需要时时知道他的确切兵力和粮草数量 一条条命令迅速下达 此时的秦良玉哪还有半分平日的贤惠 双眼微眯 淡淡的微压笼罩在整个房间内 沐天波 他的年龄好像并不大吧 能牵制住四川和广西 温体人默默听完满意地摸了下胡子 不愧是白杆军的老大整个安排井井有条 就是这沐天波 怕是有点难为他了吧 无妨 我在四川一地活动时曾见过这小子 他虽然小 但从小习武熟读兵书 是妥妥的将才 只是牵制而已不会有问题的 再者这也是为了保护云南 现在那里就是块飞地 不抓紧时间集结兵力 怕是要出事 秦良玉闻炎却是摆了白手 他对沐天波印象不错 也相信自己的眼光 对了 我等下会亲自写一封信给蜀王 需要锦衣卫帮我传递一下 若是这蜀王真敢带着四川百姓造反 老娘一定会亲自带着白杆军去和他聊聊感情